史莱克是大陆上最厉害的学院,因为我们只培养怪物,看看史莱克的学员才十多岁。 可在我的新兴教导下,魂力已有二三世纪。 既然史莱克是最厉害的学院,又该有教无类,把普通人培养成怪物才叫本事,而把怪物培养成怪物,你们好像什么都没做。 去,去,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少在那诋毁本大事。 我感觉小枫说的有道理,鸡毛道理,大家不要怀疑小张说的话,他可是全大陆理论第一的大师,我们先去屋里觉醒五分,家长就在外面等着。 小子,我是个尊师重道的人,看不得任何人对我老实不敬,往后说话注意点。 这摆明了威胁物,还把话说得如此调理,也是最厉害。 王三,武魂镰刀,先添魂力一击,你不适合成为魂师,还是老实待在农村种地吧? 玉小刚,你不用这么打击人吧,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好像是你说的,怎么遇到天赋不好的就变卦了。 大胆,敢直呼老师名讳,你得叫大师。 小子,别跟乡下人一般见识,看你的话一直很多,就先帮你绝醒武魂和魂力。 个呗。 这,这先天魂力三十集,武魂是传说中的死神镰刀,号称上古第一期武魂。 如此天才,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的徒弟,为我所用。 那我算什么,我先前满魂力也不够实际,天底下怎么能有比我厉害的天才? 小刚,赶紧劝他。 你的天赋还行,我勉强收下你当徒弟,一本打师的理论基础,日后定把你培养成风号斗罗。 你太大,我吃不下,不败。 你说话别那么直接,有条件都可以说出来商量,你要钱还是要物。 免了,我跟你无缘,毕竟我不认为自己是怪物。 老师,要不算了,您跟他无缘无仇,纵使他有一天成为风号斗罗,也不会来找你麻烦。 小三这道提醒了我,此子天赋妖孽,之前跟他有过一丢丢摩擦,只不定会心胸狭窄报复,陈仙在抹出还来得及。 没事,我走了。 把他抓住,那死神镰刀散发着邪恶的气息,他是邪魂师。 老师,我来,第一魂计,缠绕。 真恶心,师徒两个竟然诬陷我,你们的嘴脸令人作误。 你是邪恶,我是正义,正义就该消灭邪恶,我又没做错,只怪你是邪魂师。 此子是邪魂师,为了各位村民的生命安全,我们要把他带走。 搞错了吧,小峰是个好孩子。 只有邪魂师才会卫护同伴,难道你跟他是一伙的? 我都没觉醒过五魂,魂力至今为零,你不能诬赖人。 村长爷爷,你们别阻拦,落不过他们的。 邪魂师,收起你的假慈悲,我们走。 邪魂师,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的二十九级的废物典型,装上瘾了是吧? 你爹五魂刚觉醒,魂力等级都比你高。 一群三流老师躲在三流学院,成天就知道招妖撞天,看到天赋好的收不到就想毁了。 欺杀我也,最恨别人提我的魂力等级。 不许诋毁我的史莱克学院,它是全大陆最优秀的。 院长,老师,我把坑挖好了。 来,一分钟都别耽搁,看到他就心烦,什么死神镰刀,什么先天魂力三十级,成长不起来都是屁。 来啊,以前只是觉得你们恶心,没想到你们是无耻,一群伪君子,活该你的五魂是头猪。 来,别让他再说话,算了,我亲自动手。 玉小刚短促被接彻底暴走,把楚风埋在黄土之下,生怕楚风打不掉,还跳上土堆踩几锦。 这时,一道声音在楚风耳盼响起。 少年,渴望复仇吗?渴望力量吗? 只需你答应接替我,成为新一任死神,我便能帮你脱困。 愿意,我愿意。 好,明智的选择,神迹无处不在。 这就出来了吗?您就是死神。 没错,神界最为古老强悍的神之一。 神界最强的不是五大神王吗? 哼,五个虚伪的家伙罢了,天天说我是恶神,不断诋毁排挤我,可生老病死是世间法则,本神王不过恰巧负责这项工作。 我们也算同病相连,您说可以帮我获得力量,是真的吗? 当然,只要你继承死神位,屠神都是很轻松的事,就别说凡界的臭鱼烂瞎了。 我愿意继承,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 不需要付出代价,只是我厌倦了这个工作,想把神职交给有缘人,而后去游历宇宙。 我已把传承位置放入你的脑中,快些去吧,我在传承之处等你。 玉小刚,唐三,弗兰德,都给我等着。 我会把十大酷刑在你们身上挨个来一点。 楚风在远处看了眼圣魂村,见到村里人都还活着,便踏上了强者的崛起之路,可玉小刚却折返回圣魂村。 魂祭,放屁如打雷,轰天烈地罗三跑。 弗兰德院长,快点劝劝这位魂师大人。 邪魂师师官重大不得外传,否则被五魂殿知晓,定会涂掉整个村子。 你们的结局,就会像我打烂的茅屋一样。 这么严重,多谢魂师大人提醒,我们肯定不说。 还是老师手上高,我之前还想着为了隐藏真相,怕是要和尊。 好啊,我堂堂死神选中的人,不会恶嘎叫去见他老人家吧,那也太丢人了。 月官,鬼妹,前面的小孩怎么突然晕倒了? 看他的穿着是来自两大帝国,应该是饿的。 真可怜,孩子,吃吧。 这肉包子又大又香,谢谢。 你慢点吃,管够,真是猪门酒肉,臭鹿有冻死骨,两大帝国终究是贵族说了算。 难道平民就不是人,平民魂师就该为贵族打工? 面下,我们还有要紧事,那批扶持魂师的金魂币需要您审批,该动身了。 知道了,这枚银魂比你带身上,以后或许可以用得上,若实在没地方,却可以来武魂店找我。 谢谢,这份恩情我会还你的。 不用你还,举手之劳罢了,不过你还懂得知恩图报,不像某些人一走了之。 到底所谓的善人是恶人,还是所谓的恶人是恶人,以后谁再说比李东是恶人? 我跟他翻了,会一万不说也就立场不同,只是被唐三打上了标签。 终于到了。 小家伙,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快点过来接受传承。 那我的考核呢? 你能走到这就是考核,很简单吧。 这是有多想提前退休,别的神好歹整个九考,以为也太随便了。 其他神都是花里胡哨的,咱们不整形式主义,反正都是找个传人,盘腿坐下,传承开始。 来吧,唐三,玉小刚等我接受传承后,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你敢信眼前这个男人前四个魂环竟然都是十万年了。 坚持住,撑过这一关以后就好多了。 报仇,我要报仇,唐三,玉小刚,你们都得打。 好了,第一阶段传承结束,感受一下你的魂环。 我不是做梦吧,十万年第一魂环。 昏迹,死期缠绕,一旦把死期打入敌人体内,就是不嘎也得短期份。 你休息一下,马上要开始第二阶段传承。 这么急的吗? 都说了赶时间,我巴不得你立地承认。 来吧,我准备好了。 虎风继续接受死神传承,获得二三魂环分别是二十万。 三十万年,这也是他的魂力暴涨到四世级。 同时获得了四十万年的第四魂环,一起感悟死神领域和获得三块魂。 这魂环配置简直逆天,如今的我有一点厉害,他的唐三玉小刚应该问题不大。 直到厉害就快点过来,传承还没结束呢。 那个,能放我几天假吗?我想出去一下。 去吧,总是憋着火气也不行,这不利于我的传承,也该宣泄一下。 但我只给你七天时间,等时间一到,我就用神计把你拉回此处。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神,往后我给你养老送终,走了。 臭小子。 业主任,多谢你们的马车。 除小有不用客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再说不过是顺路而已,不如先到前面的酒楼住下再聊。 我没钱,死神传传啥都好,就是不得钱。 我有啊,这顿我请你,大家相见就是人,况且学员们都喜欢你,你多跟他们聊聊。 对对,我还没听够呢,你说那人被活埋,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进酒楼再聊。 史莱克奇怪,唐三,没想到真是这个时间节点,很好。 三哥,你盯着他们干嘛,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应该是我看花眼了。 这人跟楚风长得还真像,可他已经被埋了,不可活着。 带老大吗?你看那小妞长得不错,他们好像是仓辉学院的。 小小仓辉学院而已,屁都不是。 喂,又没招惹你们,干嘛骂人? 看你不顺眼,弗兰德院长说过,不敢惹事的浑师,不是好浑师,有本事就找回场。 好,打开五魂。 六个大魂师,一个魂尊,好可怕的天赋,只是素质不太行。 斗罗大陆强者为尊,再说,我们说的是实话。 双雕无耻的伪君子,叶主任,之前受你恩惠,我现在就帮你们学任出头。 七个废物,一起上吧。 胆敢骂我,你有取死之道。 第一,你没释放魂迹的机会,看他。 你不是挺狂,认为自己同辈无敌,还手啊,你的双生五魂,你的暗器,快点用出来,看我怎么把他们统统打了。 这魂力是差了多少,我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你好残忍,竟对三哥下这么重的手,第一魂技,妖功。 白虎护体,大家一起上,我们七怪是一体,融入羽共。 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多七少还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真的很不要脸,第一魂技,此起缠绕。 天哪,四个红色魂魂,我没老花眼吧。 都给我滚。 热,他是四魂魂宗,还全部都是十万年魂魂,怪不得能一招击败我们。 死神镰刀五魂,你是楚风,可你不嘎吗? 没错,我已经嘎了,现在回来找你索命。 等等,买你的人是老师,我当初劝不他,可是他牵不进去。 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了什么,别把我当智商行不行,当年你们师徒诋毁我是邪魂师,还把我活埋,知道我在土层下有多绝望呢?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不是没事吗?心胸别那么狭隘,一切往前看,明天会更好。 好,我就让你往前看,我的魂技里有死技,只需在你身上轻轻滑一下,便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口。 好恶毒的小子,竟敢对我的学员下重手,你可知伤了他的下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我又没废掉他,不过等他往后激动的时候,会火辣辣的疼。 那我怎么办? 行了,今天就到这,唐三,从此刻开始我便是你的噩梦,等着享受无尽的黑暗吧。 可恶,你就是个恶毒的邪魂师,当初就应该嘎掉你,再埋到土里。 姓赵的,你听到了,这是我跟他的丝绸,你最好不要插手。 你这个凶狠的小鬼,让你留在世上就是祸害,我今天便替魂世界倾注毒瘤。 你快走,我来挡住他,虽说你有四个十万年魂魂,但三十几集的魂力差距不是开玩笑的。 多谢叶主任,我的是会自己扛,不喜欢拉别人下手。 看你怎么扛,接招,第七魂技,大力金刚雄真身。 来,打个够,第二魂技,不死真身。 以我如今的魂力能维持半小时,在此期间内我不死魂力,等多消耗他些魂力,我再终止。 赵老师三哥好痛苦,你快来帮帮他。 小魔头,我今天就放过你,以后你最好别让我带他。 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刚才你打得很爽,现在轮到我了。 好锋利的镰刀,竟破开了我的防御,不对,好霸道的死劲,它正在吞噬我的生命力。 魂力还是差太多了,否则你已经暴毙,我时间有限,还得去找另一个人,就不陪你耍了。 唐三,我们后会有期。 此次不凡日后定是一方强者,说不定还能踏入传说中的境界。 小三可是浩亭面下的儿子,没想到父子俩一样优秀,我把小三培养成风浩多摩,看谁还敢笑话我的理论,到时只会有更多的天才前来买尸,我的理论注定会成为主流。 是吗,大白天做什么梦啊,你不过是个二十九级的废物。 谁敢嘲笑本大师,是我出来,鬼鬼祟祟的,算什么好汉。 我怕出来吓到你。 本大师走南闯北多年,什么阵仗没见过,凭你一个鼠辈,你吓不到我。 玉小刚,我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 你,你,楚风,竟然活下来了。 正如你所见,我活得很好。 你这个邪魂师,当初让你侥幸逃活一劫,现在就由我来弥补错误,第一魂计,放屁如打雷,轰天烈地罗三炮。 打你个废物典型,我连五魂都不用开。 啊,你的魂力在我之上? 你不是废话吗?我觉醒的时候魂力等级就比你高,如今四十级的我在套上魂环,不是你能抗衡的。 劝你最好离开,往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搞不清楚状况吗?就你那点别搅实力,有资格跟我谈判吗? 你知道小三的父亲是谁吗?说出来吓你一跳,那个人你惹不起。 不就唐浩吗?连心爱之人都保护不了,还被五魂殿四处通缉,其实来找你之前我去见过唐三,他基本被我废了。 谁敢伤我儿子?你完蛋了。 楚风再获两大十万年魂环,玉小刚唐浩惨遭无情羞辱。 楚风,束手就擒吧,待会我还能给你说几句好话。 郭灶,给你点死气尝尝,第一魂剂,死气缠绕。 我的手好疼,浑身都疼。 放心,死气的量很少,你不会打掉的,否则也太便宜你。 好天免下救我。 好歹多的小子,竟然用这等手段折磨人,难道你师父没教你要与人为善吗? 搞笑,有说教的本事教好你儿子,我师父只教不过,谁一旦伤害我就把他嘎了。 能说出这种话,你师父绝非正道人事。 我师父不是人,他是神,没什么事的话我走了。 站住,我让你走了吗? 堂堂浩天免下,居然要对我个晚辈出手,还真是放在下面里。 小三是我的逆灵,谁敢动他,我便要谁的命。 果然爷俩一个德行,那死气不容易消除,等着断香火呢。 你若执意如此的话,我只能用墙了,好天垂。 你来不及的,七天已到,该回来了,神迹无处不在。 下次再见,我会让你们感受到绝望。 一个大活人就正消失了,好强大的气息,他背后难道有大靠山? 算了,先想办法就小三。 亲手报个仇。 爽,爽,当看到唐三和玉小刚痛苦的样子,别提我心里多舒畅。 就是时间太多,完全来不及去圣魂村看看。 会有机会的,你面部的魂骨叫鬼面面具,只需对其注入精神力,也能复制一个你的分身。 分身经历的是,你会感同身受,感到只有你百分之一的实力。 我现在四十级,只有百分之一实力的话,动使加上魂黄魂骨,未必能打过玉小刚。 所以,你快点过来接受传承,当你实力足够强大,把敌人抓来当狗,使唤都行。 稍等一下,魂骨记,鬼面分身。 感觉就跟真人一样,每一点细微触感都感同身受,太美妙了。 当然,死神出品必是精品。 本尊留在这接受传承,我先回圣魂村看看。 去吧,纵使分身出了意外,也不会对本尊有丝毫损伤。 死神传承继续,楚风则身体黑袍出现在圣魂村外,可眼前一幕却让他唬大。 怎么回事,村民们都受伤了。 该死的山贼,抢走我们全部粮食不说,还把人打了。 太可恨了,王三被他们打成重伤,也不知道能不能火。 山贼往哪个方向去了? 那边,你也有亲人被欺负了吧,他们人多是重。 我劝你最好不要去。 多谢告知,史莱克学院不是在这一带招双吗? 如今山贼为患,几个魂生也不见谁出息,还真是仁义的。 一群只会欺负弱小子砸碎,把脖子洗干净吧。 哪里来的一小子真是不知死活,把他给我剁了。 连个魂师都没有,也妄图对我动手,死亡领域。 四环魂宗,你用的是什么招数,竟然我使不上力,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一样。 你马上就要隔屁了,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尊贵的魂师大人,求你放过我们,若是有哪里冒犯的地方,我给你道歉。 求饶有用吗?那些被你们欺负过的人求饶时,又有谁心软过,都毁灭了。 村长,你们的粮食。 大侠,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我刚才路过山贼窝,看见那里的山贼被一位魂师剿灭,所以把粮食运回来,里面应该有你们一份吗? 多谢,今年冬天不用饿肚子了。 那箱子里的是药品,你们应该用得上,告辞。 大侠慢走,有空常来魂村做客。 他给我的感觉好奇怪,竟让我想起了小枫,他是多好的孩子啊,可他太苦命,那件事只怪我们太弱,什么都做不了。 村长,你的心意我懂,要怪的话,就怪玉小刚师徒太恶毒,等着吧,用不了太久,我会和大家相认的。 楚风看到圣魂村挥处正常放下去,让尊身返回了死神传承地。 在了无牵挂的情况下,他接受传承的速度气快,这个阶段的传承还没好呢? 刚好,你自己感受一下。 我这是五十级了,还获得五十万年的第五魂环,这魂技有什么用? 第五魂技,亡灵重生,可帮助一个亡灵重获新生,获得躯体,但不能超过你的魂力等级。 牛逼克莱斯,那这两块手骨呢,感觉不是十万年魂环。 百万年的而已,用不着别大惊小怪,你先去休息一下,还得继续传承。 古风就这般反复接受死神传承,魂力一直稳步提升,等下一次醒来时,他已去六十五级,并获得六十万年第六魂环。 死神大大,你在神界是卖魂骨的吗?连二百万年的魂骨都能搞到? 这有什么稀奇的,在神界的禁令下达之前,魂兽成神的数量其实很多,后来龙神大战陨落的神兽更是不计其数。 那个时候真要有心思收藏,去战场上随便走一圈,都能捡挤麻袋回来。 厉害了我的神,活得久底蕴就是不一样,我能请假出去溜达一圈吗? 不行,你还得继续接受传承,毕竟我赶时间,你也别那么死板,以你现在的实力,打不辜勃完全没问题,那么分身的战力也弱不到哪去。 对哦,出来把鬼面分身,灭嘎玉小刚和唐三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会让他不得好死,灭他千百遍。 楚冲分身出去后才发现已过去好多年,魂师大赛都打完了,唐三已前往杀戮之都,玉小刚得吃上柳二龙的软饭,正在史莱克学院给学员吹牛皮,讲述他如何把天才培养成天才。 所以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你们被我收录怪物般,说明天赋还勉强,只要肯努力,往后的成就不会差。 大师,唐三是大陆最优秀的天才吗? 最优秀吗?他现在的确是。 好了,你们自己对抗练习,我还得出去外面招生。 玉小刚每次听到最优秀,都会想起楚冲,毕竟他多年前被打入一道死期,硬是疼了一年多,此时史莱克学院大门口,楚冲出现在隐蔽处。 玉小刚,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一定送你一份大的。 考核需要十金魂币,不管考核能不能通过,金魂币不退。 那我家孩子不考核了,把钱退给我。 听不清我说的话吗?钱一旦交了分文不退,别想着闹事。 强盗学院,你们太欺负人了,我们走。 还真是一点没变,把陋习都带到这里来了,韭菜也不是这么个割法,真不知柳二龙那个恋爱脑怎么想的,竟把蓝霸学院拱手让出。 楚冲就这样待在暗处观察等待机会,毕竟这句分身没法硬钢黄金铁三角。 今天收获不错,我们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你先过去,我还得处理学院内的杂事,等晚点我过去找你,前几天发现一家的妞不错。 终于要分开了,玉小刚,看我怎么折磨你。 小五献计反被处风复活,玉小刚为活命老脸彻底丢尽。 大师,求您把我儿子收入史莱克,我给您当牛座马。 都说了蓝银草不适合修炼,你以后不要来烦我,可唐三的五魂也是蓝银草,他却成了史莱克最优秀的魂师。 小三天生满魂力,你儿子一级魂力,也配真的比吗?简直可笑。 玉小刚你的噩梦要开始了,看你能嘚死多久。 随后只见玉小刚一人鬼鬼祟祟的去了红浪那儿,而楚风则在身后一路跟踪。 人前是个招摇撞骗的老神棍,人后也是个无耻下流的老色批,怪不得能忍住那么久不动流二人。 原来是在外面吃饱,那我今天就让你耍到极致。 甜心宝贝,我来了。 刚哥哥,我们姐妹早就想你了,你可要加油哦,争取这次突破六秒。 笑死我了,这不是浪费钱吗?不行我是来复仇的,得严肃点。 谁,胆敢偷听本大师的强角,以后不想再添斗成混了。 还记得我吗? 楚风,是你,没想到你还敢出现,这些年好天你眼下一直在找你,藏得挺好啊。 哟,说话挺硬气,哪怕唐三送你一场造化,你如今也就三十多几万,我猜你,就像踩蚂蚁一样紧的。 你敢,弗兰德就在隔壁。 看我敢不敢,第一魂技,死气缠绕。 完了,剥不开。 好疼,这死气正在摧散我的器官,弗兰德救我。 别在我面前装枪做事,我一路跟你过来的,况且就算弗兰德在,我也不介意多虐一个人。 快点,把我体内的死气抽离,否则你会后悔的,你绝对会后悔的。 就凭你,武魂放屁珠,三十多级的魂力,却毫无实战经验,一个嘴强王者吧。 我是唐三的老师,你知道唐三是谁吗? 几年前武魂大赛的冠军,未来的封号斗罗,石像点的话立刻放了我,否则他会追瞎你到天涯海角。 你没睡醒吧?当初唐三挖坑你买我,弗兰德在一旁看醒,我们之间早就不死不休,现在就送你上路。 别干我,楚爸爸,我知错了,当初我也是受了唐三的怂恿,我废物,我不长眼,求求你饶了我吧,只要你愿意饶了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对了,我这还有很多金币,全都孝敬你。 铁骨铮铮玉小刚,每天在别人面前摆骨,你累不累,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当初你买我,现在删自己一千下耳光表示诚意,不过分吧。 好,删,我错了,我不要脸。 楚风看着玉小刚左右手自删,嘴角掀起一抹邪笑,思考下一个惩罚,两分半后,玉小刚已经把自己删成了猪头。 楚大人,你还满意吗? 不错,删得挺响亮。 还好我机智,少打一百多下,现在我认真,往后我会把你吊起来低了,三十年喝东,三十年喝西,末其中年穷,你给我挡战。 你诚意是有了,接下来我们进正体,只要你照做,我便放过你。 此话当真。 比珍珠还真,只要你趴下雪狗叫,并说一百遍,我玉小刚是无耻混蛋,我便受回死气如何。 你欺人太甚。 那只能送你上路了。 好,我照做。 真是个软骨头,来,开始你的表演。 我要活下去,我要报仇,我一定会瞎了你。 我要把你一辈子关在狗笼子里,让你跟狗为伍。 快点,别磨蹭。 汪汪汪,我玉小刚是无耻混蛋。 玉小刚的声音那叫一个洪亮,整个洪浪漫都能听清,楚风只感觉心情舒畅。 我知道你愤怒,知道你恨我,但你所承受的绝望,不足我在土层下的万分之一。 快点说别偷懒了。 够说了,你现在满意了吧? 赶快把我体内的死气抽离,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什么死气?我有答应过什么吗? 一不讲信用,你耍我。 我为什么要对你讲信用? 我就是在耍你,咬我呀,况且我是你口中的邪魂师。 既然你说我邪,那我就得有邪的样子。 我跟你拼的无声秀剑。 唐三的小把戏,我一直都提防着。 武器丸。 有东西,你完了,我与小三约定的日期,很快就要到了,等小三一回来,你还能卖我喝。 活躁,看是你跑得快,还是我的攻击快。 又一道死气,好疼,求你嘎掉我。 打你还不简单,可我要你永远活在绝望中,这点死气还不至于让你丧命,只会让你永生难忘。 玉晓当终究没扛住,横晕了过去,接着洪浪漫派人将他送回了史莱克。 大师,你这是怎么了,何人把你伤成这样? 混蛋,竟敢对我的好兄弟下手,当真我四眼猫鹰是吃素的。 谁干的到底是谁,敢伤害我的小刚,我要他不得好使。 我先送小刚下去治疗,起码得保住命。 赵无极,你说,到底是谁干的? 人是洪浪漫送来的,说大师在那里找快乐的时候,被一个扛着镰刀的人中创。 不,这绝对是你听错了,小刚不可能去那种地方,绝对不可能。 安老赵是粗人,事情到这一步也没法眼瞒下去,反正你也能查到。 其实,大师经常去洪浪漫,学院里很多老师都知道。 玉晓刚,老娘要把你废了。 不用你出手,我刚检查过小刚的情况,死气下沉命根不保,肯定是楚风,他又回来复仇了。 史莱克学院一团乱石,楚风早就来到了星斗大森林。 咦,那边有动静,这是小五陷阱。 我的小五,十万年魂魂魂魂魂,还有这股魂力,更是让我达到了六十五级,搞得好。 不好,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 刚离开大明二明就这么说,也太不要脸了,可这具身体的实力对上唐三太冒险,故意出手。 这一回史莱克了,一定能下钢子一跳。 丑恶的嘴脸都用刘影师记录下来,唐三,等着接受痛苦吧,不会太久的。 但是看这样,若非有海神八考和大明二明的压力,他不一定会选择复活小五,等等。 要是让小五看到这一幕会怎样,肯定会把唐三按在地上摩擦,想想就有趣。 自身摸灵,吸。 回来吧。 这次爽了没? 爽到家了,这跟亲身体验完全一样,而且传承也没落下,不仅魂力提升到七十级,多了一枚七十万年魂魂,还获得了一块三百万年的魂。 那咱们继续。 您老人家别急,我先处理点私事。 第五魂纪,亡灵重生。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献祭给三哥了吗?怎么可能还活着? 我赋予了你生命。 你是把三哥废掉的恶贼,你知道我有多难熬吗?我要给三哥报仇。 啊,好疼。 是我创造了你,所以我是主子,你是仆从,仆从没法对主子动手了。 还一口一个三哥,真是蠢,被人卖了还给别人数钱。 你说,要是让唐三知道我们共度粮消,他会不会被当场气死? 唐三邪恶本性彻底暴露,小五得知真相幻然起悟, 彻底与伪君子唐三决裂。 纵使你得到我的人,也绝对得不到我的心,我永远属于三哥。 不不,恋爱脑,希望你待会还能这样说,自己看吧。 看就看,我相信三哥,你挑拨离剑,对我没用。 这怎么可能,三哥不可能这样对我,假的,都是假的,你这是在欺骗我。 还不死心,那我就让你看得更透彻一步,看看唐三到底有多无耻, 此神大大,明掌控世间万物的生死,应该能掉全大陆的监控吧? 监控,那是什么东东? 就是想看哪就看了,我想看看唐三正在何处。 这个呀,简单,神光镜,神迹随处可见。 此神用此气凝聚出巨大镜面,唐三的画面随之出现,地点却是红浪漫。 上梁不正下梁歪,跟他老是一个德行。 三哥绝对是有特殊情况,才会去那种地方,我家三哥冰清玉洁,不会做那种事的。 自己看呗。 唐公子,你这次真的行吗? 我那有几颗新罗来的特效啊,要不待会试试。 反正结魂币不会少给你们,快进去吧,我都等不及了。 唐公子如此着急,是怕你的小牛找过来吗? 我会怕他,那拓子敢了,今后不会再有人管着我。 以前羡慕胖子,盖木白他们,往后盖他们羡慕我了。 嘎了也好,论技术他一个土不拉击的小丫头,怎么会比得上我们姐妹? 下面的是付费内容,我们就不看了,况且我也怕看到冰破银针辣眼镜。 唐三,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愤怒就对了,这才是唐三的真面目。 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没想到我一直被唐三欺骗,他不过是想要我的魂环魂骨,得亏你让我看清他。 小意思,助人为快乐之本,真期待小五打唐三了。 唐三对不起我,那我也要对不起他,你要了我吧。 哎,谁让我乐于助人呢,帮人就得帮到底。 你们随意,我封地神石睡个觉。 有人来了。 这股邪恶的气息,是从前方传来的。 错不了,应该是某位邪魂狮留下的宝藏,我们过去看看。 两个傻鸟,连邪气和死气都分不清。 这气息,他们绝对是邪魂狮,据说邪魂狮比普通魂狮要强,两人的真正实力,怕是能赶上封号斗罗了。 这小妞长得不错。 别只想着女人,我更看重这小子的魂力,吞噬掉肯定能实力暴涨。 嗯,那得看你们的本事了,武魂,死神磨练。 七个红色魂魂,这小子有古怪,我们联手灭掉他。 第二魂技,不死真身。 我们的攻击无效,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本想练练手,可你们的实力不够看了。 第七魂技,死神磨练真身。 我没中疮了,我也是,走。 走得了吗?天赋魂技,灵魂加速。 主人。 主人好厉害,这又是什么手段? 这是我的天赋魂技,中疮对手后能将对方收为死神傀儡,但有数量限制。 哪天主人也把唐三给收了,让他给你当牛作骂。 以后再说吧,你们两个满大路找些魂尸,遇到弱的就把人嘎吊带灵魂回来,遇到强的引来此处我会解决。 这些死神猪拿着,可用来收集灵魂。 真命,主人。 很快,我就会有一个强大的事。 虎风继续接受死神传承,魂力暴涨的只一级,递得到全套魂魂,以及八十九十万年的第八第九魂魂,同时还收服了上百位线魂尸,并创建了圣灵教。 终于只剩最后一个传承。 你最近心不在焉,有什么心事吗? 算着时间,家灵魂战役已打响,我当初受比比公恩惠,不能让他就这样大量。 去吧,最后一个传承相对困难,容不得你分心,处理完琐事,快些回来。 多谢死神大大,小五,召集人手。 都在外面候着呢,我们现在可有三大封号斗罗长老,其余魂尸都在六十几以上,一定能干费唐三。 唐三,你威风了那么久,好日子也该到头了,不发,家灵魂。 这一次我要扬明天下,用比比东的头颅作为我的霸者证明,让整个大陆的人崇拜我,我唐三才是斗罗大陆的第一人。 三哥又犯二了,小声点,今时不同往日,当心他听到了收拾你。 我才是奇怪的老大,可每个人都只知道他唐三,而他也越来越不尊重我。 戴木白,我找到他们了。 敌人大概有多少人,实力如何? 五十人,除了举斗罗以外都是菜,而鬼斗罗被我嘎掉后,他已经不足委屈。 那你想如何? 把这群人全部都宰了,让比比东好好了解一下,跟我们史莱克七怪作队美好下场。 兄弟们,出击。 会不会太冒险了? 胖子,你咋那么怂?我有汉海乾坤赵能隐匿身形,他们发现不了的。 对,你说的都对,什么玩意吗?有本事自己一个人去啊。 唐三,你敢。 月官老狗,看招,第五魂祭,来阴霸王枪。 第七魂祭,其容通千菊真身。 就这,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当初教皇免下派人刺下你,若不是我出面干预,你的伙伴早嘎了,你当真要对我下死手。 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无耻至极,还得自己打上正义的标签。 第九魂祭,菊花残,满地伤,花落人断肠。 第七魂祭,浩天真身。 难道今日我真要命丧于此? 一锤子解决你。 唐三,你给我住手,第四魂祭,无敌今身。 小五,你怎么会在这? 三哥不是说你灵魂消散,没法复活吗? 小五,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看样子,他的实力恢复了,又将成为我的一大助力。 恶心,别叫那么亲切,第九魂祭,无敌月光轰天沙。 小五,你。 真抗揍,这都没搭,若不是用那破叉子挡了一下,这会儿应该凉了。 对不起,主人,偷袭没能成功。 虫风,原来是你搞的鬼,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可你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了,今天便再买你一次。 等等,小五,你叫他什么? 主人啊,我愿意一辈子当他的奴隶,是自愿的哦。 别把自己身份看那么低,毕竟我们都在一起快乐,我会对你负责的,以后叫风哥吧。 你们,不。 敢信,唐三老羞成怒竟然想手刃小五。 唐三,看到你痛苦的样子,我感觉浑身舒畅,知道你为什么会有经验吗? 是我的错,当初应该把你嘎掉,然后再埋进土里,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了,不过现在也一样,我会牵手把你解决掉。 就凭你,真以为忽悠了几个傻子当打手,便能成就大业吗?你所有的美好幻想,都将由我来终结。 风哥,说累了吧,先喝点水。 真乖,晚上回去给你奖励。 你还敢在我面前秀恩爱,我要你的命,不,我要把你抓起来折磨,夺回失去的一切。 小三,我们帮你。 不,这是男人间的战斗,你们不要插手,对付他一个邪魂师,我一人绰绰有余。 老子活该,用热脸去贴冷屁股,你想出风头就直说,何必说得这般正气凛然。 第一魂计,缠绕。 风哥,我来,唐三,一个复兴汉,伪君子,我今天把你打的妈都不认识。 小五,你醒醒,别被他蒙蔽了双眼,我们的感情天地可见。 见你老母,第六魂计,暴杀八段摔。 小五,快点住手,不然我翻脸了。 只见小五的拳头各个暴击,给一旁的史莱克几人都看蒙兵。 小五这是怎么了,竟对三哥下手这么重,不是说小五没法复活吗,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你十万个为什么吗,你问我,我问谁去,看戏吧。 不过打得好,解气,让他成天喊我胖子,从没把我当人看。 小五狠狠地揍唐三。 我生气了,是你逼我的,魂骨计,天青迟钝神找。 大明的魂骨,你把他怎么样了? 我没把他怎么样,是他自愿陷进的。 我熟知各种弧,当初是可以救咱们的,但救了又怎么得到魂环?魂骨。 杭三,我要你偿命。 真是虎脚蛮缠,看来你已被协魂师控制,我这就让你解脱。 海神三差几。 当我不存在吗? 徒手挡住了,而且没开五魂,这可有十万八千斤重。 很重吗? 半步斑血净的力量而已。 好,很好,还有些力道,否则我畅读脚戏也太无趣,接下来我要认真了。 三哥说要认真了。 从海神岛归来后,还未见过他全力战斗,处风要倒霉了。 太过烦了,我怕你待会来不及,就被我一招秒掉。 行,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魂环,别被吓。 这,野生君吃多了会出现幻觉吗?怎么会有这种魂环配置? 这么富裕的吗?竟然有九个红色魂环。 唐三,你的魂环配置真拉宝,你没做那件事。 也就没玻璃魂环,损失大了。 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千生双五魂,一共十八个魂环,压根不许你,等着被我蹂躏吧,杀神领域。 领域吗?好像我也有,死神领域。 可恶,被压制了,好可怕的领域,竟能让我不含而立,我后背白毛汗都出来了。 继续啊,难道你只有放狠话的本事? 风哥,加油,打倒大反派唐三,一定把他给费了。 小看谁呢,套牵锤,乱披风垂法。 太慢了,你在打空气嘛,第七魂祭,摩连真身。 好强大的魂力,拖大了,没想到败这么快,连黄金十三级都没来得及用。 我还没用力,你怎么就倒下了? 你们在看戏嘛,还不快点过来帮我,有没有团队意识? 是你说要单挑的,打输了又怪我们,真难伺候。 少啰嗦,快点跟我一起出手灭掉他。 各位,动手吧,留下这种强大的敌人,始终是个祸患,况且他是个邪魂师,我们今天便除掉这个魔头。 哼,能把群殴说得如此好听,还是第一次见,但我也不是孤家寡人,都出来了。 吹风声音落下,上百位圣灵教强者出现,为首的三人气息格外强大。 待见教主。 好多强者,我们这下麻烦了。 我早说了不要孤军深入,现在出问题了吧。 怕什么? 进攻。 暗器,子母追魂胆,走。 下手还真是够狠,连天斗的士兵一起攻击。 风哥,人不见了。 是汉海乾坤兆,那东西能用来隐移身形,他们已经走远了。 可恶,竟然没能灭掉唐三。 嘉陵关大战在即,我们有的是机会。 多谢三位温公,倘若不是三位温公出手相救,无命休矣。 不用在意,比比冬节善应,得善补,昔日受一贩之恩,今日特来相报。 既然是报恩,不如隋月某回去,见上教皇一面。 晚点再说吧,我们此行还有其他事,告辞。 此事不简单啊,这些人看上去像邪魂师,怎么会欠教皇免下恩情呢? 真是怪财,我需要一五一十的汇报给教皇大人。 都出来吧,我们安全了。 晦气,还想着宰了徐斗罗,天斗皇是会赏赐我一家红浪漫,起了半岛杀出来一个楚风。 那楚风虽说只有一个武魂,但九个红色魂环,怕是能硬钢极限斗罗,我们单打独斗绝不是对手。 看你们那一个个怎么样,让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三哥都输了,我们肯定打不过。 闭嘴,谁说我输了,海神的力量至高无上,只是刚才小五突兀出现,我又被楚风那个恶贼偷袭,根本没用出全部力量。 过下次再遇到,我一定拿楚风的脑袋来记起。 行了,先回去吧,还好去袭击时留了个心眼,让士兵押解粮草先行,这会儿应该到了。 局长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行动为什么会失败? 启禀教皇殿下,此番我们的行动已经完全暴露。 我还没有见到补给,就已经遭受唐三等人袭击,所幸得贵人相助,才死里逃生。 唐三,又是唐三,我跟他的仇怨早已无法化解。 这次他借天斗帝国之手,想灭掉我武魂帝国,简直痴心妄想。 对了,局长老,说的贵人是谁? 一个邪魂师组织,好像叫圣灵教。 奇怪,太奇怪了,邪魂师为什么要帮我? 以前武魂殿发现邪魂师,要么斩尽瞎绝,要么送杀戮之都,他们应该恨我才对。 他们的教主教主什么疯,说是欠你恩情,这次是来报恩的。 没印象,他们的实力如何? 五个封号斗罗,其中教主处风,有九个红色魂环。 什么,绝对不可能,应该是用了特殊手段,才会让你看错了。 我也希望看走眼了,毕竟太害人。 听起来是有非敌,不过邪魂师的话不能全信,还是得防一手。 暂时不要管他们,全力研究怎么对付天斗。 风哥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过来,直接带人瞎过来,不好吗? 冤有头债有主,我跟其他人又没仇,并不想对他们动手,除非他们不是抬举把脑袋凑上来。 所以你只对付史莱克的人? 准确说是埋捕我的人。 懂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先找到玉小刚,好长时间没见了,得给他的惊喜。 玉小刚武魂破碎,彻底沦为废人。 找到玉小刚别急着动手,我要让他感受到绝望。 你听,好像有人在议论唐三。 唐三真不是个东西,贸然出击造成了不少士兵伤亡。 回来大将军只是说了他几句,他竟公然辱骂大将军。 谁让他是封号斗罗,人家压根就没有把我们当人看。 不过唐三这次吃扁,我心里是真的舒畅。 最可恶的还是玉小刚,专门挑漂亮的女人下手。 据说他是个阉人,还要折磨那些女子,简直是个老变态。 有其师,必有其徒,果然两仕途都一样令人做。 恶心使了,以前还教我们要出强服弱,没想到背地里是这种人。 走,直接出去问话。 站住,你们是谁,再不说话我喊人了。 死神领域,隔绝。 喊呗,喊过嗓子也没人搭理。 风哥的领域能隔绝外界,你最好别做无用的挣扎。 我们问什么,你回答就能活命。 是,封号斗罗大人。 玉小刚在哪? 那边最大的帐篷里。 近些年他过得如何? 作为唐三的老师,惊魂必杀的肯定不缺。 还有他酷爱女色,就是那方面不行。 每次酒喝多了就哭,说什么?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很好,活得痛苦就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近期,你们哪天会对嘉陵关发动大规模进攻? 我们只是大头兵,什么都不知道。 大人,这是叛国,我不会说的。 既然你们想做忠勇之事,那我成全你们。 小五,他俩崽了。 崽了多没意思,那边有火,把他们丢火上烤吧。 后天会有大规模攻击,唐三战败折了掩面,便催促大将军发兵,欲要尽快击溃比比东找回面子。 行了,睡一觉吧,等我把事办完你们就会醒来。 风哥,我们要对唐三下手吗? 唐三那边不急,我要先让他看到胜利的希望,等他距离成功临门一脚的时候,再出手把他打回原形。 你好坏,不过我喜欢。 我们后天对玉小刚动手,到时候强者都去了前线,让他叫天天不英,叫弟弟不灵,不过就怕这废物跟着去前线。 把你的鬼面面具借我,我有办法让他留在营地呢。 隔天中午,小五用鬼面面具改变了容貌,然后故意偶遇玉小刚。 大师,您没事吧? 有事没事,你不会自己看,没张眼睛吗?要你何用? 大师,这可是个高等货色。 哎呦,壮疼人家了。 美丽的小姐,你没事吧?要不本大师帮你揉揉。 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大师玉小刚先生,那个浑师十大理论体系的创造者,我可是您的忠实追随者。 对,就是本大师,既然遇到了,便去我那边坐一坐。 我刚好有空,可以手把手指导你一下,自己送上门来的,那更好,省得我还要花费一份心思。 能得到大师指点是我的荣幸,可今天没时间,不知等人家闲暇下来,玉小刚先生有没有空。 肯定有,只要你有时间,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明天中午怎么样? 好,就明天中午,你直接去我住处就行,我忙完马上去教导你。 玉小刚先生,你真好,到时候我有惊喜给你。 记得一定要来,我一定要使劲瞒到过瘾,明天有你好受的。 进宫,我蓝后王与你们同在。 盖姆白,胖子,我带着你们建宫立业,可千万别滑水。 知道了,教皇免下,大事不妙了。 昨天不是有人送来消息,说,今日唐三会大举进攻,我们事先做了埋伏,不该吃亏才是。 天斗士兵配备诸葛神母,无声锈剑,这件武器就像绞肉机一样,无情的收割,我方士兵的生命,埋伏失败了。 可恶的唐三。 即便唐三一路高跟,东开启了嘲讽卧视。 吕比东,武魂殿的士兵,就这点能耐吗? 若你现在投降,我能保证留你一命,最多把你卖去红浪漫。 至于你女儿和徒弟,我会亲自照顾。 无耻狂徒,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徒弟,不愧是老师,不愧是师祖。 我们天斗帝国老师和师祖相互,何愁铲除不了武魂殿? 好说好说,陛下放心,有我们在,天斗定然无忧。 唐三是我徒弟,就连天斗帝国的皇帝,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得低声下气,我玉小刚就是厉害。 多谢师尊庇护,陛下客气,我还有些事需要处理,就先告辞了。 玉小刚先生,您总算来了,人家等你等得好苦啊。 来,先喝杯果汁,然后我们再研究武魂的事。 真好喝。 喝下去了,很快便会倒下。 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更利于研究武魂。 玉小刚的银动机关,风往陛下的通道出现,两人来到地牢,只见此处关着很多衣衫破烂了你。 他们这是怎么了? 他们都是我的宝贝,你很快也会成为其中一个一二三岛。 怎么会没用? 一点萌汉药而已,用来对付寻常魂师还行,对封号斗罗作用不大。 一个邪魂师,终于露面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能看出你很痛苦,跟你心态已经完全扭曲,手段极其残忍。 该是。 东哥,我先把这些女人放出去,你慢慢玩。 你随意,我只负责对付玉小刚。 别动我的东西,第五魂技,放屁炉彩虹,臭气熏天罗三炮。 雕虫小鸡也敢在我面前扳门弄。 死神领域。 跪下你。 这,这,九个红色魂环,好恐怖的魂力威压,你不能瞎我,我徒弟是唐三。 唐三之前被我碾压,他没跟你说吗? 小三说,那是因为你偷袭,他连强大的杀招都没机会用出,若是下次再遇到,他一定能取你性命。 区区海神传承,看把他膨胀了,我今天要收拾的人是你,你抱上大腿魂力提升,应该看到了变强的希望,那我便把你的武魂打碎。 不要,求你了,你要是不解气,再淹我一次,千万别夺取我当魂师的资格。 我的武魂,你为什么如此残忍,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 感受到绝望了吗?咆哮吧,愤怒吧,跟你武魂破碎,今后魂力归零,再也无法修炼,只能成为一个废人,连向我报仇的资格都没有。 我恨你,我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启动地劳死毁机关。 昂浩九环齐炸玉对处风共数,却不料惨遭处风一张秒杀,小天台玉小刚在线妙计,竟偷偷把布兰德推向刀剑。 自毁机关一启动,我要你陪葬。 这也想买我,你怕是没睡醒吧? 光哥,人都送出去了,我们也走吧。 走吧,他不过一个废人,牵不起什么风浪。 这是什么味道,好臭。 玉小刚,求生欲挺强的嘛,我就知道你做出誓死如归的样子是假的。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军营里还有不少强者,你们若是不想嘎,趁现在赶紧滚。 风哥,他跑得好快。 看那双靴子,上面有加速的机关,应该出自楼高之时,追。 老师,不好,后方出事了,全军撤退。 就差一点,我们现在撤退会前功尽弃的,应当先以大局为重。 你再叫我做事嘛,认清自己的身份,撤。 教皇免下,唐三撤军了。 撤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除非大后方遇到变故,应该是那位教主出手了。 玉小刚的专属求救信号弹,怎么在这个结果眼上出乱子,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陛下,那我们不管他吗? 废话,肯定要去管。 传令下去,务必要将玉小刚先生保护好,不能让他受到半点伤害,否则全部提头来见。 城市不足败是有余的废物,整天只知道骗吃骗喝,可他毕竟是唐三的师父,那个人可不好人。 教主那边有动静了,我们也动手吧。 对,大闹天斗营地,把他们的破帐篷全掀了,另外拦下前去救援的强者。 自玉小刚发出求救信号弹后,整个天斗大赢全乱,而玉小刚本人还在逃命。 救我,人呐,都是哪去了?我的护卫队何在?等唐三回来,我让他把你们全噶了。 好吧,喊吧,玉小刚你跑不掉了,感受到绝望的滋味了吗? 一个恶毒的邪魂石,我诅咒你下地狱。 我是死神,地狱是我家,武魂,死神魔帘。 去。 不,不要,一切都完了。 小刚不用怕,弗兰德,救我。 玉小刚为了活命,必把将弗兰德推向死神魔帘。 玉小刚你大眼第七魂迹,猫鹰真身。 啊,好恐怖的攻击,仅是魂里鱼波,竟打碎了我好几块骨头。 不信我一定要活下去。 弗兰德,当初买我也有你份,你嘎的不冤,只是被好兄弟拿来挡刀,嘎也不会瞑目嘛。 放心吧,弗兰德,我以后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你们真不愧是师徒啊,毫无下限,表里不一,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这才是铁骨蒸蒸玉小刚,我的认知没错,下一次看谁来帮你挡下。 还追啊,援军怎么还没来,难道天要往我? 怎么不跑啊,我得想想,这次跟你打理好。 鞋魂狮,助手,第七魂迹,火龙真身。 第七魂迹,魔怜真身。 风哥,求你别伤害二龙妈妈。 狱,直接留二龙。 老儿将自己震退。 小五,活苦命的孩子,你果然还活着。 丹娘,好久不见了,可你怎么跟楚风这个鞋魂狮私混在一起? 楚风不是鞋魂狮,是他救了我。 说我是我就是呗,不需要过多解释,当年玉小刚买我,如今我来取他性命,这是天理循环。 二龙,他们嘎了扶老大。 小五,你怎么如此狠心,以前在史莱克的时候,弗兰德带你不薄啊? 不是的,是玉小刚拿弗兰德抵挡攻击,小五说的是真的吗? 二龙,你还不清楚我的为人吗?我跟弗兰德情同手足,宁愿替他去嘎。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小五,你修要欺骗我。 纯女人,跟猪一样好骗,待会打起来,我就跑。 我,我。 小五,不用说了,柳二龙不会相信你的,刚才你开口求情,我饶他一命,夕日恩情已经还清,接下来我会无差别攻击,第一魂祭,死气缠绕。 你,哪来的音乐? 邪魂狮,修要猖狂,第七魂祭,浩天真身。 不谢好天脸下相救,快点噶了这邪婚事,不用谢,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今天便铲除邪恶。 有其父必有其子,爷俩都是一个德行,这善恶从你们嘴里说出来,我咋觉得如此恶行? 废话不用多说,有本事尽管使出来。 当年施家在我儿身上的痛苦,今日一并奉还,乱披风垂法。 死神领域,看你如何灰纯。 杀神领域? 不好,我的领域被压制了,还真是九个红色魂缓。 到底怎么做到的? 就这,比你儿子还弱,凭什么跟我战斗,再不拿出来点真本事,战斗也就结束。 看不起谁呢,九环齐炸,大须弥锤。 我最想应当的就是这一招,第九魂祭,我连斩。 子子,好强,连浩天免下都败了,那可是九环齐炸。 小刚,待会我留下断后,你赶快走。 好,我一定不会拖你后腿。 我来。 唐三他们回来了,不过也好,说明比比东那边已无威胁,也算报了一份恩情。 小三,救我,说了多少次,叫我蓝号王,主风。 你夜而再再三的找茬,还伤了我父亲,我跟你没完。 怎么,你又要跟我单挑吗? 你也配,携魂是人人得而诸之,我这边有一群封号斗罗,几十万大军,看你这次如何招架。 想为我我就直说,何必说得如此虚伪? 不对,这种感觉。 风哥,怎么了? 带上圣灵交的人快撤,我为你们拖延片刻时间,记住一定要互助比比东。 是,圣灵教主,随我先撤。 现在知道怕了,还想走,拦下他们。 你有资格说这话吗?若非没时间,我真想尝试下一人面对你们所有人,死神领域,范围扩大。 好强大的压迫感,海神领域? 糟了,还是被压制,所有人听令,不要管楚风,去劫下圣灵教的人。 跟我上魂骨祭,右拳坟天,左拳轰地。 楚风打出两拳,现场一片人仰马斑,而小五等人已经跑远了。 神迹无处不在。 死神大大,你拉我回来做什么?我在外面玩得正happy,这不是扫兴吗?要不送我回去? 小风,真没办法了,你乖乖听话接受传承,几个神王说我传承违规,对我施加压力,留给我们的时间几少。 我都懂,你也不用像哄小孩子一样,我命都是死神大大理,但比比东生死关头,你必须帮我。 小事,万一他嘎了,我帮你复活他。 你这神能处,来吧,继续传承。 楚风何在?出来跟我大战三百回合,看我怎么筛你。 他消失了。 你会不会说话,这叫消失吗?他这叫逃命,明显是看到我怕了。 装,你接着装,刚才是谁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那些邪魂是一闹,整个营地全乱透,怕是的班师回朝。 不用,听我的,休整十五日,决战加灵关。 加灵关决战打响,杭三正欲击杀比比东,却不料小五带人前来救场,还被楚风一招挪杀。 这就决战了吗?刚被那些邪魂师闹上一场,怕是军心不完。 决战,必须决战,邪魂师储风肯定是五魂殿的人,攻火加灵关,要拿他祭气。 陛下,你既然怀疑我,那我留下还有何意义?这让你自己打吧。 等等,我只是提个建议,军事上的部署还得全凭蓝号王做主。 这还差不多。 可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好歹是天斗皇帝。 夜冷冷,给我爸疗伤。 浩叔的伤并不致命,可营中不少士兵的伤脱不得,我先给他们治疗。 一群战武扎之好了有什么用?我爸可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按我说的做。 好吧。 来然,把弗兰德院长的遗体抬回战武,是否同我一定要报。 弗兰德,你嘎得好惨啊,我们可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以着撒手去了,让我怎么活? 小刚你也别太伤心,人嘎不能复生。 我知道,可好兄弟去了,我心里实在难受。 老师请节哀,我有一事请教,最近抓到的五魂殿俘虏越来越多,我们该如何处置? 全部砍了,留着就是一群祸害,而且浪费粮草,砍了还能养我军威。 换我老师的命令,把五魂殿的俘虏全砍了。 等一下,算了。 好奸诈的小子,连老师也算了,这不让我背负骂名骂。 老师先休息,我还得去安排决战一事。 工程,老毒物,你来打头阵。 终于轮到我大显神威了,都说我是最弱的封号斗罗,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群战第一,毕临蛇毒。 老毒物做得好,多来几下,又替斗罗大陆出了一大祸患。 这就嘎了一大片。 能把屠禄弱者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也真是一群人才,虚伪到家了,我们需要出手吗? 不,风哥有令,关键时刻保护比比东,其他人我们不管。 助手,唐三,我要跟你决斗。 能打过我,简直是找虐。 死亡领域。 白银领域。 可恶,我究竟输在哪? 我赢了,比比东,你太弱了。 是魂珠皇,第六魂迹,永恒之创。 浩天绝学,乱披风之舞。 难道,今天我要命丧于此? 好机会,打掉比比东。 比比东的脑袋是我的,谁都不许抢,魂蛊记,泰坦苍穹炮。 比比东马上就要被我亲手砸掉,很快,我得名字回小车整片大陆。 第四魂迹,无敌尖身。 小五,你又坏我好事,刚才就差那么一点。 三位长老,缠住他,比比东,跟我走。 交给我们吧。 滚开,三条老狗。 居居海神竟如此嚣张,也就是教主没有在此,否则哪里容得你放肆。 楚风都逃了,你们还在此狂费个什么劲? 多谢,是风哥的命令,不用谢我。 不生气不生气,风哥答应成为死神,就会复活我母亲。 小五快走,我们挡不住了。 都给我拿命来,这次看谁能挡我。 完了,短时间内没法发动第二次无敌今生,别管我,逃命去吧。 不行,风哥的话就是命令,哪怕我今天交代在这儿,也得完成。 吴东,邪魂师,这次看你们还不完蛋,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我唐三。 你比邪魂师还坏。 小五,你已堕落成邪魂师,安息吧,黄金十三级,一去不返。 死神大大,就是现在。 记住,你时间有限,神迹无处不在。 死神摩连,去吧。 风哥,你来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外见教主,有我在,他掀不起什么疯了。 他就是那个教主,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又为何吕吕帮我? 那一招,他竟然挡下了。 小三,一定要替我杀了他。 可上你父亲,费你老师,但凡是个男人,都不能忍。 放心吧,老师,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只要我全力以赴,他奈何不了我。 是吗?死神领域。 海神领域。 神奇的味道,我敢确定你有神奇传承。 废话,凭什么只能你有? 不可能,我徒弟天下无敌。 风哥加油,打倒大反派唐三。 为何小五无此仇视三哥? 他们以前可是最要好的。 时间不多了,再不回来,会影响到后面的传承。 全部一起上吧,我敢时间。 上,没有他,他在墙也只是一个人。 结束吧。 极限斗罗,才半月不见,他一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外加那一身浑环,苍天无眼啊。 老定,天斗顶尖站立全伤,接下来看你们怎么办。 多谢教主,相助武魂殿。 无须客气,我帮的只是你一人,正为银魂比你收好,我一直没用过。 我还是想不起来,你是谁? 说来话长,我得走了,时间有限,此次能做的只有正义。 神迹,无处不在。 本人已经救下,这次心愿也算了了。 是,多亏死神大大帮忙,我才能及时赶到。 少拍马屁,继续接受传承吧,关键时刻可不能分心。 来吧,早点传承完,我也能早些出去。 此时的嘉陵关前,武魂殿危机解除,小五正在讲述着唐三的罪行。 大家听我说,唐三就是个真小人,伪君子。 你胡说,别以为你们用卑劣手段迎向我,就能往我身上泼脏手。 我唐三一身正气,受万人敬仰。 这是刘影时,做不得假,你们自己看。 刘影时很快放出两个画面,一是唐三说小五嘎嘎, 二是唐三去红浪漫,在场几十万人同时观看,顿时成了唐三的大型射死现场。 还姐妹花,跟我一样会玩,可小三不是那啥吗? 好恶心,没想到三哥竟然是这种人。 小五好可怜,怪不得仇视三哥,黑大渣男。 真是恶心,小五为他献祭,可他巴布的小五快点嘎。 糟了,身败明灭,我该怎么办,鸣声一回,我就全完了。 大家听我说,这是那邪魂师的幻术,千万不要上当。 对,是幻术,我有海神三叉几才能挡住,他想挑拨我们内斗,真是阴险。 我就说嘛,唐三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邪魂师就是阴险,刚才差点被骗了。 幻术吗,不像啊。 这些人真好乎有,看来他们都信了。 小五是吧,跟这种人不用废话的,之前你救我一次,那你的仇,你的恨,我来帮你报,全军反击。 蓝浩王,我们这边的顶尖强者皆负伤,不宜再站下去。 撤回大营,五魂殿损伤也不行,没法一口吃下我们。 都说说吧,怎么对付那个邪魂师。 你敢姓楚风,仅凭一己之力,激战五魂殿六大封号斗罗,还让唐三亲身感受自己的暗情。 平时不是能说回头,今天不过是打了个败仗,怎么全部哑巴。 唐三,你平时不是挺嚣张的,今天怎么不叫我,我提议换帅。 陈处义。 你们什么意思,我为帝国立过功,留过血,是你们说换就换的吗? 先问问我的三叉几同不同意。 这个我最熟悉,唐三敢说窝里头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师傅稍安勿早,大家只不过想要一个解决方案,那邪魂师太强,连师傅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若想赢下这场战争,就得先解决掉的。 谁说我不是他对手,你若胜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暗器。 胖子,我把暗器给你,你来负责设置陷阱。 好,这种小事交给我就行。 师傅尽管安排,拿下邪魂师你是手工,所有人都下去疗伤吧,严防五魂殿来算。 很好,传承结束,我得走了。 等等不对啊,这都结束了,为什么我还是九十九级? 因为你接受传承时出去过,使得传承发生了一点变化,没法让你直接成为死神。 代价这么大? 放心,你很快就会成为死神的,多去吸收些灵魂就好。 行了,知道你待不住了,神迹无处不放。 我又回来了,这次想一下要怎么戏耍唐三和玉小刚。 为你在做什么?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刚从武魂殿投城过来的,所以凤凰多多没见过我,也算正常。 这个称呼我喜欢。 对了,我朋友要是禀报,却不知道该找谁去说。 合适,跟我说吧。 我知道楚风在哪儿。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在武魂殿待遍的时候,我天天给他送饭,可他好像受了伤。 能把楚风引出来吗? 引去了,我可以试试。 我带你过去看。 前面那片树林,我们布置了很多暗器,就等着把楚风引过来,可他最近半个月突然消失了。 楚风那个恶人霸占我妹妹,我跟他的仇怨不共戴天,这就去把他引过来。 兄弟,辛苦了,最好天黑后再行动。 用了不少珍贵药材,实力终于重回巅峰了。 唐三,一个无耻小人伪君子,就红浪漫抖对钱,有什么资格统一三军? 混蛋,谁在骂,海神三恰吉。 你太慢了,抓不到我的,拜拜。 可恶,装了皮就想跑,你以为走得掉吗? 身法,鬼影迷踪。 还真追过来了,不知等唐三面对自己的案情,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楚风来了,快攻击他。 用诸葛神弩,给我往实力射。 玄御手,御。 瞎了你们的狗眼,我是蓝浩王,胆敢偷袭我。 真以为我傻,你要是小三,那我还是唐浩呢,都躲开,我要用大宝贝了,活路唐莲。 胖敢,你大爷,我给你是用来对付楚风的,你拿来对付自己人,第六魂祭,虚无。 还真是三哥。 草姬,你怕不是有鸟芒眼,我给你一堆暗器对付楚风,可你竟然拿来来算我。 是他,他骗我,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楚风啊,意不意外,我还能变脸。 胖敢,跟我一起来一下他,就凭你。 走了,今天玩得很开心,我们下次再见。 可恶,天大的耻辱,我一定要找个场子。 去武魂殿那边看一下吧,不知小五他们如何。 大功奉有令,让你立刻回去武魂城,你现在可以走了。 什么态度,你不要忘记,我才是武魂殿的最高统治者,武魂殿的教皇。 这是大功奉的命令,莫非你要抗命不成。 你们,欺人太甚。 看看近几日的战况,武魂殿旅战旅败,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连嘉陵关都要被天斗帝国攻破了。 另外大功奉马上要过来了,你知道他脾气的。 好,我这就返回教皇殿,那啦,我们走。 老师,别生气,担心你的旧伤复发。 你们几个街坊嘉陵关,谁敢不从,斩力学。 够狠的,撤我重伤,对我下手。 教皇,你要去哪,我要走了,最近多谢圣灵教帮忙。 可我还是想不起你们教主是谁。 风哥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出来,教皇要离开嘉陵关,是因为那几个强大的封号斗罗吗? 他们代表武魂殿的顶尖战力,可是太欺负人了。 那啦,别说了,我们该走了,告知。 在比比东离开后,小五也带领圣灵教主离开了嘉陵关,结果碰巧遇到处风。 不是让你们保护比比东吗?怎么出来了? 六大供奉空降嘉陵关,把比比东赶走了,看他的样子很伤心。 敢欺负比比东,那就是跟我楚风作对,区区几个供奉而已,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怕供奉该早点派我过来,看比比东怎么吃灰的,搞得武魂殿伤亡惨重。 比比东太把自己当人了,一个疯婆子而已,在大供奉眼中什么都不是。 武魂殿乱不乱,供奉殿说了算,比比东算个什么东西。 我说,一群大佬爷们在背后议论人,你们怕不是被淹没。 你是何人,我们六大强者聊天,何时轮到你插嘴? 我叫楚风,圣灵教之主,你们应该听过吧。 原来就是你小子,听说你替比比东解围,不会是他养的小白脸吧? 比比东对我有恩,嘴巴放干净点。 怎么,你在叫我做事吗? 第七魂迹,摩连真身。 全套红色魂缓,不对,你竟然是极限斗罗。 好可怕的战斗力,紧一招,二供奉就败了。 没点实力也敢叫嚣,以为你是谁。 他在强仪里有个限度,大家一起上。 来呀,省得一个个打起来麻烦。 第九魂迹,死神降临。 快,联手对敌。 九十万年的魂环岂是你们能抵挡的? 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竟然能一个打我们六个。 此次绝对不简单,竟有九十万年的魂环。 而且我感觉到他的魂固也不一般。 别猜了,也就几百万年的样子。 什么,那还是魂兽吗? 这个扯远了,现在大声地跟比比东道歉,说一百遍,否则打你们立志。 教皇妈妈,对不起,孩子错了。 看在比比东的份上,我留你们一条狗命,但谁再敢找他麻烦,别怪我打爆他的五。 昂三恋爱脑再度发动,竟倾信小五与他重修就好,结果惨遭处风两人混合双打。 免下,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听您说话的口气,是由于再帮五魂殿,不如我们一起联手进攻天洞。 别自作多情,五魂殿的存亡干我屁事,我只帮比比东一人,谁欺负他,我就揍谁。 都是误会,我们之间没动过手,最多只是立场不同。 所以你还活着,耗子为之吧? 是,是,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次,比比东和谁有如此强大的盟友,就个魂环加起来的有几百万年吧,怕是大功奉来了也得低着头走。 这次只是给你们的教训,走啊。 恭送你下,此次实力太强,还是别去招惹他为好。 可惜他没打印出手相助,否则赢下这场战争会简单得多。 没他同样行,听闻唐三受了伤,我们今晚过去偷袭,六大供奉七出,就不信那唐三能顶得住。 那倒也是,只要能斩首唐三,战争的天平就将倾斜。 拜见教主,把你们收集到的灵魂,都给我吧。 风哥,我们最近收集到了很多灵魂,全在这了,只是实力参差不齐。 没事,数量够多就行,此神领域。 陈归陈,土归土,往生去吧。 风哥好厉害的手段,可这世间真的有轮回吗? 我也不知道,此神教我这么做的,说是王者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而且这样做我的死期能够提升,利于我迈出最后的营物。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继续帮五魂殿吗? 不帮,我不欠五魂殿什么,欠的只是比比东,虽说唐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但我不会跟六大供奉联手,要对付唐三也只会自己去,我们继续去收集灵魂。 是,教主。 至于这些实力稍微强点的灵魂,我便再给他们一次生的机会,第五魂祭,亡灵重生。 在楚风打造自己的大军时,六大供奉也潜入天堂大营,而此时的唐三正在疗伤。 清点,你不知道唐骂? 三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楚风会变化容貌,才被他骗了。 蠢货,一点脑子都没有,给你暗器是用来对付楚风的,可你竟然拿来对付我,若不是我的反应快,差点就被射成马蜂窝。 三哥,我去给你找个治疗魂尸来。 别,我丢不起那个人,若是传出去,我唐三被自己的暗器所伤,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还是用蓝银领域慢慢疗伤吧。 小三,你没事吧? 一点小伤,问题不大。 你可得保重身体,老是这辈子算废了,只能靠你来报仇。 我一定会手刃楚风,可他有些实力,我打算先去海神岛完成神考,继承海神神位。 我也是如此想的,神器和寻常魂事差距太大,已如今跟楚风五五开,能成为神奇,一定能碾压他。 低气,低气,楚风果然上当了,我早猜到他会来偷袭,已经埋伏了两千魂尸,数位封号斗罗,他再强也得敢。 好计谋,不愧是我的好多儿,快,我们出去看。 不行,躺不住的,他们魂尸的数量太多了,而且还有数个封号斗罗,我们中计了,魂力消耗得太快,这样下去,必然神语于此,想办法冲出去。 可恶,竟然不是楚风,那就先把你们灭掉,黄金十三级,一去不返。 地球魂技,河流霸主,极限暴裂杀。 好强,竟然没灭掉,不行了,我没法再发动第二次攻击,继续围攻。 天斗大营的战斗动静很大,引起了楚风注意,这股魂力波动是六大供奉,他们不会傻傻的去劫营吧。 唐三不久前被我偷袭过一次,肯定有所不止。 风哥,那边打起来了,肯定能收集到很多灵魂。 走,带你去看任务。 撤,不要恋战,唐三手里的是神器,都当心点。 三哥,他们逃掉了,毕竟都是供奉,有些棘手,不好对付。 什么武魂殿供奉,不过是一群臭鱼烂虾,我都还没出汗,他们便逃掉了。 那是,我三哥天下第一,够不要脸的呀,他一直在边缘欧病,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真是越看越恶心,每次看到他的嘴脸,都想把袜子塞他嘴里。 想不想揍他? 当然想了,可我打不过他。 多动动脑子,来,我教你。 唐三正沉浸在战斗喜悦中,想你突然跑到他面前。 三哥。 再赶往前一步,我便灭了你。 三哥,对不起,我之前被处风控制,说了一些诋毁你的话,你能原谅我吗? 看他的样子不像有假,或许他真的脱离了处风控制,但这些都不重要。 之前小五用流影石曝光我,给我的美名造成屋顶,由他来邓清最合适,等利用完了,再收拾。 小五,你终于恢复清醒了,我们可是。 我一直很清醒,第九魂祭,无敌月光空天沙。 小五,你。 第九魂祭,白虎天雷灭。 第四魂祭,凤凰笑田鸡。 你记魂祭,摩连真身。 原来是你搞的鬼。 小五,为什么要骗我? 我虽然糊涂过,对你却是一片真心。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你骗过我多少次,我就骗你一次,很合理啊。 小五跟唐三仇怨很大,不像是假的。 那天看到的画面,我觉得不是幻术,肯定是某些人渣了。 都闭嘴。 唐三一声无能狂怒,震住了现场的议论声,虎风却没把他当回事,看像刚被六大供奉嘎掉之人的灵魂。 小五,我们走。 站住,真以为这里是你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懂了,你的皮又开始痒痒了,本来我还有要紧事去做,今晚不想动手答你,可你非得把脸凑上来。 有种别开五魂,我们比试拳脚。 知道你有特殊手段,让我答应你,因为我会把你所有引以为傲的东西迷随,彻底粉碎你的信心,永远把你抬在脚下。 希望你别言而无信,身法,鬼影迷踪。 蛇皮走位嘛,转得我头晕。 恐吓秦龙,吃我一拳。 好大的力气,我根本控不动啊,看来近身肉搏是行不通了。 小样,我的肉身已被魂骨改造过,随便拿一块出来都比你全身魂骨的名字高。 不管了,趁他没开五魂,防御力处于最弱的时候,我直接用那一招,看着我追魂答案。 中了。 你耍赖,说好比试拳脚的,怎么能用暗器。 兵者,鬼道爷,对付无恶不作的邪魂师,就该用出所有手段,现在我才是胜利者。 躯干骨,魂骨计,死神永生。 呵呵,凡人打不掉我了,死神摩连,去。 啊,我全身骨头被震碎了,求你不要瞎我。 杭三虚伪面具被彻底揭开,众人得知真相纷纷醒悟,史莱克七怪名存实亡。 你就是这么求人的吗?我看不到任何诚意。 我也想给您磕一个,可全身骨头都断了,实在动不了啊。 活该,自作自受,让你不遵守比赛规则,用下这种散乱的手段。 我不是故意的,是手滑了。 唐三早就该被收拾了,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唐,唐问都没问清楚,就说我欺负女孩子,硬是把我做了一顿,可那明明是我女朋友。 唐三,看来你想活着。 是,这个世界需要我,还有很多正义,等着我去主持。 开来,有胆再说一遍,别跟我扯皮,想活命也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不是太过分,我就答应。 把这枚药丸吃下,我便饶你一命。 此话当真。 放心,我在你们眼中可是邪魂师,一般坏人是最想信用的。 好,我吃。 风哥,那是什么东西,以前怎么没见过? 叫什么阿鼻丹,是我在传承地的瓶瓶罐罐里找到的。 据说吃下后会忏悔生前做的坏事,活人吃应该也行吧。 什么,忏悔,坏事。 唐三听完脸色大变,知道上了楚风的档,却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我有罪,我是个贼,偷了东西才穿越到这里,我极度楚风的天赋,所以跟老师一起污蔑,怕是邪魂师,还把他活埋了。 我经常去红浪漫,还偷看荣荣竹青洗澡,我恨比比东,故意玩弄了狐烈娜的感情,我早知道小五是十万年浑兽,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浑荒浑骨。 唐三,你竟然是这种人? 出卖兄弟勾引嫂子,我剁了你。 大家都听到了,谁是人,谁是鬼一目两眼,唐三就是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今夜过后,你将身败名裂,像你这种爱惜生育的人,活着应该会比嘎拉还痛苦。 你们走。 终于说完了,好嘞。 无耻之徒,早说了他人品有问题,你们偏偏不信,现在看到了吧。 唐三,我要跟你决裂。 无耻之徒唐三,你不配率领我们作战,滚出天岛。 不,不是那样的,大家听我解释,邪魂师手段也很毒辣,肯定是那颗药丸的问题。 一本大师的名誉担保,药丸绝对有问题。 楚风这个邪魂师百毒异常,他这是想分裂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信。 今夜显然是楚风搞得鬼,我相信蓝浩王的人品,大家记住一点,我们的敌人是五魂殿,都散了吧。 唐三是真的令人讨厌,可若是我想对付五魂殿,就必须用他这把利剑。 多谢陛下信任。 由于雪崩开口澄清,其余人也没再多说什么,可这次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了心结,不再相信唐三。 这次丢人丢大了。 小三经过这次,你以后怕是男人在婚事结婚了,近几年还是别出来的好。 我不服,凭什么,我是海神的传承者,是正义的化身。 老师,我要去海神岛,等我成神归来,看谁敢再说三道四。 好,我连夜送你走,家灵馆就交给为师吧,本大师虽魂力比废,本满脑子的计谋可不是该的。 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现在就是过街老鼠,留下来连我都会有麻烦,滚得越远越好。 叫黄脸下,大喜的。 何喜之友,说出来让我也高兴一下。 在我们离开之后,六大供奉以为自己行了,昨晚更是潜入天窦大义,打算斩下唐三。 难道成功了? 那几个老家伙,中了唐三的埋骨,拼着重伤踩下出宠围,唐三则断了全身骨头。 真的假的,局长老,你不会是为了讨好我瞎编的吧,听着一点也不对劲。 是真的,在六大供奉撤离后,圣灵教教主楚风突然出现,把唐三揍得哭爹喊娘真是解气。 他又出现了,还总是一直在帮我,可直到今天为止,我依旧想不起来他是谁。 脸下不用头脑,或许只是您曾经帮过的其中一人,如今回来报恩了。 等有机会一定要弄清楚,不可一世的六大供奉败北,脸色应该很难看吧,可惜看不到他们的嘴脸。 我们前脚刚走,楚风后脚就到了,却没有出手帮忙,他绝对是故意的。 人家不帮忙,我们也没办法,不过这次是真的险,差点就交代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楚风就是打破这场战争平衡的关键,带我去找他谈谈。 此时,楚风正在处理心到手的灵魂,实力弱的直接超度,强一些的则复活当仆从。 真累,小爷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怕是神奇传承者中的老魔了。 教主,双方发生了点小摩擦,又来一批灵魂。 放着,我马上过去处理。 随着对灵魂的分类处理,体内的死期越来越多,距离成神仅一不知咬了。 那个邪魂师在干嘛,不知道,先看看,但今晚一定要把小五救出去。 第五魂祭,亡灵重生。 天呐,他把人复活了。 谁,出来,死神魔帘。 荣荣,给我加持,九宝琉璃塔,六月提出。 第九魂祭,幽冥空间切割。 不错嘛,能挡住我随手一击,你们来干嘛。 要你的命,赶紧把小五交出来,魂祭。 神领域,镇压。 想要我的命,你们的实力可不够,我只需略微发力,你们就会变为一旁旁旁。 风哥,能别伤害他们吗?这两个傻姐妹应该是来救我的。 早说呀,差点搞出人命,你们随便聊,我还得继续工作。 你俩跟我走,别打扰到风哥,好久不见了。 小五,你没被那个邪魂师控制吗? 再说,风哥是邪魂师,我生气了。 好,不说他了,只是见你突然出现,又性格大变,所以跟竹青过来看看。 我过得很好,风哥虽说是我的主人,但从来不会欺负我。 小五,有件事你一定要老实告诉我,楚风给唐三吃下了药丸,真的能让人说实话吗? 会,一个字都不掺甲,可以用我的兔头发誓。 可恶的戴木白,我还以为他改过字新了,没想到他一直在跟着唐三鬼混。 戴老大咋了,我来说吧,那晚你们走后,唐三,胖子,戴老大经常约着去红浪漫,真恶心,除了风哥,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想问一下,楚风是在复活人吗? 是啊,我也是风哥复活的。 好恐怖的手段,你没事就好,我们要回去了。 戴木白,看我回来怎么跟你算账,我一定打断你的第三条腿。 谁又来了,我说你们烦不烦,就不能让我安静工作会儿吗? 楚风继承死神神位,一招击溃天斗大军,伪君子于小刚的报应来。 我只说一遍,再不出来我动手了。 我操心。 缅夏,是我,千万别动手,咱们共同的敌人是天斗帝国,有话好好说。 那你说呀,没看到我很忙吗? 夜西医师我们惨遭暗算,多亏缅缅夏出手帮我们断后。 有帮你们断后吗?不要想着拉关系。 况且唐三设置的陷阱是用来对付我们,只是你们自己钻了进去。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准备得如此充分。 不过我们能帮缅夏排除危机,也算值了。 打住,又开始拉关系,你有话快说。 希望缅夏能与我们一起对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停,我最后再说一次,我只帮敌礼。 可是,我不想听原因。 打扰了。 先前,我宗门惨遭徒鹿,如今宗门弟子又折死众多,宗门怕是要折在我手里。 宗主不必要老,这不是你的错。 剑书,我。 爸,我有件大事告诉你,楚风,他可以把人复活。 那个邪魂师嘛,怕不是做成傀儡。 不,是真的把人复活。 真的,族人有救了。 宗主,你看这营地,荣荣,带我去见土风。 该此是另一处的帐篷,关系就没那么融洽。 戴木白,你把话说清楚,答应过我不出去鬼混的,结果。 竹青,你大晚上的发什么神经,小三那是吃错药了,说的话不能信。 我查过了,唐三说的全是实话,我违背的誓言,今天便给你做个外科切除手术,第九魂记,庸民空间切割。 你来真的,胖子,帮我,第九魂记,白虎天雷灭。 来了,记得请我去勾兰听曲,第九魂记,凤凰地狱火。 你们连手欺负我,戴木白,你犯了错还逞凶。 你脑子有毛病吧,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好好冷静一下。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平时都在伪装,一群大骗子,看来小五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才是邪魂师。 七宝琉璃宗,宁风至,求见免下,没空,先等着。 此子简直目中无人,连宗主的面子都不给,七杀剑。 免输,不可,我们是有事相求。 看这样子,你们是来打架的。 不,不,请免下大人出手,复活我宗门子弟。 凭什么帮你,我又有什么好处,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在此立下誓言,只要免下肯出手复活我的族人,七宝琉璃宗愿永远追随。 好,我先复活一个样品,等我成神后,再复活其余七宝琉璃宗弟子,四五魂祭,亡灵重生。 这是哪儿,我不是嘎了吗?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您是宗主,见过陈心免下。 多谢出手将就,往后七宝琉璃宗任圣麟角为主。 先别急着谢我,接下来几天,我需要看到诚意。 我一定会拿出足够的诚意。 对了,唐三义前往海神岛,此次前去,怕是要获得海神神位才会回来。 无所谓,一集神器而已,先给他点希望。 然后再把他打回原形。 佩服,看来免下也是要成神的人。 风之助免下早日成为神器,就不打扰了,告辞。 怪不得那么厉害,原来是有神器传承。 宁风之不愧是贵族,说话够圆滑的,我也得换个地方,免得还有人找来饶我亲戚。 参见教皇免下。 是你们让我回我魂殿的,怎么现在又让我回来,戏少我好玩吗? 恳请免下息怒,之前的不过是战略部署,请离教皇免下,不过是想让唐三放松警惕。 怕供奉有心了,假话都不会说,你们还不是怕了楚风,否则又岂会向我低头。 加灵关再次交到免下手上,不知我们何时再次进攻。 唐三已经离开,我们反攻的时机到了,现在去集合所有人马,三日后,进攻天窦大赢。 是,不知圣灵教是否会支持我们,主要是楚风。 不该问的别问,准备去吧。 我被压了好长时间,今天终于杨梅吐气了,好爽。 本大师运筹帷幄之中,别胜于千里之外,诸位只要听从我的计划,击败五魂殿,还不是手道前来。 蓝号王不算,要不还是小心心,怕什么啊,一个楚风而已。 我们有七宝琉璃宗,史莱克,唐门,浩天宗,以及一杆天斗的魂石学院,家族,外加天斗大军,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和竹青退出史莱克,往后跟你们再无半点瓜葛,不再参与接下来的战斗。 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这,年轻人说话不清不重的,明宗主,你女儿太狡瞒了,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快劝一劝荣荣和竹青,他们肯定是被邪魂石蛊惑了,就像小五一样。 我看一直蛊惑人心的,是你们师徒吧,如今不过是一件美武魂的废人,也配得这八号势令,也不撒泡尿罩成自己的样子。 明宗主,你这是枪火呀,再说,做人不能忘本,你们前段时间的大胜,难死不是我指挥者当。 行,那你继续指挥,陛下,从今日即,我们七宝琉璃宗退出这场战争。 明宗主,有话好好说,大军需要你们的辅助。 陛下,不用理他,七宝琉璃宗都没剩几个魂石了,改变不了大局,今天我们决胜嘉陵关。 此刻嘉陵关外,双方人马对峙,小五则领着圣灵教和七宝琉璃宗在一旁等待。 小五,教主呢?不知道,一天没见到人了,都听到了,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保护比比东。 覆灭无魂殿。 安排了那么多灵魂,体内的死气终于够了,来吧,死神神位。 哈哈,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不枉我投入诸多心血,往后我也解脱了,死神归位。 最后的奖励,赐下百万年神还一枚,往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记得定期处理灵魂。 是,死神大大,我已成神,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神力波动,有神奇在附近,难道唐三成神了? 是风哥的气息,他终于迈出了那一步,真是太好了。 圣灵教,七宝琉璃宗,攻击。 跟我一起上,出呀。 谁输了,神迹,死气风暴。 他们有援军,撤了。 这次算你们运气好,下次一定把你们灭了。 活躁,你给我过来。 玉小刚,你很臭屁吗? 楚方,来啊,要瞎要瓜分你便,反正我现在活着也没意思了。 好,成全你。 死亡领域,复活。 啊,刚才的一连刀好疼。 疼吗,那再来一次。 鸿子,好好享受吧。 到底是什么怪物,嘎掉我之后,竟然还能复活我? 我不是怪物,而是神奇,是掌控世间万物生死的死神,在我的神威心颤抖。 好汤,快来人快救我。 我出手,也没人能够救你。 这一战你输了,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在你买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今日的结局。 我跟你道歉,以后我徒弟唐三也会成为神奇,我们就是一家人。 道歉,你在搞笑吗? 但说一个海神而已,我还没放在眼里,等他成神后,我再去灭掉他最后的希望。 是怪物,是魔鬼,当年只不过是买你一次,你却一直怀恨在心。 你的嘴脸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不压,过他。 好汤,都给我滚开。 看着真解气,可惜唐三先一步逃了,否则连他一起捉。 逃不掉的,他的下场只会更惨,那边的战况如何? 天斗大军全线溃败,比比东率领大军追击,这场战争的局势已经彻底扭转。 剩下的残局他自己能解决,还剩一个千道流,比比东的危机便能化解,我欠的恩情也就报完了。 多谢教主出手相助,让我们赢下一场大胜,用不了多久,我便能打得天斗撤军。 教皇勉下客气,我只是为了报恩。 不知是何恩情,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望教主明示。 罢了,我今天便把话挑明,多年前,已曾在路边给一个人水和食物,以及一枚银魂币,而我就是那个人。 我帮过类似的人不少,真没印象。 没事,我记得就行,再帮我个忙,把玉小刚调到嘉林关头,这些杜鸭每天都会来着使。 小事一桩,我用死凶狠的杜鸭,他怕撑不住几天。 面下心疼了。 东东,救我,我们曾经。 一绝,当你带领大军来打我的时候,我们就恩断一绝了,只是怕你打得太快,便宜了你。 放心,我用死气强化了玉小刚的身体。 每天太阳升起时,他的伤势会自动恢复,杜鸭会再度出现,一直到永远。 楚方,我错了,求你嘎了我,你就当一次好人吧。 在你口中,我是邪魂师,那我就得有邪魂师的样子,带走。 教主,我做的您还满意吗? 此次教主,一声令下,我可是帮了死敌五魂殿。 林震导哥,还不错,狠狠打了玉小刚的脸。 那七宝琉里宗嘎掉的人,尤其是被五魂殿灭掉的部分,能复活吗? 当然可以,但我要先去个地方,小五,你带他们回圣灵教总部。 好的,风哥,也该去见见千道留了。 今天怎么搞的?六大供奉亲职,竟然搞不定一个比比东,再这么下去,五魂殿非得被他毁了不可。 回大供奉,几些天传来消息,六大供奉已逼着教皇教权,可后来二供奉又亲自把教皇请回圈。 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说是有一个什么教主出现,打败了六大供奉,而此人站在教皇那边。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肯定是消息无误,若他们六人联手,整个大陆无人能敌。 正当千道留不明所以时。 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击败六大供奉的人,就是我。 好诡异的手法,你又是谁?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楚风,圣灵教的教主,从此以后比比东我照,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那个戏法就想管我的家是吗?你还不够格,我是极限斗罗,你呢? 动手吧,打完再聊,避免别人说我不遵老,你先出手。 老夫作为极限斗罗,还是第一次被如此看清,第七魂祭,六亿天使真身。 这就挡下了,他连武魂都没开。 继续,再给你一次机会。 少小看人,我可是天使神的代言人,第九魂祭,天使降临。 伟大的天使神啊,这次怎么不给我力量啊? 区区一级神奇,在我面前他敢降临吗? 你连续发动两波攻击,现在该我了,有神领域,跪下。 神力,这是神力,难道你是神旨继承人,好恐怖的领域为央? 一把年纪的人啊,别一惊一炸的,就我刚才的话,你可有意义。 既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我以后不会再为难比比东。 不知阁下继承的是哪位神旨? 你不需要知道,希望你遵守承诺,否则灭你如土狗。 教主,现在可以了吧? 指神领域,开。 神迹,大王灵重生术。 宗主,这是真的吗?我还活着? 后谢教主,往后七宝琉璃宗上下,院士带追随,另外风至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不用拘谨,我还是欣赏你之前的样子。 我想把宗门搬过来这边,再动用族内积蓄,把此处建成一座小城,就叫圣灵城。 哦,听着不错,按你说的去办。 风哥,竹青没地方去了,他想留在圣灵教,可以吗? 小事,你做主就行。 风哥最好了,我们好长时间没联络感情了,要不去研究一下。 正有此意,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 那我去里面等了,你快点过来。 你们要没什么事就散了,我还要要紧事办。 教主,我打扫战场时捡到几枚特殊药丸,本来是留着给朋友用的,你看需要吗? 你怕不是无中生有,我身强力壮怎么会需要,看不起谁呢?滚犊子。 他们说的话好奇怪,要开始修炼了吗? 算是修炼吧,竹青,你们听出来了吧,他们要做坏事了。 这天都还没黑,而且外面这么多人,也怪好意思。 看来小五跟楚风是真爱,好在及时发现了唐三的虚伪,否则小五要被骗一辈子。 不过我们现在危机还没有解除,唐三已经去了海神岛,等成神归来,肯定会发疯的。 海神岛我回来了,等着吧,楚风,我会让你在我面前站立。 你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我将百倍奉还。 你来了,为何你浑身都是戾气,让我感觉很陌生? 我在外面行侠仗义,赶了很多恶人,才会导致身上的戾气重。 心腹气躁,你败过? 是,败给了一位邪婚师,他动用卑劣的手段偷袭,我躲闪不及,才吃了大亏。 因此,我要成为海神,才能出去匡扶正义。 最后的考核开启,你知道我要付出什么吗? 我也不愿意看到那一幕,可邪婚师在外涂炭生灵,必须有人阻止,还望大祭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你不敢谁敢,你的使命不就是为我扑弱? 好,念在你的一片赤子之心,我会全力助你。 多赛西县祭祖堂三继承海神神位,却不料海神本人早已被处风一招妄杀,还被当场吓得贵地囚牢。 大祭司,我已斩下深海魔精王,可以进行最后的考核了吗? 海神代表光明,接受最后的传承意味着你将保护大海的生灵,并永远守护天下苍生。 你能做到吗? 我一直都在做。 好,海神的荣耀将因你而延续。 第九考海神传承开始,献祭。 神圣之门,开。 大祭司,不。 作为海神的看门狗,就该有用生命替我扑到的觉悟。 因为这是你的命。 海堂三被金光笼罩进入海神殿,开始了海神最后的传承,而在死神传承地的处风,则遇到了麻烦。 好像哪里不对劲,这种危机感是面临死亡的感觉。 可我是强大的死神,能掌控世间万物的生死,又有谁能要我的命。 风哥,你怎么了? 不知道,说不上来,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压在我身上,感觉呼吸都变得困。 不应该啊,你可是神奇。 那种感觉越来越强了,快,让所有人离开传承地。 死神,你随意更改传承规则,严重扰乱人界秩序,接受惩罚吧。 这种感觉是创世神,等等,你要找的人不数,他估计都离开这个世界,去其他地方了。 雷法,死电话了。 卧槽 老没催的,敢请我背了黑锅,神迹,死神有声。 打雷了,从没见过这么粗的雷,风哥不会有事吧? 我听老人说过,经常装十三的人会遭雷劈,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切记,神界规矩不容违反。 冤了,我可没做出格的事,所做之事都在死神职权范围内,凭什么劈我? 下不为例。 这是批错人心虚了吗?不过让我明白一件事,强如神王也不能做的太多。 风哥,你没事吧?伤到哪了?没少零件吧? 行,我可是死神,肯定不会有事。 刚才是我练秘法三千雷动,还会千动天雷。 好奇怪的秘法,练来批自己。 我修炼的层次太高,说了你们也不懂。 楚风边瞎话扯皮时,传承地外响起一道声音。 吴竹青,你个不要脸的,学会偷男人了是吧?给我滚出来。 大老大,要不走吧。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楚风不知道。 她的实力你又不是没见过。 事关脸面,你不懂的,等朱竹青出来,我当场宣布甩了她,而不是她甩我。 现在搞得像我背戴绿帽一样。 大老大,还得是你。 你们皮痒啊,我只对打唐三聂玉小刚感兴趣,没事就走远点。 戴木白,我们以恩断义绝,去哪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不要脸,你个贱人。 听到就烦,你们喜欢挑事是吧,跪下。 卧槽。 跪着吧,三五天也就能中了。 但,大老大,我被你的面子害惨了。 别说话了,用魂力撑住,不然会被压扁的。 行了,我出去见见老朋友,等我回来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 啊,好疼,滚开,你们这些可恶的畜生,楚风,我恨你。 声音挺大,看来你跟杜鸭相处得不错,要不我再召几只出来。 不,不要。 你说不要,那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杜鸭,现。 又多了两只,楚风,我真的受不了了,你给我个痛快吧。 急什么,这才刚开始,你以前埋过我,又祸害了那么多女人,这些账都得一笔笔还回来。 那要到什么时候? 我说过了,直到永远,除非我嘎了,其实你也挺幸运的,区区一个废物。 却能拥有媲美神奇的授元,你得感谢我。 我感谢你全家,你就是个恶魔。 楚大人求您放过小刚吧,他要受得罪我来顶。 你个恋爱脑,玉小刚是什么人,你心里最清楚,何苦不敢面对现实,难道没了他你活不了,真是可笑。 可是,我不想听你解释,当年买我的人里面没你,我也不会报复,劝你好做了。 风哥,你回来了,这次你准备带我们三姐妹去哪里玩? 神界,我身为死神,拥有其他神奇所没有的特权,那就是自由穿梭两界。 当然,你们只能灵魂跟我上去 神剑,灵魂,去干嘛 去了不就知道了,死神专属通道 这就是神剑吗,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眼睛是看不出来的,你们是灵魂状态,所以感受不到神力流动 这样子啊,难道我们只是上来理由 给你们找几个神奇传承,否则百年之后,我一个人岂不是很孤独 看到没,我都说风哥是最好的,顾佳 你们看,那边有个扛份插的神奇 好大的胆子,竟这般议论我,三个灵魂体,还有一个看不出实力 难道是被空间乱流卷过来的 你是掏份神吗 掏你二大爷,老子是海神,敢武灭神奇者,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海神三叉戟,神迹比掏万里 原来是海神,这一言不合就动手脾气够臭的,超神器,死神磨连 死神之力,你,你是心上人的死神 是我 在下海神,拜见神王大人,之前是我眼多,属实没能认出来 起来吧,不知者无罪 多谢死神大人,若没什么事的话,我去忙了 去吧 风哥,刚才的那个神奇,就是唐三的传承神,海神 没错,是他 风哥就是厉害,连海神都得对你毕恭毕敬 基础操作而已,只是现任海神都惹不起我 唐三却偏偏要得罪我 这种事情要是让海神或者唐三知道,不知道他们会有何对相反 当然是海神跟唐三撇清关系,唐三则下的跪地囚牢 另一边在海神得知新任死神来到神界后,为了避免以后发生误会 果断用投影师跟唐三联系 独风出灵神界就与三大神王上门找查,欲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唐三 海神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最近很用功,应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海神 我不是来检查传承进度的,而是突然想起一些重要的事 需要你了解一下,否则得罪了一些神奇,那就真的不好了 请海神大人告知,我一定铭记于心 神界的等级由低到高分为,神官,三级神,二级神,一级神 再往上面是神王,而你绝对不能去招惹神王 这个海神大人讲过,五大神王分别是善良,邪恶,修罗,生命,毁灭 我肯定不会去招惹他们 那些只是表面实力,我刚才见到新任死神,觉得也有必要告诉你 神界除去明面上的五大神王,还有死神,吞噬神等等 你也不能招惹,重点要记住拥有生杀大权的死神 记下了,可心上认得死神长啥样呢 你自己看吧,虽说他对死神的手段还没融会贯通 但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 这怎么只有一个背影,不太好识别 你别挑三拣四的,投影死神的正脸那是大不敬 记住,千万不能得罪他,万一不小心起了冲突,你一定要逃 经济海神大人提醒 死神这么厉害的吗,要是我能跟他攀上关系,以后还不横着走 可这背影怎么越开越水气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们共同来自斗罗人界,你有得罪过他吗 我发誓,绝对没有,这种高高在上的神王,又岂是我能见到他 这是另一边 楚风发出了神王令 召集了,人气前来几何 拜见死神大人 不必多礼,我也就不啰嗦了,此次来神界 一是成为新任死神后来混个脸书 二是要给他们三个找神奇传承 哦,全我,全我 神奇们都挺热情,可我还得考虑比比东那边 罗刹神,天使神,二位就算了吧 我跟你们的传承者有些交情,就不多人所爱 听死神大人如此说,您跟比比东的关系一定不错 我一定给予最大的便利 你们喜欢哪个神奇传承,随便挑 风哥,你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神奇传承还能挑的,这是买菜吗 风哥威武,霸气 话说你在神界是啥地位 感觉唐三在你面前就是个屁 反正地位很高,你们还是先挑神奇传承 让众神奇等久了不礼貌 没事,我们成天闲得很 对对,几位慢慢挑选 我选轮回之神 我选智慧女神 我选冷漠之神 多谢各位捧场,其他神奇就散了吧 对了,什么时候可以传承 这流程还得走一下,需要传承考核 不过请死神大人放心 我们会把考核难度调到最低 好,尽量搞快点 好强的神力波动 不知是哪位神王清零 新认死神原来是个矛头小子 看起来不杂地 只能说死神的眼光太长 回身都是死气 真令人厌恶 你上神界不报备 又召集神奇选传承者 踏实不合规矩 竟然是三个神王级强准 听他们的语气对死神并不友好 说话,刚才不是挺狂吗 也不是那些神奇脑子 怎么想的,竟会怕一个死神 见过三大神王,不知有何事指教 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听说新的死神来到神界 我们看一下够不够合 我已继承神卫 是吗 神器毁灭全场 神器毁灭之光 我也不是阮世子 神器,死神魔连 神器,魔连十字斩 双方打平了 他不过才刚成为死神 可恶 那个神卫为什么非得压我们一头 热身结束 我来争戈的了 神王级,毁灭众生 好 这是想要我的命 神王级,死去黑罗 不错 我也来凑个热闹 神器,修罗魔剑 卧槽 死神专属通道 开 后会有期 假如为何逃了 他回了人界 我们没法跟过去 若不是他能穿梭两界 我们五大神王天天教他做人 那了 这次就算给他提个醒 让他知道 神界到底谁是领军人物 什么死神 蜕是神 全是杂牌神了 没想到神界的水如此深 看来还得提升实力变强 对了 之前提醒过罗刹神 他应该会去帮比东吧 太难了 为什么罗刹神留下的考核如此难 不好 北立刻出手 降低神考难度 要不然 他考不过的是 被死神大人知道 那就玩犊子了 拜见罗刹神大人 还装 你认识那位大人 怎么不早说 若是你直接说出来 我就把你考核的难度 降到最低了 哪位大人 我认识谁了 没有啊 死神大人让我关照你 算了 我已调低难度 你继续考核吧 死神 谁啊 能让罗刹神点面子 我认识这么厉害的神鼎吗 对了 说到死神我倒是认识一个相似的 不会是他吧 风哥 最后那几个是什么神 他们好像不太友好 没什么 老死神的损友 遇到了了几句 这样啊 我还以为他们要打你呢 不过刚才好梦幻 谢谢风哥 我说过会对你们负责的 等你们都成神了 我们就能永远生活在一起 教主 你们这是怎么了 爸 风哥带着我们的灵魂去了神界 还给我们三人找到神奇传承 我很快就能成神了 多谢教主赐下机缘 我已在周围建了数十栋楼 不知教主可否还有其他意见 没有 这些小事你做主就好 警报教主 嘉林官来信 玉小刚被人救走了 谁干的 难道唐三回来 不 是浩天宗 如今浩天宗全员加入雪峰阵营 局势再度反转 看来唐孝也插手了 他帮谁我管不着 可就走玉小刚就不行 去看看 快赶走这些毒鸭 别让他们再啄我了 真的浩唐 浩天锤 乱披风锤法 浩奇特的毒鸭 打散了又能再次凝聚 而且不伤害其他人 专门攻击大师 别研究了 你们快点 给我想想办法 解灵海 虚细灵人 没错 只有我能化解 你们思域小刚 真是好大的胆子 昂浩极全宗之利 欲为唐三报仇 却不料楚风 随手一击 已是他们的极限 千任雪终于成神归来 以为楚风对比李东 护魔部 楚风 该把这些毒鸭赶走 难道你不喜欢小动物吗 看这些毒鸭多可爱 每天都缠着你 就是个魔鬼 你这么激动干嘛 不喜欢我让他们走就好了 散 楚风 你来这里干嘛 真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吗 有办法尽管使出来 我接着就是 别以为你有神奇 传承了不起 如今面对整个浩天宗 看你这次怎么隔屁 你个废物又觉得自己行了吗 对呀 你能怎么样 现在浩天双星赛场 外加一大群魂尸 还不幸治不了你 我驱散度鸭 并不是我原谅你 而是要换个新的玩法 烟火 练魂 直接于小刚身上 瞬间喷涌出几道蓝色火焰 在地上直打滚 而烧伤后又往上修复 爽嘛 接着叫嚣啊 楚哥 楚爸爸 快把这火灭了 万一烧到别的东西 起火就不好了 这夜火只烧最大恶极之人 对其他人和物没伤害 楚风 求你放过小刚吧 他已经被你折磨很久了 我跟玉小刚的仇 一辈子都没法换 你有气冲我仨 拿着火来烧我好了 这罪我替他受 对对 烧他 求你放过我吧 玉小刚 你混蛋 连这种话都能说出口 老娘看错你了 二龙 这不是你要求的吗 第七魂技 赤龙真身 别踩我了 我已经够痛苦了 随便打 他如今是没有魂力 但肉身强的一体 不打了 怕脏我的手 咦 我也沾到了蓝色火焰 可一点都不疼 都说了只烧最大恶极之人 你不过是蠢一点 肯定没事 多谢阁下让我看清玉小刚 使来客的随我回学院 我们退出这场战争 不 以后要把名字改回来 还叫蓝霸学院 刘二龙 你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 我们可是有夫妻之名的 你居然不管我了 你不配 从现在起 我们恩断一决 一个人面兽心的狗东西 如今落得重判 清理的下场 我该走吧 为家灵官 我觉得还是把你吊起来合适 打尸是小三的粮食 只要我还站着 看谁能动他 谁敢动浩帝 就是跟浩天宗过不去 正好 今天就看下浩天双傻 能不能扛住 随手一击 来 你们先出招 小心 他很强 怕什么 这里有浩天宗五个长老 外加浩天双子 以及浩天宗全部弟子 一旦启动那个阵法 连极限斗罗都能敢趴下 别搁那吹牛了 赶紧发招 我打完还得回去照顾三位娇妻 浩天宗所有弟子听令 浩天阵法 起 有点意思了 击中人魂力于一身 实力以无限接近三级神器 可惜面对的人数 浩天绝学 垂涵天地 死神魔怜 随手一击破开浩天阵法 你不是人 那贼 你伤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你说我饿那我就饿呗 毒鸭 无限着实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说我是恶人 那今天就饿一个给你看的 把你们都挂到嘉陵关头 享受着无尽的折磨 楚风大人 我有件事跟你商量 绝对是宋服录 啥事 赶紧说 请阁下加入我的阵营 若阁下补起 我愿拜你为义父 滚 你是唐三的徒弟 我跟他有深仇大恨 你们之间的仇个评本事 我绝对不参与 真无耻 绝对是跟唐三选的 随后楚风前往嘉陵关 调起了玉晓刚跟唐号 有人成神了 这神圣的气息 必然是天使神 没想到千任雪会先一步成神 看来老天使神 还是比较给面子的 这就是神力嘛 感觉好强大 随手一挥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威力 远非极限斗罗能比的 雪儿 你终于成为神职了 真是老千家的福气 爷爷 我感觉有些奇怪 最后的传承考核似乎很简单 我也很疑惑 原本是需要我献祭 开启最后的考核 可天使神的意志 却突然下极 主动打开神圣之门 跟我说话 还客气得不行 还有这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 不过有一件事得告诉你 最近有个男人在暗中帮助他 两人走得很近 谁 在哪 叫楚风 住在新建起来的圣灵城 我能感觉到他也是一位神职 我可是一级神奇 这就去会会他 谁是楚风 他来找我干嘛 难道是天使神提及我的名字 特地过来感谢我 要报恩直接来吧 我赶时间 大四 你接近他图谋不轨 别以为你的奸计能得逞 哦 你说比比东啊 我只是去报恩的 哼 借口 以后不许你接近他 否则后果自负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好 大家都是神奇 那我们就用拳头说话 神器 天使圣剑 神器 死神魔怜 服气了吗 你的神力强于我 不对 是你的神器比我好 神迹 六一光斩 还来 死神领域 压制 绝对的神威压制 你 你是神王 别大惊小怪 不就是神王吗 我败了 要敢要寡随便你 算了 看在你妈的面子上 我这次就饶过你 也以为放了我 我就会对你有好感 反正你跟她的事 我不同意 以后最多叫你叔叔 这都什么跟什么乱七八糟的 比比东都一把年纪 不过你倒是不错 风哥 你鼻咕什么呢 没 我没说话呀 你换听了 姐妹们 风哥说 我们伺候的不好 我们一起伺候他 这么晚 神也抵不住啊 唐三 开始最后的冲刺吧 你距离神尾 只有半步之遥 请赐予我力量吧 为君子唐三终成海神 欲将五魂殿彻底覆灭 神 我一定要成为海神 终究还是差了些火候 罢了 我来助你一笔之力 海神之力 我感受到了 真是好强大的力量 你千万不要停 成了 新的海神 我往后终于不用再操劳 海神 有劳了 这份恩情我唐三会记在心底 无妨 记得多运用神力 增加熟练度 这小子什么情况 才继承我的神位 口气马上变了 告辞 我还有事要去做 我们神界再相遇 武方 你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这次要是还不能把你砍 我就叫憋三 有人成神了 还是两道不一样的神力 看来是海神和罗刹神 唐三 你应该会很快回来 见过死神大人 你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我又不蠢 当罗刹神大人给了些提示后 我便猜到了 能让一级神奇都忌惮地存在 唯有神王 聪明 知道了也没关系 反正我从没想过隐藏身份 对 有件事要你帮忙 还请死神大人明示 我能做到一定棒 把柔骨突的魂环剥离出来 我要复活它 这对神奇来说并不难 风格真好 从来没有忘记对我的承诺 可以 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希望能跟死神大人交手 这个完全能理解 毕竟实力暴涨后都会收养 多谢 死神大人小心了 罗刹领域 死神领域 领域和神卫的双重压制码 神器 罗刹魔帘 神器 死神魔帘 还来吗 这点攻击强度可威胁不到我 再来一招 神迹 罗刹天机 神器 磨连石自斩 不打了 力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这一级神奇跟神王的差起 宛如天地鸿沟 话说你用全力了吗 肯定没有 这不过是一场切磋 若我真动用全部力量 你肯定难了 死神大人还真是耿直 红环 玻璃 妈妈的气息 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 死神领域 这事呢 我怎么还活着 妈 小五好想你 小五不哭 妈也想你 我这不是好好的 没事的话我走了 还得去找个新的魂环补充 否则少了一个魂环 感觉怪怪的 请便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 这就是神王的力量吗 真的好恐怖 难怪连罗刹神大人都要低头 我得加紧修炼了 那个坏人走了 小五 这些是你的朋友吗 妈 我来给你介绍 教主 出事了 可是 就如今的局面 难不成还有人敢对圣灵教出手 我们圣灵教在汉海城的分坛 被人给一锅端了 走 去看看 教主 你看 这被人打得老惨了 还残留着海神神力 是唐三所为 这人成天就会干些偷鸡摸口揍道 有气直接朝我来 何必对小人下手 教主 那怎么办 放心 我如今已是神王 只要我还活着 你们这些亡灵就不会打 死神领域 拜见教主 行了 怎么办 他是我的猎物 我自然会对付 这个点应该到嘉陵观万了 可恶 天佑五魂殿 不佑王 之前重伤比比东 整场战争都快赢了 结果半岛下出个处方 如今更夸张 千人学居然成神了 这场仗还怎么当 陛下 局势对我们不利 还是先撤吧 再挽救走不掉了 命令全军拔营 撤 都怪唐三师徒 之前信誓旦旦的给我担保 可如今一个失踪 一个背景 许下的承诺还有何用 雪崩 住宿出来见我 唐三 你这是成神了吗 天斗地国有救 雪崩 注意你的言辞 我如今可是海神 随便称呼 是对神奇的亵渎 是海神大人 唐三 你别在这摆谱 黄世封你为蓝浩王 你还是雪崩陛下的子民 格龙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其实我也看你不爽 如今还敢对神奇不敬 跪下 我们刚吃了败仗 格龙心里不好受 才会说错话 还望海神大人开议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我保证是最后一次 等这场战打完 我一定命令全国给海神大人修建雕像 好 对于神奇而言 信仰之力不嫌多 对了 我老是和我爸呢 被楚风抓走了 如今正掉在嘉林关外受苦 又是楚风那个恶贼 这次我一定要他百倍偿还 可恶 他竟敢对陛下不敬 况且只是随口几句 便对我用了神力 等此战胜利后 唐三一定会无法无天的 我也知晓他们师徒不是好人 可要对付五魂殿 现在只能靠唐三 行了 你去聚拢全部军事前往嘉林关 我想再搏一次 这火好糖 嘎又嘎不到 老天 求你来个雷把我劈了吧 每天被毒压拙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小三 你成什么吗 记得一定要给我报仇 老师 我来救你们了 海神之光 小三 你是我的骄傲 王后终于不用再受苦了 该受折磨的人是他处方 唐三 海神神力 没想到你也成神了 天使神嘛 千人选 你不是我的对手 乖乖让出嘉林关 再给我当暖床丫鬟 我就不为难你 大言不惨 神器 天使之剑 海神 神器 圣燕焚焚天 刚好水克火 神器 滔天俱拉 不好 被完全压制了 难怪天使神大人说 海神是神界最强的一级神奇 你也就这点实力 再打下去必输无疑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不如乖乖束手就行 成为我的奴隶 我会好好的爱护你的 至于你的爷爷和武魂殿众人 我就当着你的面 一个个噶掉 成神了还是最负责性吗 你所有的美好唤醒 就由我来终结 唐三楚风上演双神大战 伪君子唐三 打不过直接摇人 其料海神刚来 就被楚风吓到会下 楚风 我今天便代表正义 消灭你这个邪魂师 还天下一个太平 还真是敢说 你既然获得了海神神位 势必牺牲了波赛西 吃着别人的血馒头谈正义 你也配 休要胡言乱语 波赛西等候多年 为的就是给我陷阱 祝我成为海神 是他的无上荣光 张口就来 还得是你唐三 小三 别聊了 快来救我和你父亲 这毒鸭又出现了 钢子你放心吧 我如今成神归来 不会把楚风放在眼里 叫我什么 成神后就飘了吗 我还指望小三带我去神界 这一下可如何是好 来吧份插神 梦该醒了 让你见识下海神三叉戟的 全部威力 神界滔天俱浪 神如近 死神永生 之前不是请狂的吗 你接着蹦的 怎么可能 我之前和他交过手 楚风的实力明明很强 起码是神王级别的 难不成成天 跟那几个丫头 腻歪在一起 神力被掏空了 你别想着逃跑 我待会再来对付你 小三 快来 这些火烧的威势好疼 还有楚风 用神力幻化出的毒鸭 一直在着实好天面下 来了 催什么催 一点小火苗二眼 忍一下就过去了 我看你是养敦 处优的日子过多了 咋不定点疼痛都受不了 小三 你别生气 是老师做得不好 给你拖后腿了 完了 小三彻底变了 似乎不想再认我这个老师 可我如今是个废人 连二龙也离我而去 我若想翻身的话 只能仰仗这个白眼狼徒弟了 海神之力 终于摆脱楚风那个恶魔了 之前折磨我又如何 能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是吗 只有这点力道吗 你的实力太让我失望了 对 就是这股神力 我感应到了 他刚才肯定在绊猪吃老虎 少看不起人 我能困住你一次 就能继续困住你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只是顺手洗了的澡 毁灭吧 黄金十三级 斗转星移 神技 我连旋风展 好可怕的神技 居然挡下了我的强大攻击 就这 你也吃我一招 超神技 生死着 能轻松击败我 你肯定是神王级别的神奇 现在才害怕吗 是不是晚了点 神王 死气 以及神鬼莫测的手段 你就是心上人的死神 不好 我不够是一级神奇 真打起来占不到任何便宜 现在只能逃 小三 你怎么自己跑了 带上我呀 老师 你再坚持一段时间 等我完全融合掉海神神力 便回来救你 你一定要回来 我们只能等你 这话你也信 杭三连他爹都没带走 凭什么带你离开 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少挑拨我们师徒间的关系 小三一定会回来的 小三是我的骄傲 无论你怎么诋毁他 都改变不了小三在我心中的位置 那就抱着你们的幻想 继续接受惩罚吧 死神大人 求你别有火烧我了 要不直接把我噶了吧 好 成全你们 现在爽了吗 这不欺负人吗 我连响嘎都成了奢望 早知道会这样 当初就不埋他了 可恶 要不是你近今年躲得好 没让我找到藏身处 否则你一定活不到今天 竟说些屁话有意思 你们谋害我不成 那就只能接受我的复仇 入压 去 又来 我这才输谈了几分钟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小三 救我 多谢死神大人出手相助 之前有冒犯之处 还望见谅 你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出手帮忙是应该的 什么自己人 那是你跟他的事 反正我不会改口叫你 莫名其妙 敢什么口 没什么 死神大人 唐三留着始终是个祸害 还是尽快除掉的好 可惜他已经逃了 唐三逃不掉的 你看着他们两个 我这就去追击唐三 可恶 没想到楚风继承了死神传承 怪不得实力如此强大 往后我就在海参倒闭死关 不到神王绝不出来 好的是真快 若没点特殊手段 还真不一定追得到你 楚风 你简直是阴魂不散 有什么要求你 尽管提出来 我们没必要死磕到底 废话就别说了 直接动手吧 是你逼我的 海神大人 我早与仇家追虾 快来救我 谁敢动我的船人 不想活了吗 看来现在海神可降临在海神岛范围呢 可你说话的态度十分不喜欢 不喜欢也得受着 如今双神出世 我们又是在海上作战 纵使你的实力再强 我们联手也有一战之力 是吗 这还有什么好质疑的 我看你也是活 卧槽 再见死神大人 小分叉 我上次去神界看到你 以致你再给唐三传承 但我觉得冤有头债有主 并未为难你 可你如今在做什么 要联合唐三一起就动手吗 死神大人 你听我解释 我怎么可能针对你 真的是不知情啊 唐三 你这个傻缺 跟你说过多少次的 看到死神绕着走 可你偏不信邪 非但得罪了死神 还把我一起拉下手 海神大人 我们不用惧怕楚风 一起出手把他灭了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既然不关你的事 那就哪来都回哪去 多谢死神大人 怎么会这样 没看出来啊 还会摇人 接下来可就只剩我们两个 死神摩连 杨三海神神位破锁 彻底沦为罪人 真以为我怕你 这里是我海神的主场 海洋生灵疯狂信仰我吧 借助信仰之力变强了 看来你多少还是有些光明 感受到我的强大了吧 你有神王 实力又如何 在海神岛上 我是无敌的存在 好 既然你如此自信 那尝试下我这一招 神迹 月牙天冲 大海 赐予我力量吗 十三几何一 海神的黄昏 好强 我主场作战都赢不了吗 小别三 你刚才的牛劈劲吗 站起来继续吹呀 少担他得意 来啊 有种感了我 若我只是想要你的命 根本不用等到现在 难道你要放了我 你怕是在想辟吃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骄傲一点点货 灵魂切割 好疼 你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慢慢享受吧 我的攻击附带死神之力 能直接伤害到你的灵魂 以你一级神奇的实力 至少也能撑得几天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醒醒好吧 求你赶了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你叫爹都没用 今日战败的人若数 下场肯定是害惨 我的海神神卫 海神神卫这就碎了吗 也太脆弱 才扛住两万五千连岛 为什么 我两世为人 本该称霸这片大陆才是 竟不是你对手 我偏不告诉你 让你嘎不明目 下去喂鱼吧 浪了几天也该回去了 顺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刚子和唐浩 免得他挂你 可恶的唐三 不是说你没招惹过死神吗 这下被你害惨了 如今海神神卫破碎 连带我的实力都受到波及 本来可以去往其他世界 可如今还得留下继续凝聚神卫 海神 我感应到你的神卫破碎 到底怎么回事 回禀神王大人 是死神 他对我的传承者大大出手 打碎了海神神卫 死神 一个只会躲在阴暗里的老鼠 若不是我们不能下界 早连和其他神王灭了他 你的传承者如何了 快隔屁了 还有最后一口气 出手救他 神王大人 这样做怕事不妥 万一被创世神察觉到 我可没好果子吃 混账 你要忤逆我的意思吗 神王大人别生气 我击碎海神之心 救他一命救死 命苦啊 救唐三 便会得罪死神 不救唐三 现在就得给修罗神收拾 当初真是眼下了 才会找这个唐三 这是哪里 难道我还活着 可我不再是海神 又该如何向楚风复仇 唐三 我是修罗神 你现在去杀戮之都救治 那里有我的传承 神王级的神卫 多谢修罗神大人 楚风 没想到吧 我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等我成为修罗神 再去给你清算过往的一切 一群臭毒鸭 给我滚一边去 你可别好了 叫得我心烦意乱 免下 难道你不疼吗 这种疼痛难以描述 但让人生不如死 忍着 来回让楚风看到了笑话 希望小三平安无事 小三一定会战胜楚风 然后回来大救我们 以我对小三的了解 他刚才不是逃跑 而是右敌深入 最后借助一些手段 灭掉楚风 看不出来 你挺了解唐三 这就是臭味香头吧 楚风 小三在哪 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我能怎么样 不过是随便打了他几下 他如今应该在海里喂 我的儿子 楚风 我跟你的仇不共拜天 别叫唤了 看到你们痛苦的样子 我就放心了 慢慢享受这漫长的日子 不 你回来 陛下 据探子传来的消息 楚风现身了 楚风追着唐三出去 结果回来的只有楚风 唐三肯定遭遇了不测 局势对我们很不妙 那我们该当如何 决一死战吗 我们大势已去 如今武魂殿有两大神职 外加楚风偏向武魂殿一方 天斗已无再战之力 照此看来 我们已是毫无胜算 武魂殿迟迟没对我们发动攻击 是因为压根没把我们放在眼中 我们完全没有希望 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你赶快去收拢全军 撤退 你真要对我出手吗 我并不想跟你战斗 只要你交出教皇的位子 大家便相安无事 否则唯有死战到底 不可能 你想是我 简直大逆不道 你从小就讨厌我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从没有一天进过人母的义务 我 小雪 别说了 快点动手 投靠比比东的封号斗罗交给我们 知道了 天使领域 罗刹领域 所有的恩怨情仇 就在这一战中解决吧 天使之剑 神迹 赤燕展 罗刹磨脸 神迹 恶面骷髅 不要逼我 我不想伤害你 来吧 孩子 我也不知道是恨你还是恨他 多年以来 我一直没能走出阴影 刚才你说的对 我的确欠你太多了 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来 一招决定胜负 好 我答应你 反正你从来没把我当亲人 两人此番的大战惊动了神剑 天使神和罗刹神更是一头雾水 不对啊 我的传承者 跟你的传承者在打架 他们跟死神关系不一般 怎么还闹起来了 先别管那么多 赶紧通知死神大人 知道海神的传承者了 就因为得罪了死神大人 连神位都被干碎了 死神大人 无意打扰 我有要事禀报 千任雪比比东母女反目 开启殊死决战 有话赶紧说 是 神王大人 比比东跟千任雪打起来了 随时都会有人陨落 卧槽 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早说 妈 这是我第一次叫你 也会是最后一次 这一季过后 我们注定只能活一个 我的女儿 来吧 让我看看 你到底长大了没有 神迹 永恒天神 神迹 罗刹天机 教皇大人 你可一定要赢啊 只有你才配同龄武 闻变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粪吗 再敢啰嗦一句 现在就把你宰了 大供奉 情况不太对 双方僵持住了 不行 别想办法破局 再继续下去 怕是两个都会云落 我们供奉殿全员出手 应该能打破平衡 罢了 为了武魂殿的未来 攻击比比东 飞比 无耻 以往为大供奉 其实所有事我都知道 只是考虑到小雪 才会让你一直活着 你也不想我全部都说出来吧 别说 所有的一切 让他们跟我一起 深埋黄土之下吧 你有这个觉悟很好 小雪 瞎了他 一切就结束了 我下不了手 这文恶人我来当 应是圣剑 咱 要结束了吗 我荒谬的一声 还好来得及时 不然惹出大乱子 这不是华为May60 Pro吗 楚风有什么渠道吗 介绍介绍 这左下角只有刚到的 厂家准备了5000台华为May60 Pro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填好地址官方直发 我这苹果15 Pro Max 也是左下角领的 咋没见着新款华为 苹果是保底福利 但华为得认准左下角 急速通道才能领 先去养龙四吞噬龙魂 直接进阶灭视魔龙 战力飙升3000万 阿佩攻略抗龙游会 全凭暴击增益 华为快人一步拿到手 这么快 要拉人助力吗 放心 再告诉你个攻略 点左下角链接 再点立即下载新版本 开局就送昆彤做起 吞噬进阶换视地昆 轻松刷怪升级 阿佩满阶视天玄弓秒掉爆 争夺boss手杀 直接霸倒第一 华为苹果随便 那我也下个试试 你又出现了 为何老是干预五魂殿事务 我需要干预吗 小小五魂殿 抬手可灭 笑话 如今我孙女已是神指 并不拒你 千道流 你笑的锤子 你孙女可打不过我 微言耸听 我知道你也是神指 但我孙女乃是一级神指 你比他强 难道你是神王 爷爷 他就是神王 我没听错吧 他是神王 没错 我是死神 举手投足坚 便可掌控世间万物生死 神界五大神王 没听说过有你啊 死神这种至高无上的存在 你当然没见过 若非我暗示天使神 你早已经陷阱了 死神压迫 比比东你想如何 我帮你对付他 只需你一句话 多谢死神大人 你为我做了很多事 一顿饭的恩情早就还了 可这是我的家事 还望死神大人不要插手 随便你吧 小雪 死神大人不插手了 你快点动手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可是 我 老东西你很喜欢带节奏是吧 让女儿是母真说的出口 死神之力 好疼 还请死神大人手下留情 你们果然有奸情 所以你要帮他 我没时间跟你们好 虽说这件事难处理 但打了你 也能结束这件事 我是打不过你 但绝不会束手就擒 天使圣剑 斩 死神摸连 神尾 赐予我无尽的力量吧 大天使领域 只有这种程度吗 神迹 死亡射险 我败了 要瞎要挂随你便 现在就送你上路 死神摩连 处风抬起死神摩连 准备麾下 见鼻鼓突然冲出 拦在千任雪身前 不要 求死神大人高抬贵手 你 要救我 不行 我今天杀一大旗 你们只能活一个 我嘎 这是我欠小雪的 今日一并还了 好 成全你 不要 还是嘎我吧 放过我妈和其他人 这就对了 本来就是母女 有什么好打的 行了 以后和平相处不是挺好 小雪 别被套路了 一笔东是你的仇人 他嘎了你的 爷爷 你怎么呢 别担心 实力只要没到神奇 我随手就能复活 先让他嘎几天冷静下 多谢死神大人 让我们母女和好 举手之劳 不用客气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对了 天斗帝国以后就归我所有 光笔下振作起来 我们只要不放弃 就还有希望 听到连一个神旨都没有 我拿什么振作 你告诉我 说来也怪 大陆上已好多年没出现神奇 可这一来就是四个 看来雪崩大帝心情不错 还有闲心喝酒 有刺客 护驾 上来送人头吗 滚 这就是神奇吗 仅是一声呵斥 便击退了上千天斗皇家骑士 住手 不得无力 不知楚风大人前来所为何事 逼你退位 然后我掌管天斗皇室 你想当皇帝 我可看不上 只是想要一些东西 总之你退位后 我会让别人成为新的帝王 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 你想要拿去便是 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你说 我怎么说也是一代帝王 还望楚大人给我点面子 给我几天时间再让问 可以 我正好要回去一趟 把未来的天斗皇帝接过来 恭送楚大人 陛下 就这样把皇位让出去 你甘心吗 没那么容易 管他是神志还是凡人 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皇位 你等着看好戏吧 对了 我命你派人去寻唐三 可有消息 没有 怕是已经陨落了 伟大的修罗神 我已到你指定的地点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到了吗 很好 去杀戮空间找到我的雕像 便可接受神奇传承 还要考验 可我如今浑身是伤 怕是难以通过 放心 只是走个过场 况且你已经成过一次神 接受传承时会快很多 谁在呢 出来 杭三拒绝修罗神神位 走上另类传承之路 出来 否则我要动手了 是我 天斗密探 拜见蓝浩王 是雪崩派你来的吗 你跟踪我一路 所为何事 如今天斗吉吉可威 陛下让我们 四处寻找蓝浩王 准备让你回去 主持大局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是 我这就回去 跟陛下赴命 这样会暴露我行踪的 万一被处风知道就麻烦了 你还是上路吧 噶人才会保守秘密 你 我如今实力大跌 又将接受神奇传承 还是小心为妙 而你噶在我的成神大业上 也算一种殊荣 别在这自言自语 尽快去我的石像处 是 神王大人 神王大人 我准备好了 考核开始 不对 怎么是你 你居然还活着 可恶 这是我选中的人 你为什么要来插一脚 不对 这神奇传承出问题了 不是修罗神王 到底是谁在坑我 无乃吞噬神王 是神界最具成长性的神奇 只要你吞噬的能量够多 甚至能打破神王境的束缚 这不发达了 敢问神奇大人 何为能量 世间万物均是能量 包括祥 当然 吞噬神力会修炼的快些 等我成为吞噬神王 能打败死神吗 可以 但你要努力修炼 唐三 别听他胡说 再次去我的神像前 进行传承考核 吞噬之神早已隔替 我会击碎他的传承印记 当真以为我傻 你不过是想控制我 让我成为你的打手 而吞噬神已故 我接受他的传承是自由的 你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可是让海神救过你的命 别打扰我 我要开始吞噬神传承了 之后还要去找楚风报仇 白眼狼 伪君子 别让我在神界碰到你 否则让你跟楚风同归于尽 命风至 你若成为天斗皇帝 能管住天斗帝国吗 这个并不难 由于我经常在天斗皇宫走动 跟那些大臣都熟络 如此便好办了 我刚去见过雪崩 他将会让出皇位 多谢教主厚爱 风哥想要天斗帝国 是想获得信仰之力吗 没错 那东西每个神奇都渴望 而且越多越好 为何不联心罗帝国一并拿下 不急 一步不来 我们先去天斗皇宫 雪崩 对线你的承诺吧 把皇位传给宁风至 我即位后 依旧会供养皇室 你们将世代过着 无忧无虑的生活 先行谢过宁宗主 在禅位之前 我经大家一杯 希望宁宗主带领天斗走向辉煌 好 我们举杯痛饮 这酒有问题 好你跟雪崩 居然跟我玩花样 给你张好牌都不会 苦风没第一时间点破 而是跟众人喝下毒酒 想让雪崩先开心一下 刚喝下宁风至就有了反应 肚子疼 这酒有毒 中招了吧 这是我雪家的歧毒 天鹅外 会被我操作 恭喜陛下 不仅保住了皇位 还获得一位神奇打手 楚风 你之前不是挺狂的 我命令你扇自己嘴巴 是 好疼 难道我下错指令了 做白日梦呢 还妄图控住 以对神奇的力量一无所知 楚风 你不想他们有事 最好别乱来 只有我知道解药在哪 原来有解药 那就简单了 结婚转化 拜见主人 不想为难你 还非得跟我耍手段 给他们解读 并尚未给应风至 是 主人 教主大恩 风至永生难忘 自家人不用客气 等你继承皇位后 记得给我塑像 立碑让人膜拜 若实在不行 以发钱让天都百姓拜 记住了 我一定把事做好 风哥 你交代那么多事 是准备离开吗 以前老死神吩咐的事 我觉得时机已到 准备去神界一趟 你们在家乖乖等我 别懈怠了神奇传场 放心 等你从神界回来 我们应该都是神奇了 这样最好 走了 这股肮脏腐败的气息 我得先走了 改天再跟死神大人 说唐三的具体情况 你胆子不小 上次的教训不够吗 记住你继承的是 死神神位 只配永远待在人界 与那些恶心的灵魂作伴 我堂堂死神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管得着吗 很好 我今天再次教你做人 毁灭权掌 神王记 毁灭几方 死神摸连 神王记 月牙天冲 一变强了 距离完全接受死神的力量 只差成一线 我的确变强了 可你还在原地踏步 胆胆过来跟我单挑 也不知谁给你的勇气 狂吧 老牌神王不是你能比你的 接受毁灭吧 毁灭神力 尽叫不神 气息变强了 死神之力 飞鸣吧 作为一个星际神王 已能做到这一步足以自傲了 神王记 毁灭雷霆 好 来呀 神王记 生死者 你竟然用出这一招 怎么可能 这就是死神的实力 每时每刻都有人搭 所以我的力量源源不绝 再吃我一连刀 我的 好的还真快 几大神王也快过来了 我还是先去办要紧事 希望这段时间人界相安无事 死神成长起来了 实力远非那日何必 论单打奴斗 五大神王怕是没人能上的 太阳升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感觉体内有一股力量 要喷出来了 陆罗神界风波在起 五大神王齐出 只为彻底将楚风抹杀 脸下 你刚才说什么 是我听错了吗 你没听错 我体内有股能量要喷出来了 那你看着点喷 千万别喷到我的脸上 玉晓刚你在想什么 我说的是一股 类似魂力的力量 感觉很奇怪 难道是要突破了 可突破了也没什么用 哪怕你成为极限斗罗 也无法逃离此处 这 这是神力波动 脸下真的成神了 恭喜恭喜 这老天不公平 我最近跟唐浩在一起受苦 凭什么成神的人是他 而不是我 多谢大事吉言 没想到在这生死关头 我竟然悟出了成神的道理 不知脸下的是何种神威 垂神 走 我先带你离开 垂神大人 能不能先把这些度压打散 还我一份安宁 这是神王的手段 我一个二级神奇 只能破除自己的 你先忍着 唐浩脱困后 再次小刚火速远顿 让他感到的比李宗脱了个空 玉小刚和唐浩不见了 可刚才的神力波动是什么 难道玉小刚成神了 不会吧 这是我给的神威 唐浩不会以为他能自创神威吧 既然他儿子唐三不听我的话 那就把他老子培养成我的狗 等有空传生接触一下 你又在捉弄人了 我没那么无聊 只是为了大家的计划 人界总得有人帮我们做事 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他们都来了 先去商讨 如何对付新人死神 这就是死神的家吗 弄得还挺气派 可他到底给我留下了什么 初逢 你来了 死神大大 你不是去往其他世界了吗 对 你只是一道一指 你说的没有错 跟我来吧 等完成那个最后的考验 你才能成为完全体的死神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老修炼实力都没法提升 搞半天传承不全 最后的考验是什么 破除心魔 你必须幻化出 内心最痛恨的人 并且击败他 这么简单 死神魔帘 灭 这算通过了吗 没有 你自己看 怎么又重新凝聚了 再给我灭 只要你们敢幻化出来 我就打到了 这得多大仇 看来他还是放不下 你怎么突然停下了 是气消了吗 不是 他们怎么不出现了 你够狠的 直接瞎到了极限 这才是死神该有的样子 我算通过了吗 算 接受最后的传承吧 本源死情 不错 我的实力又变强了 如今单挑毁灭之神 应该会轻松很多 往后你就是死神宫殿的主人 祝愿你在神奇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死神大大 谢谢你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也该回人间了 我们已经在这守一个月了 他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是嘎在里面了吧 嘎在里面就好了 能省去我们很多麻烦 此次我们五大神王奇俊 看他怎么过去 神界有五个神王足够了 不需要那些杂牌神王 像死神 每天都想着让人嘎 根本不该存在世上 更不配当神王 不好 有埋伏 死神摩连 动手 一起用神王剂攻击他 务必将他彻底斩瞎 你们自取神王 结果五个打我一个 还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简直脸都不要 神王剂 不死法身 他已完全掌控死神的力量 不好对付了 大家继续攻击 这个神王剂是霸道 但持续的时间很短 楚风感受着五人身上的神力波动 清楚遇到了大麻烦 决定不再恋战 死神专属通道 快拦住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别让他逃掉 我想走 你们五个神王还拦不住我 这笔战我记下了 日后我会一一清算 可恶 我们不下天罗地网 还是让他给逃了 死神保命的底牌太多 真的不好下 刚才的机会肯定不会再现 而且以死神如今的战力 已在我们任何一人之上 怕什么 上一任死神也很强 还不是被我们追得到处跑 另外吞噬神的传承者出现 他还是死神的死对头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这怎么成平地了 我的圣灵教呢 是我来错地方了吗 有人 出来 老奴拜见教主 别整这些虚的 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谁拆的 我要将他扒皮抽筋 是个奇怪的神秘人 他来到总部 没任何废话 直接动手 击干了很多人的魂力 后来三位突破 到神奇的教主夫人动手 也没打过那神秘人 之后是千任雪 和比比东来池元 才勉强掩护其他人撤走 老奴则留下来 等教主回归 肯定是神王出手 但那五个神王刚跟我交过 应该不是他们 死神领域 参见教主 都起来吧 只要我不敢 你们便能活着 对了 他们人在哪 全部去了五魂城 唯有集中顶尖站立 才能抵御那个神秘人 对了 他还成立了 吞世宗 麾下的魂师 胡作非为 据说他们 不管去到那 哪里就会变为死地 教主 整个大陆已经乱了 没想到变化这么快 先去五魂城见他们一面 然后再做打算 小五 蓉蓉 竹青 我回来了 你们想我没 风哥 你回来了 我们每天都想你 神器 轮回枪 神器 无界轮回 神器 智慧默认 神器 智慧幻海 神器 上骨指刀 神器 撕裂深渊 神王纪 不死真身 你们攻击我干嘛 脑子瓦特 好浓郁 好浓郁的死器 造不了假 姐妹们快住手 刚才打错人了 他是真的风哥 难道还有假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唐三那个混蛋 他再次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神奇 并惜得变换容貌的本事 前几天还变成风哥的容貌 来骗我们 你们没吃亏吧 没 我们识破了唐三的诡计 之后他就溜了 但他的实力很强 怕是不弱于吞噬之主 你们不要步虑太多 既然我回来了 一切由我来解决 楚风 你可算回来了 昔日的所有仇怨 我都要全部划过去 北君子唐三再度成神归来 欲要摧毁整片大陆 小三 此次吞噬宗大军压境 一定能踏平武魂城 当主 你说话越来越没分寸了 注意我们彼此的身份 如今你是个废人 我把你留在吞噬宗内混吃混喝 已经算对得起你了 是 多谢神王大恩 小刚永远不会忘记 可恶 现在跟我白捕了 当年若不是我教你毕生所学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这就对了 往后注意 免得大家都不好做人 小 神王大人 我们还不发动进攻吗 你跟刚子去天斗 那边只有个七宝琉璃宗 你们务必拿下天斗帝国 这边的事不用你们管 好 那我们去了 若非看在你是我爸的份上 早把你砍了 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神位是修罗神给的 摆明了是修罗神的奸细 还有楚风 小五 待会见面 看我怎么蹂躏你 教皇免下 圣灵教御席时 多谢出手相助 此神大人 这可使不得 圣灵教的事 就是我武魂殿的事 若非死神大人仗义出手 武魂殿早被灭了 喂 我也帮忙了 该把我爷爷复活了吧 差点把这茬忘记了 死神领域 爷爷 你活过来就好 小雪 他 千道留 你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过去的事就过去 你最好别再乱戴节奏 否则有你好看的 不敢 仅遵死神教会 另外老朽有一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死神大人神通广道 我想求一神位 不知可不可行 等着吧 说不定我哪天看你顺眼 便施舍给你一个 多谢神王大人 小雪 神王大人手段了的 日后你要跟大人多学习 爷爷 你变了 打住 拍马屁的话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我们聊正事 还望神王大人 出手救武魂城 否则整座城的百姓 都得完蛋 竟然如此严重 你说清楚点 在死神大人去往神界后 唐三卷土重来 吞噬综横空出世 他们犹如过境蝗虫 走到哪就吞到啊 而唐三说 今日便会攻打武魂城 吞噬 有点耳熟 更恐怖的是 唐三能控制吞噬综的所有人 而他的门人在 吃掉一些东西后 实力会急速增长 据我爸那边传来的情报 吞噬综的封号 斗罗不下三十个 吞噬神王 他是神界中最诡异的存在 能通过吞噬各种能量体 不受限制的变强 唐三居然走了这种狗屎运 不过风哥应该能揍他吧 那必须的 急急 吞噬综的怪物来了 走 把唐三的人全部下光 他的人就是我的人 唐三呢 为何毛都看不到 死神大人 吞噬综的人太多 还是先处理掉他们吧 不过炸鱼也挺好玩的 死神磨连 去 死神大人 666 一连刀便干掉十几个封号斗罗 实在是太强了 别再边缘欧病了 赶紧去帮忙 是 武魂殿的人听好了 你们都不能滑水 每干掉一个吞噬综的人 奖励三百八十金魂 花样还挺多 死神领域 扩大 碾压 邪魂转化 参见主人 吞噬综的人一个不留 战 这股熟悉的气息 他来了 神迹 吞噬绞口 虎风 我们又见面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没想到我会再次成什么 而且是神王极强者 说实话一点都不意外 你是经常被我做没错 但多少还是有些光环的 其实你变得越强就会越痛 时序的话自爆 放你老了 出来吧 超神器 昏星盘 好恐怖的吞噬神力 紫气锁裂 给我困住他 风哥 加油 打赢了 晚上回去有惊喜 我怎么可能会输 在一旁看好戏吧 好歹也是个神王 你跟我战斗时 竟敢弹琴说爱 有没有把我放眼里 神王记 吞吞万物 不好 他正在吞掉自己宗门的人 气息变强不少 真够疯狂的 连自己人都不放股 这与畜生有什么区别 一群蝼蚁罢了 能成为本神的一部分 是他们的荣幸 你也成为本神的养料吧 给我吸 风哥 不 风哥不会败的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什么死神 还号称神界第一神王 简直不堪一击 我们一起打倒大反派唐三 给风哥报仇 算我一个 一群臭女人 来啊 等我把你们抓起来 肯定会日夜调教 将你们交乖 未有人骂 这地方真的好奇特 虽然能装下这么多能量 吞噬神王之所以强大 应该就是靠它吧 死神 没想到是你 敢进这吞噬空间的神奇 你还是头一个 好奇 所以进来看看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看完了 请出去吧 我们向来井水 不犯河水 你也别打乱我的计划 不行 你的传承者是我死敌 我要把这同一堆窟窿出来 你敢 那有什么不敢的 我玩的就是真实 神王记 无上地言 炼化万物 风子 你快点住手 这不仅会炼化吞噬空间 连你也会被一起炼化的 我没那么疯 就是炼几个洞出来 真难缠 若非我还要维持吞噬空间运行 早把你们给灭了 唐三 吃我一敲 居然破开了他的防御 好卑鄙 你竟然捅我菊花 唐三这是怎么了 不会是碰死吧 别过去 唐三尖诈一尝 肯定有诈 楚风 你真无耻 竟在吞噬空间内放火 痛死我了 谁叫你什么都吃 现在知道厉害了 大家都是神王 你却想用一个吞噬空间解决我 亏你想得出来 风哥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可是死神 若是被吓死 岂不是让人看笑话 你们让开 我先砍唐三几万连道 这笔账我记下来了 来日风长 你们当心点 走 死神魔连 锁头甲 去 不好 我已受了重伤 该怎么躲过这一击 玉小刚夜袭天斗皇宫忘乎称帝 结果反被楚风打入无尽深渊 为了活命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神王界 第二真王 分身吗 不对 两个都是本体 楚风 我还会回来的 吞噬神王可以无限成长 等下次再相遇时 我一定取你性命 你洗干净脖子 等着吧 连气息一同消失了 看来吞噬神王还是有两把刷子 可说到无限成长 死神也可以做到 可恶 红威神王 为何楚风如此强大 感觉力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若不是我自斩一半修为逃命 如今早凉了 唐三 你太轻敌了 否则不会败得这么惨 况且死神本就是同阶最强的存在 难道我没办法战胜它了吗 吞噬 你能通过不断吞噬变得更强 另外还有我在神界的宫殿 你进入后可以完成最后的传承 但我不建议你现在上神界 是因为去了神界后 就不能轻易下界来吗 不 是因为神界太危险 在五大神王眼中 其他神王都是异类 一旦出现就会遭受围攻 而且他们还有一件武器 极其厉害 我这神王当的是真变血 算了 重伤在身里先去海神岛疗伤 神界的事暂时管不了 我感受到楚风越来越强 但他不受我们约束 必须尽早毁灭 除了死神楚风 还有吞噬神唐三 这些异类神王都必须接受审判 他们在人界 可我们没法直接下界 这是个问题 我提议启动那个东西 让它去灭掉楚风 可以让唐浩去启动 只好如此了 吞噬宗使者驾到 七宝大帝宁峰制 还不速来拜见 玉小刚 唐浩 你们来干什么 看这话问他 七宝流离宗 当了楚风的走狗 我当然是来要你好看 让你知道 选错阵营的后果 交出皇位 滚出皇宫 往后这里归吞失踪了 剑书 古书 看来是谈不拢了 第七魂祭 七宝真神 动手 用最强招数 第九魂祭 神魔两斩 接招 第九魂祭 武化神龙 好天免下 交给你了 终究只是封号斗罗 在我面前 这点实力不够看的 神技 向来 剑书 虎书 我们还杀不掉 这就是人与神的差距吗 知道厉害了吧 如今的我们 不是你们这些凡人能抗行的 所有人听着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天斗正是由我们接管 把这几人压下去 我竟然要当皇帝了 我玉小刚 果然有帝王之相 报大小姐 天斗极箭 天斗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唐三逃到了天斗 唐浩和玉小刚 出现在天斗皇宫 打伤七宝大帝 以及两位镇国 封号斗罗 另外唐浩已成神起 想不到啊 这个音响也成神了 我还以为两人脱困是唐三就 可这神城的有些突然 肯定又是神剑那几个搞洞 风哥 还请跟我一同去见父皇 有刚子在 那肯定要去 皇宫的美女是真的多 可惜 可谈 可恨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就不会想点正经事 也不知小三那边如何了 楚 楚 楚风 你看到我 怎么激动的连话都说不清 好点脸下 只能靠你了 楚风 别以为只有你是神奇 我徒弟也是 楚风 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昔日你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今日一并讨还 你知道死神代表什么吗 我不需要知道 神器 抚摸音响 死神摸连 裂句神器 是我老花眼吗 同为神奇 居然能差这么多 神王 你肯定是神王 否则不肯能有如此强横的实力 没错 你答对了 死神领域 好强大的威亚 我根本反抗不了 这就是神王强者吗 我该怎么办 这才过上几天正常日子 难道噩梦又要开始了 那些可恶的毒鸭 想到就偷他 还想着毒鸭呢 这次肯定会给你换个新花样 否则你不腻 屏幕前的各位亮点都看你 死神地狱 这又是什么东西 你要干嘛 给你科普一下 里面有刀山 火海 八舌等十八种惩罚 而你要全部精力一遍 周而复始 反正不会让你闲着 楚风 你好狠的心 有本事把我噶了 何必搞这些东西 我身为死神 深知生命的可贵 不会随便噶人 你们还是进去安详晚年吧 好热 先别急着叫 这不够是个开始 把宁宗主救出来 然后我们回去重建圣灵教 风哥 你不去神界了吗 那地方排除一几不好玩 还是人界安逸 糟了 唐浩气息消失 踏势已遭不测 让你们早做决断了 那东西在人殿 必须神奇才能开启 现在找谁去 找唐三 虽说他跟我有一点小瓜葛 但他跟楚风是死敌 我们应该能利用他 让异类神王相互残瞎 似乎也不错 联系的 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 又回来了 可我不再是海神 而是更强大的吞噬神王 唐三 你的事我听说了 如今已是神王 由于我能降临海神岛 几大神王托我给你带句话 你居然重新凝聚了神位 神力的味道真美妙 你敢信唐三 将仇报竟然忘图吞噬海神 为重新凝聚神位 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鬼话 神力 美味 没错 对于本神王来说 万物皆可吞噬 所有能量都能转化为神力 看来受到吞噬神王的影响 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骂吧骂吧 这将是你最后的遗言 神王记 吞吞万物 好强大的犀利 神记 黄金海啸 看我不抢死你 没用的 给我过来 吞噬神力 不 好强的犀利 你好像在传承时骂过我十一句 我可一直记着 今日便还给你 这么小心眼的吗 以前怎么没发现 诸位神王救我 唐三 你过了 我们有什么可以慢慢说 我跟你能有什么好说的 当初我拒绝你的传承 选择吞噬神王 以你小心眼的性格 肯定还在记恨我 你这就误会我了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只是想跟你一起联手对付楚风 你现在帮我做一件事 楚风必嘎 这不就是想接刀噶人 我爸的神奇传承 是你们给的吧 还想用它来对付 绝对没有的是 大家都是神奇 我们怎么可能会对付你 接着边 你也成为我的养分吧 舒风 感觉伤势恢复了不少 若是多来几个神奇 那我会很快重回见风 何人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海龙 是我 我刚刚吞噬了海神 下一个就是你 海神被吞噬了 不对 唐三身上的神力波动好古怪 逃 你走得了吗 给我过来 放心 整个海神岛的人都逃不掉 你们会整整齐齐的在一起 你这个魔鬼 我们以前可都帮过你的 我谢谢你 如今我受伤了 那就再帮我一次 剑者有份 你也一起吧 太放肆了 唐三居然吞噬掉海神 而且连我在人界的意志一起吞掉 不可饶恕 以现在唐三的神力 若我们不救海神 他七天后就得被彻底分解 又是共一个 先不管海神的事 如今两个异类神王出世 只能启用备用计划了 先对付楚风 教主千任雪球剑 他想加入圣灵教 不用剑了 允许他加入 这种小事你去办就好 还有件事 行走大森林一变 以生命之狐为中心 不少魂兽都跑到了外围 可能有新的十万年魂兽诞生吧 你派人去探查一下 大老大 你何必如此忧愁 现在左拥右抱的不也挺好 哎 我早就不想竹青了 主要是我们堂堂封号斗罗 竟过成这个鬼样子 梦开始的地方这不挺好 再说形势比人强啊 有楚风在的一天 我们还是少出去走动 楚风算个屁 娶娶手下败将而已 上次在神界若飞 他逃得快 早被我灭了 你是谁 吹牛皮谁不会 我还说我是神王呢 大胆 怎么跟我说话的 拜见神指大人 我刚才说话可无遮拦 还请神奇大人责罚 罢了 我祝你们成神 你们帮我做事 九九六代语 干不干 干 下面怎么会那么大动静 到底是谁唤醒着他 而且守护在此的两头浑手 也不知跑哪完全 已经苏醒了吗 这下麻烦大了 就这点别角的实力 根本就不够看 可他的时代还不该到来 要强行唤醒吗 胖子就是这里了 把东西拿出来 神王大人交代的是一定要办好 这个我知道 要是这次办砸了 咱们都没脸面上神界 去 这是龙神的尸涵 你们从哪找到的 你的话太多了 滚 你们不能这么做 下面困住的是龙神大人的怨念 一旦尸涵和怨念结合 整大陆都将被摧毁 我们即将飞升神界 大陆的存在与否干我屁事 胖子你在上面把风 我到湖下启动机关 顺便倒出生命精华 给他大补一下 听你们的口气 是神界的巨头出手甘愿了 看着就行 你将见证奇迹 伟大的主人 老婆冒昧 请您提前醒来 我的纪元还未到来 何时把我唤醒 不对 你们居然要放他出来 好郡的妹子 要不你跟着我混吧 往后我养你 帮你天天有肉吃 好大的草鸡胃 神界 银龙校园 可恶 他的神力波动比我强 我没时间跟你耽搁 得去对付你的同伴 我们背后的靠山是神王 不是你能招惹的 神技 或神之怒 原来是两个关系户 神技 木龙川新 好强的龙威 大老大 我顶不住了 接下来的只能靠你 说那么悲壮干嘛 你们这些混蛋 就是吃饱了 找不到事情干 居然想放出那东西 这是什么情况 下面好像有东西要出来 而且实力很强大 你又是谁 你是 古月娜 长得真美 可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你们就是一秋之河 脑子里不能装点其他东西吗 领域 空间封锁 脾气还不小 不过这领域有点意思 大言不惭 这可是空间系领域 什么叫有点意思 有本事你破开给我看 靠 你们大家为什么要带上我 身体动不了 死神领域 破 刚才说什么来着 神盲 死神 你应该是新任死神 没错是我 你还要继续打吗 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 可你身为神盲 为什么要放龙神的怨念出来 并且还带来了龙神尸海 美丽的古月娜小姐 兴许你误会了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那你过来是为了 我感受到这边有强大的气息 过来看个热闹 胖子 我成功了 快走 干了这种事还想走 死神魔怜 去 楚风 是你 没想到你居然来了 待会再跟你算着 小心 下面的东西要出来 至少有神王的力量 暗黑龙神现世 楚风进阶神王巅峰 好强大的气息 他要出来了 快退 龙神大人 为什么我嘎了 可你们还活着 为什么人族神奇能高高在上 神兽却只能忍气吞声 好重的怨念 当年龙神大人知道自身太过凶暴 便出一出怨念 兄弟等负面情绪 以及部分灵魂 生命在生命之谷底下 如今跟他残破的尸骸结合 算是复活了 原来是个负能量 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眼前的龙神是个死物 不过是被怨念驱使的行尸走弱 此话当真 龙神没复活吗 我不是死神 肯定不会看错的 待会战斗是不要留守 这个世界毁灭吧 神迹 巨龙吐息 别应接 这起码是神王级的攻击 死神大人 一定要将他制住 否则以他如今的状态 跑到外面 那将是一场浩劫 你从旁骚扰 正面战斗交给我 死神摩连 中了 等等 似乎没破开防御 死其锁链 束 银龙枪 给我破 不败龙神体 碎 他比憋三强太多 战力属实骇人 故知生前到达了何种境界 对付怨念龙神 连死神大人也不行吗 靠儿 你说啥都可以 但不能说我不行 我刚到 你们说谁不行 唐三吗 神王级 灵光满天 待会你们牵制住他 攻击的是交给我 死神领域 域 微微的爬虫 成为我的食物吧 就是现在 姐妹们 直接用神力 风哥 你快点 这家伙太强 我们撑不了太久 片刻时间足够了 你体内有死气 那就是归我管 死亡领域 给我吸 可恶的人族神奇 我要吞掉你 别挣扎了 徒劳而已 六个神只出手 其中还有一个神王 胖子 我们的任务失败了 大老大 趁他们疼不出手 我们快点跑吧 得罪了 楚风还想跑 没用的 而且修罗神 又不让我们去神界 那可是龙神 纵使他这个状态 实力大不如前 但也在我之上 结果居然被楚风 按在地上摩擦 在人界 这是我们最强的手段 若还奈何不了楚风 那真的没办法 不行 我过出半条命 才找到龙神尸骸 又付出极大代价 才送到人界 不能就这样毁了 让他活下去 然后再想办法 使他变强 五大神王 没法直接插手 便把主意 打到两个工具人身上 戴木白 你怎么办事的 楚风为什么会出现 是不是你走漏了风声 请修罗神大人息怒 我跟胖子做事很小心 真不知楚风 为何会出现 还望大人明察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给楚风制造麻烦 让怨念龙神逃脱 别再搞砸了 是 修罗神大人 大老大 想好了吗 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不能走 刚才修罗神给我传音了 必须保下怨念龙神 否则我们会很麻烦 那就干呗 我们已经得罪了楚风 不能再得罪神界大佬 神技烈火燎原 神技白虎冲击波 你们继续压制 我来抵挡 神技 银龙守护 两颗老鼠屎 待会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龙拳滚开 安全 神技 虚空盾 空间神技 逃掉了 可惜只抽走他一半死龙气 死神领域 炼化 龙气加深 神王巅峰 没想到神界大佬的布局 居然成全了他 死龙气对于我来说的确是大补 等下次再遇到 一定把他炸干 可怨念龙神逃了 依旧是个麻烦 不如你先跟我回圣灵教 我觉得通过深入交流 应该能找到解决办法 就以死神大人所言 那两孙子动作够快的 真以为能逃掉吗 都看不到人了 死神大人还能追上吗 能感受到气息就能追上 你们在这等我 我们一下跑这么远 楚风应该追不上来吧 要腹泻一下 不可调以轻心 楚风有一种特殊神迹 会砰的一下出现 你们说的是这种吗 对我还挺了解 楚风真的出现了 尊敬的死神大人 我们已经知道了您的身份 而我们之间也不是生死大敌 您就把我俩当个屁放了 对 您是高高在上的神王 何必跟我们过不去 既然说完了 那我来说两句 你们替谁办事 修罗神王 刚才你们是否攻击了我 是 那我们就是敌人了 死神磨脸 胖子 分开逃 若我们大难不改 最后再一起去勾兰听取 知道了 带老大 终究是徒劳 分裂斩 修罗神大人说的没错 死神真的很强 接下来送你们去见几个熟人 死神地狱 玉小刚 唐号 你们怎么在这 楚方 你醒醒好 赶紧把我打了吧 每天刀山 火海 六国 巴蛇等等 再这么下去 我会疯掉的 楚方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我不惧你 你可别说了 现在硬气的杀劲 刚才叫唤的跟孙子一样 死鸭子嘴硬 就这个环境 你们还满意吗 这十八般酷刑 我们可受不了 求死神大人放过 往后我给你当牛做马 死神大人 我们知道错了 万万不该去招惹你 进去吧 这是什么刀 居然能攻击灵魂 就有好汤 不要 别业账务 本想把你们当个屁放了 可你们非得跟我作对 那真怨不得我心狠手辣 等抓到唐三 你们也就齐了 吞噬掉海神岛魂尸 以及周边的海魂兽 我的实力比以往巅峰 更近一步 先别急着高兴 我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你想听哪一个 你敢信唐三打不过龙神 竟然直接任其为父 现在的你很强 足以匹肩神界的五大神王 这个还用你说 我可是天之骄子 如今更是贵为一方神王强者 也不怕告诉你 其实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怪不得有大气韵加深 据说来自其他未面之人 皆是上天的宠儿 你在那边应该也觉得非常人吧 那必须 唐三画到了嘴边 又全部咽了下去 因为他以前在唐门 只是个偷东西的毛子 最后被追瞎才被迫跳的 我在那边是少宗主 维护着整个世界的和平 奈何几个老东西 偷窥我家祖传秘宝 最后逼我跳崖 我机缘巧合下 才来到这方世界 看来你跟我一样 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卡住 把坏消息告诉我 以你如今的实力 依旧不是死神的对手 不可能 我都这么强了 怎么会打不过楚风 由于每个生灵都畏惧死亡 所以在众神王中 他能获得的信仰之力最多 你真想击败楚风 除非实力踏入更高层次 不 我不想再说着了 小心 有一道熟悉的气息 正在靠近 而且实力很强 呀 毁灭 这个世界的生灵都该消失 凭什么嘎的是我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是龙神 不 是被怨念操纵的龙神尸海 那五个东西真不是人 连嘎掉的神奇都不放过 怨念 龙神 听你这么说应该挺强 我们要不先避一下 不用 如今他只是被怨念操纵 甚至没多少思考能力 实力已大不如前 这么说来 是个智障强者 我若把他收为打手 岂不是多以强大助理 你认识我 脑子好痛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又是谁 我是你爸爸 儿子 往后你跟着我混 我让你打谁就打谁 是失忆 不是傻子 你占我便宜 找打 神迹 巨龙吐息 好快的速度 你骗我 又说他弱 我从来没说他弱 是说他们以前强 龙之怒 来来 看看三哥的厉害 超神器 吞星盘 救我 让你非得作死 我拦都拦不住 如今的我没法战斗 你自己想办法吧 让你占我便宜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孙子 长得倒挺像 往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不然我打死你 对了 我想尽情的屠戮 你觉得去哪合适 我们去加码帝国 你屠戮 我吞噬 主风 等我带着这个怪物回来 看他怎么收拾你 找到了吗 用什么来克制怨念龙神 再想像上次一样制住他 怕是很困 善良宝石 此物可以化去怨念 到时候怨念龙神 仅剩一缕残魂 实力会大减 找到办法便好 那善良宝石在何处 神剑 善良之神的项链 古籍上是这么记载的 神剑嘛 还是善良女神的项链 这直接去抢 不易于虎口发牙 风哥 太危险了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是啊 我成为神奇后也得知 五大神王对你并不友好 万一他们联手发难 风哥会很危险的 没事 你们在家好好待着 我去去救回 况且我能自由穿梭两界 他们拿我没办法 死神专属通道 这是哪 难道我走错地方了 流氓 这是善良宝石 我简直是欧皇附体 刚上来就遇到 死神处风 你要干什么 快把你的咸猪手拿开 善良领域 死神领域 压制 东西归我 你是来抢善良宝石的 不然呢 我还能干嘛 他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明白了 难道你觉得我会缠你身子 我家里那几个可都是如花似玉 一个老嫂子可比不了 哼 气死老娘了 超神器 善良之心 神王气 敢话 这是精神攻击 外加净化的力量 居然驱散了一分死气 怎么样 吃到苦头了 偷看我洗澡就算了 还敢嫌弃我的美貌 我怕长睁眼 真没眼看 死气爆发 你还算有点东西 可论肝打不斗 我并不去怕你们五神王中的任何人 神 神王巅峰 上一任死神 也没能达到你如今的境界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得多亏你们 送龙神的尸骸下界 还让我从尸骸上吸纳死龙气 进而突破境界 看来弄巧成桌了 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几大神王过来了 走了 下次再见 死神专属通道 你走不掉的 每次都让你用那招逃掉 我们肯定会防一手 时间神力和空间神力 据我所知 五大神王中应该没谁拥有这两种神力 我们是没有 但隐世的时间神王和空间神王 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作为一类神王 你想光明正大地在神界行走 只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屈服 并加入我们 我可没当狗的习惯 想消灭我 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时间 空间二位神王 你们继续维持结界 我们五个一起动手灭了他 祭出超神器 修罗魔剑 善良之心 毁灭全掌 生命古术 审判天平 五打一 还真脸都不要 到底谁是正 谁是邪 你们跟玉小刚就是一路货色 死神领域 死龙气护体 楚风疯狂调动体内死气 抗下五大神王联手攻击 但也受伤不清 我们的攻击如何 再来一次你还能抗住吗 少在那嘚瑟 面对七个神王围堵 换做你们任何一个 都已经凉了 废话少说 交出善良宝石 并跟善良女神道歉 再加入我们的阵营 你才能活命 我拒绝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当年即使我被埋都没锁 今天也是如此 神王尽 死亡安魂群 来了 自然是那一招 唯有初代死神才用出来过 锁定类神纪 此神王纪有个最变态的地方 即便施法者答了 也能将神纪释放出来 都别聊了 她的吟唱时间即将结束 生命女神只能靠你了 不尽力奶吧 神王纪 生命不朽 你们接招吧 死亡安魂群 释放 好恐怖的威压 大家全力防御 否则连神王也会交代在这 此神王技术是恐怖 体内神力被掏空了九层 好在前段时间突破到神王巅峰 否则用出这一招非得当场云命不可 主风盯着逐渐消散的黑光 气道身影缓缓浮现 有烟无伤定论还是发生了 这 一个都没干掉吗 好险 差点被重创 幸好有生命女神的神器保护 无神力见底 接下来只能靠你的了 你到一旁好好休息 圣子的我们会处理 不愧是神王巅峰的死神 同情接下来 我远不是他对手 真是不要脸 你多打手都好意思说出来 城王败寇 最后的赢家只会是我们 动手 灭掉他 创世神 神王相谈 你不出来管管吗 卧槽 一个没下线的东西 居然告状 何人在呼唤我 参见创世神 他们要为瞎我 每嘎掉一个神王都是所吃 还请创世神支持功道 可恶万一创世神插手 楚风有了防备 下次就不容易得手了 还有这是 你们这的破时空结界 还不收走 想困住老夫吗 小神不敢 创世神大人息怒 我们这就收走 新任死神 你求我也没有用 我只管世间规则 其他的一概不会插手 那倒是我唐突了 死神专属通道 不好 中计了 快出手攻击 他要逃 睡个午觉都不得安宁 往后没要解释 不要找我 可恶 他换创世神过来 居然是要破开时空结界 来的真不是时候 此次创世神就是在拉偏价 请创世神大人恕罪 我只是一时口误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和他抢走我的善良宝石 也不知要拿去做什么 我回来了 你们想我没 风哥 你伤打了 和善良女神大战了一番 不碍事 还不重 我从你身上感受到 数道强大的神力波动 这应该是被神王联手打伤 你就快凉了 别搞笑 我可是死神 无论伤得有多重 都能通过死期慢慢恢复 妖主 我有要解释禀报 说 可是 唐三经献加玛帝国 还有怨念龙神陪腾左右 已造成不少平民伤亡 两人的战力强得没边 加玛帝国已向天斗求援 请妖主前往支援 在这个阶谷眼上闹事 还真会挑时候 不愧是唐三 居然对平民出手 如今 风哥受了伤 要不我们前往支援 不许去 那可是两个神王 你们去了就是白凯 可平民怎么办 我们身为神奇 总得做点什么 反正我会出手复活他们 可你们是神奇 嘎了我没法复活 这样 放消息出去 就说我身受重伤 让唐三和怨念龙神打过来 是 教主 我能感受到 你身上的善良宝石 可你如今重伤在身 不是他们的对手 真打起来会嘎的 我去武魂殿求援吧 那边起码还有一个神奇 以及诸多封号斗罗 我去把圣灵教众都召集起来 那你们去忙 我先聊会上 万一你嘎了 神界的神奇 又不能直接干预人界事务 便没谁能阻止 唐三和怨念龙神 到时整个大陆都要完蛋 我先用银龙血脉帮你疗伤 好 多谢 不方便得去屋里 以后你可要对人家负责 舒坦 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 我心里特别舒服 我也是 他对这个世界到底是有多不满 竟然比我还疯 这才过去多少天时间 以屠戮百万生灵 搞得我都有些吞噬不动了 小三 这边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站去哪 去天斗帝国 那边有的是人 保证能让你玩得开心 禀报宗主 最新消息 楚风从神界归来 深受重伤 楚风现在何处 敢洗我一半死龙气 这次要趁他重伤赶掉他 正灵教总部 我知道他在哪 楚风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马上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风哥干嘛呢 敌人都快打上门了 他还在里面享受 楚风在哪里 让他滚出来见我 大反派唐三 你赶紧滚 这里不欢迎你 事到如今还敢骂我 小五 你会后悔的 待会别向我求饶 嘿 狗叫狗叫的 小五 你怎么说话的 怎么能侮辱狗狗呢 唐三连狗都不如 气煞我眼 你们已有取死之道 吞星函 去 我们一起上 天使之剑 斩 罗刹摩连 砍 轮回枪 刺 我不过随手一击 你们竟应对得如此吃力 一场索然无味的战斗 看招 怕你不成 武女跟唐三打得不可开交 怨念龙神的目光 则盯着千道流 并散发出强大的威压 老头 你拦在前面 是要做我的对手吗 不敢 那还不赶紧滚开 补腿 你耍我 怨念龙威 免牙 别完了 快点解决掉那些杂鱼 然后去灭掉楚风 免得发生变故 你在教我做事 唐三 你先顾好自己吧 吃我一枪 小五 你已有取死之道 给我滚开 我差不多也完够了 送你们上路吧 龙爪 实力相差太大 完全打不了 楚风 记得复活我们 楚风 你夺走我一半死龙气 今日定要全部拿回来 神纪 神龙破晓 风哥 无耻 一群卑鄙小人 竟然用出偷袭的手段 是男人就刚正面 他们知道风哥有伤 才赶过来的 很好 土风 看你这次还不完蛋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你的女人 我就全部削纳了 唐三 你笑那么开心 是吃了蜜蜂屎吗 面还真的 不对 不是说你身受重伤吗 为何我感受到你的气息很强大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我刚痊愈 哪怕你全盛时期又如何 如今我的实力也有所增长 外加怨念龙神相助 你还能硬汉两大神王不成 不是事又怎么知道 这两个神王都不弱 我们帮你拖住一个 不用 你们去一旁看戏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 死神磨脸 来这 你看他那嚣张的样子 龙神大人 我们一起杀 正有此意 但战斗时你可别滑水 动手 龙神大人可以相信我唐三的人品 我从不干那种偷奸耍滑之势 吞噬神力 吞你的肺羊羊 死神地狱 镇压 鲁 鲁鲁脑袋 反应居然如此慢 这就被收进去了 你好歹反抗一下 只剩下你一个了 跟我单挑 你有胜算吗 唐三好歹也是神王 你困不住他太久了 幻术 无限龙玉 这事呢 怎么周围的环境全变了 好恐怖的幻术 来吧 这是我的赌场 在这里我是无敌的 你赢不了我 说的这么厉害 上次怎么不见你 听出自己的情况 由于记忆残缺严重 很多东西想不起来 但那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将会永远留在这里 七个神王都留不住 就凭你也配 死神领域 给我破 楚风被拉入幻境时 唐三也在死神地狱内见到了亲友 唐浩 玉小刚 戴木白 杭子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小三 你来救我们的吗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狗激性 小三也是你教的 跟你说了多少次 叫我宗主 或者叫神王大人 是 见过神王大人 求神王大人 救我们脱离苦海 记好了 其实我也不想打你 但人神尊卑有趣 连老师都敢打 看样子病得不轻 我还是别说话 免得挨他一顿揍 胖子 你那什么表情 还敢对我翻白眼 哪怕你成为了神奇 也该尊敬我这个神王 小 神王大人 我们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这地方凶险异常 得想办法紧快出去 那是对于你们来说 我可是故意进来的 就这个牢笼 我抬手可破 封星盘 出 神迹 无尽吞噬 好强大的神 可惜我们越走越远 他眼中早已没了我这个父亲 你们三个鲁蛋 还想不想出去 快点把神力给我 终于不用缩着了 全力出手 加油 你们一定行的 几个神奇开始疯狂攻击死神地狱 而在无限龙域内 楚风还在跟怨念龙神大战 神迹 我连十字 没用的 不管你用多少力量 也伤不到我分毫 只会活活把你耗死 毫不怪 难道那不是他的本体 神迹 龙神波 好恐怖的灵魂攻击 竟震得我神魂不稳 难道破不开这个幻境 楚风 今天便是你的末日 我全省时的力量 不是你能想象的 骗你的小泥丘 装够了吧 该我了 神王技 死气黑龙 给我破 竟然一招打碎我的环境 正面战斗 我可不是他对手 好 你逃得掉吗 死气锁链 叔叔 放开我 别挣扎了 没用的 我如今可是神王巅峰的实力 龙气 给我出来 不 别剥离我的龙气 求你了 拿着 这算给你的补偿 东西我就收下了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要一辈子对我负责 当然 你用自身帮我疗伤 我养你一辈子 死亡领域 天赋神迹 邪魂转化 你想控制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你现在的状态只能算亡灵 那就归我管 我现在就抹除你体内的任意 参见主人 往后你就是我的座棋 死灵龙神 是 主人 只是一番转化后 实力变弱 惠不到了神王初期 往后用死期慢慢培养 风哥真厉害 竟然收服了一个神王 那可不是简单的神王 龙神大人巅峰时期 可一人单调整个神界 只怪神界那些可恶的神王 连龙神大人的尸函 我不放过 龙神大人 我来助你 真逗笨的 这么久才脱困住 可你的同伴已成为我手下 唐三 别反抗了 臣服主人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我的新爹没了 我可打不了两神王 楚方 你少在那嘚瑟 有本事跟唐三神王大人单挑 谁都不许插手 刚子 你瞎带什么节奏 没看到龙神都败了吗 来吧唐三 你老是说你很厉害 拿出本事来让我见识一下 你做人不要太猖狂 大家都是神王 你想击败我也没那么容易 主人 我陪他玩玩 神龙穿心爪 吞星盘 这就倒下了 怨念龙神被虫风控制 体内龙气被剥离 实力大减 现在的他不是你对手 小小爬虫而已 你已有取死之道 滚开 主人 我不是他的对手 给你丢人了 无所谓 我来抓别 我感觉自己又变强了 连怨念龙神都败给了我 还有谁 你那不叫变强 而是膨胀 感受我全新的力量 好强的丫头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境界明明跟他一样 不要太诧异 这才刚开始 吞噬领域 开 终于轻松了 要较量领域吗 死神领域 开 我的领域竟不堪一击 同等级神王中 难道我很弱吗 其实吞噬神位很强 只是你太弱了 你不好好修炼 成天就想的怎么算计别人 能强大才有 闭嘴 少在那妖言祸众 你影响不了我高尚的心境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你们一起上 看看你有多弱性 带老大 助我 有事带老大 没事带木白 可真有你的 刚才你不是挺能装的 有能耐自己应对 胖子 别跟这种人啰嗦 人家没法呆了 我们飞升 学聪明了 这次跑得挺快 可惜飞升时是无敌的 我们没法拦下 混蛋 有这么做同伴的吗 你们竟然背叛我 以后最好别让我遇到 小三 以好自为之 我去神界等你 都走 往后我了不牵挂 你们遇到困难 别来求我 神王大人 我不走 我会与你一起 战斗到最后一刻 可恶 都飞升了 我飞不上去 只能依靠唐三 免得被楚风宰回去 又要折磨 啊 闭嘴吧 最没用的就是你 唐三 你已经重探清理了 如今是孤家寡人 这好不容易留下瘾 还喷他 苦风 我落到这部田地 都是你逼的 无限吞噬 万物寂灭 好可怕的神迹 连时空都能吞噬 难不成他想毁掉整个大陆 憋酸绝对是疯了 我在史莱克 就看出他精神不正常 但风哥应该能应付 只能说你的想法很疯狂 但是实力不济 死神魔怜 这就破了 我不服 大家都是神王 凭什么你就比别人强 我历经磨难 我才是千只骄子 这就破防了吗 我是顺风顺水没破 可你说你历经磨难 我是真没看出来 死神魔怜 昆星盘 我的头好疼 小三 站起来 你可以的 可以你大爷 闭嘴 在那叫的我心烦 结束吧 昆氏神王 我该怎么办 你快想想办法 不然我非得交代在这不可 不早点离开 非要抢能 你不知道自己的精良吗 你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我的头是铁 可也撑不住几下了 办法倒是有一个 你脱困后去海神岛 神迹顺善 楚风 今日之仇 别啰嗦了 全力逃跑 他把我丢下来 楚风那个魔头 指不定怎么折磨我 钢子 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死神地狱是你的最终归宿 收 龙哥 大反派唐三逃了 你不去追吗 不急 先让他飞一会儿 我已在他身上种下死气 随时能过去 死神领域 我又活过来了 惊恶 你们不要吃惊 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多把几次就适应了 死神大人好手段 佩服 你们替我办事 我自当护你们周全 拿着 加马帝国 收集亡死者的灵魂 否则时间一长便消散 道师只能往生 没法复 我马上带人过去 风哥 你也要小心些 放心 唐三奈何不了我 终于摆脱了楚风的追击 等我吞噬更多能量 获得更强的战力 一定去找楚风报仇 大白天的 先别做梦 楚风已在你身上留下死气 很快会追过来 死气 给我散 真是个奸诈无耻的小人 留在此处 楚风肯定会追上来 若飞升神剑 又将受到几大神王围攻 我该怎么办 把我主人放出来 以他的实力 足以对付楚风 不知神王大人的主人是谁 天生地养的古神兽 风雨 主人跟创世神 几乎同时诞生 拥有极其恐怖的力量 意味更是凌驾于神王之上 连创世神 也恐惧主人的存在 当年才会联手 将他镇压在海神岛下 多年过去主人的实力大减 但也不是楚风能抗衡的 还有这等强大的存在 你为何不早说 我应该怎么放出吞吾大人 很简单 用你全部的吞噬神力 唤醒主人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出来吧 吞吾大人 唐三 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输了也不用如此 拿神力去打一座山峰 楚风 你的末日马上要到了 不对 山峰内传出的气息好害人 定有大恐怖存在 我甚至感觉到了某种不祥 唐三 你给我住手 死神磨脸 想打我的有缘人 问过我没有 至高神的力量 而且充斥着仇恨 毁灭 贪婪的气息 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恭迎吞吾主人回归 根据死神的传承记忆 难道是他 不是说已被创世神打掉吗 吞吾出事了 他会吞光所有东西的 吞吾的确强大 连吞世神王都只是他的分裂性 不过他的实力并不在巅峰期 只高我们一个大警戒 那也不是我们能应付的 快去请创世神降临 唐三至高神新爹强势登场 斗罗巅峰赛正式开启 吞吾出事 天下浩劫 还请创世神出手消灭吞吾 我跟吞吾同一时代诞生 如同亲兄弟一般 当年我更是向吞吾承诺过 只会对他出手一次 这次的危机你们自己解决 你们五个会有两炷枪的时间下戒 我不管你是谁 交出唐三 我们井水不放河水 若你非得顾着他 那也只能战斗 小小死神 好大的狗气 你被称为最强神王 但在我眼中屁都不是 冲锋 你好大的胆子 今对吞吾大人不敬 大人赶紧将他吞掉 能让您增强不少实力 不知过去多少岁月 今天终于重见天日 也该活动下辛苦了 跟我猜测的差不多 这里有东西限制 对付你 这个活动范围足够了 今日你注定成为我得口粮 对吞了他 吞吾大人 全靠你了 啰嗦 再不闭嘴 我先吞了你 趁他刚呼吸 先试看一下他的真实战略 仔细锁链 束缚 吞吞吾大人 完了 不会是个花壳吧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那我该怎么办 雕虫小鸡 吞 死神力凝聚成的锁链 居然被他一口吞掉了 好厉害的手段 神技 吞一下 好强的犀利 这就是个怪物 绝不能近身攻击 否则会被他吞掉 你们还要继续看戏 动手吧 我们时间有限 楚风的位移技能不简单 想让他们两败 聚伤不限时 先解决掉吞吾 战斗中寻找机会灭掉楚风 将近 又来了五个神王 好啊 今天可以吃到饱 恢复一下元气 就怕撑死你 楚风 这里你的战斗力最强 由你来负责主攻 我们协助你战斗 不行 我在刚才的战斗中受了伤 没法发挥出全部战力 还是你们五个主攻 胆小鬼 我们上 用五神王阵法 融合技 五彩神光破 好厉害的攻击 绝对超越了神王手段 之前没对我使用 应该是用这一招的代价很大 我也来上一手 神王技 死去黑龙 不好 村无大人 我来助你 滚开 死神镰刀 吞星盘 被楚风盯上了 我根本插不上手 吞 全部成为我的养料吧 你们的攻击手段对我没用 他的气息又变强了 若他突破到至高神中期 那彻底没得打 打不了 让创世神来收拾烂摊 当初是他封印的吞雾 我们下戒时 创世神说了 不会缠和这件事 那等着世界毁灭吧 死神 你还要划水到什么时候 若是你再不动手 我将对你进行惩罚 得 我动手还不行吗 你们五个 想办法困住他就行 死神果然没那么简单 你放心攻击 其他的交给我们 修罗魔剑 善良之心 毁灭全长 生命古术 审判天平 去 神圣禁锢 楚风 你务必全力攻击 我们维持的时间有限 地外生灵 死气尽加无声 死神罢体 你 温吴 看你能抗住我多少镰刀 好厉害的炼体术 他的攻击附在死气 正在灼烧我的神魂 再这么下去 我会隔屁的 多怪创世神封印我多年 导致我实力大腿 否则也不用如此 逼屈 唐三 你快点过去帮主人 若是主人出事 楚风肯定不会放鬼 我也想 除我插不上手 你的吞噬空间内 有很多未炼化的力量 全部交给主人吧 那些都是我的心血 我好不容易才储存到的 罢了 若吞吾大人战败 连我也有完蛋 连我也有完蛋 吞噬神力 不好吞吾动了 好 如今的吞吾已重伤 让他跟楚风同归一剑 死神 你让我很狼狈 我要撕碎你 吞噬风暴 大体还没结束 你的攻击对我无效 死气灌顶 令人讨厌的气息 打入你体内的死气 应该够多了 神技 灵魂加锁 你居然想控制我 不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 吞噬 唐三 你们快想办法 别看我 我要是有办法早用了 楚风距离成功 只差最后一步 五大神王却打起歪主意 并用意念交流 计划有变 楚风不是要灭掉吞吾 而是打算将其收服为傀儡 如此他便多出一大助力 吞吾目前处于虚弱期 等他完全恢复 实力难以估量 若再加上死神处风 我们怕是抗衡不了 用创始神矛吧 把他们两个一起干掉 同意 我们把神力给你 创始神矛 简直 这些狗东西 肚子里果然没憋着好屁 神谷记 死神永生 创始神器非同小可 若是被全部打中 现在已经凉透 只可惜差了一点 我便能彻底控制吞吾 创始神的力量 我吞 卧槽 回来神力被他吞了不着 这次失算了 吞吾的气息在变强 几只蝼蚁 很惊讶吧 看你们还能如何对付我 猪队友 你们脑子里装得怕是欲小 刚才是我失误了 如今的情况 我们唯有联手对敌 你们自己玩 这一毛之仇我记下 下次再见便是不死的希望 楚风逃了 我们的攻击只会让他更强 现在该怎么办 他短时间内没法脱困 我们先回神界再想办 我们赢了 等吞吾大人脱困 定能称霸人神两界 我需要更多的能量 你去给我找 那爱琴刀的死神 我出去后第一个灭他 我好不容易说动死神出手 五个小崽子竟这么高 那烂摊子就由他们去收拾 吞吾我的兄弟 希望你别太过分 感性唐三竟然要被处风腰掌了 人界不在安全 断衣吞吾正扑束缚 你们连飞生神界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都是你的人 你有什么话就明说 对啊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死鬼 我什么时候成你你人了 我想送你们去神界 死神殿 其他人搭了我可以复 但以我目前的境界 还没法复活神器 那我们就去神界 不让风格分心 你带他们去吧 我还得做正五魂殿 你多加小心 我们走 死神殿很大 你们想住哪自己去挑房间 姐妹们 跟我走 死神魔帘 玉 创世神大人 你这样对我出手 可就没意思 你果然没那么弱 可在跟吞吾交战时 为什么要滑水 五大神王别有用心 想连我一起抹除 我肯定要留一手 另外 我刚才就要得手 是他们用创世神器偷袭我 牙牵嘴利的小子 我知道你还有绝招 不如我把吞吾的弱点告诉你 你去对付他 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 以你的实力 应该能随手灭掉吞吾才是 为什么不出手 其实 我嘎不了吞吾 我跟他视同一批诞生的生命 有某种特殊羁绊 我主长创世 他灭世 我无法再对他直接出手 想灭掉吞吾 你就必须被他吞世 打碎吞吾精 只要你把此事办成 我奖励你一件创世神器 危险系数有点高 我再想想 我把秘辛都告诉你了 你不去也得去 尽快解决吧 时间不多了 我有办法拒绝吧 记得创世神器 吞世宗门人听令 把所有人赶到我面前 我要将他们统统吞掉 是 只要带回去足够的能量 坑吾主人便能脱困 到时候连创世神 都得避让三分 我要楚风的命 小事一桩 区区楚风而已 坑吾主人随便拿捏他 先让你们高兴一下 等时机成熟 我便占据吞吾的身躯 再重活于世 僧主 我已抓到一批人 请您享用 你们得加快进度 吞世 卧槽 看来你这个狗腿子 当得挺舒服 楚风 你在大战中 被创世神器所伤 还敢出来 你已有取死之道 我伤了又如何 就你那别角实力 揍你绰绰有余 死神磨连 去 吞星盘 息息暴动 好强 我看着你受了重伤 为何你没受到丝毫影响 我是受伤 实力有所下降 但以你的战力 纵使我受了伤 依旧能收拾 不行 你不是他的对手 快回海神道 好霸道的死戒 我得尽快离开 去找村屋大人 既然被控制了 那我帮你们 此周术 灭 血神领域 快见人 放掉所有人 并恢复被摧毁的剑子 唐三 看你往哪跑 该死的处风 哪都有他 刚才只是接了他一招 硬是要了我半条命 别啰嗦了 赶紧回海神道 只有回到主人身边才安全 成天主人长 主人短的 还不是拿我做奴隶 等我哪天发达了 把你当狗屎换 唐三 我来了 你要是有什么遗言 赶紧交代 脸的说我不给你机会 可恶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也是神王强者 神王祭 吞世黑洞 一点掌镜都没有 结束 神王祭 死去黑龙 吞吞大人救我 挡下了 仅凭黑暗之力 幻化的分身 便能爆发神王级的战力 有点意思 多谢吞吞大人 出手相助 黑屋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真是丢人现眼 还不给我滚回来 给吞吞大人添麻烦了 我马上回来 唐三 你这就想走了吗 死神领域 烟灭 你个疯子 我不被你玩了 有种来海神岛找我 胆敢当着我的面 伤我的人 我让你知道厉害 越看越碍眼 真以为用一道分身 就能收拾 给我命 死神 我被你伤了两次 这个仇没法调和 今日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你在搞什么 葫芦娃就爷爷吗 继续 有多少分身全部放过 都被你砍了 有本事来海神岛 看我怎么教你做人 我又不傻 但是你的命 我会来收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我实力大增之后 只要创世神不出手 谁能奈我何 很快 你会知道的 吞吞吞吞大人 这是我找来的能量 请笑呢 就这么点 够谁吃 自己留着吧 你是我见过最废物的神王 一点作用都没有 面对处风时 更是毫无还手之力 吞吞大人息怒 不如还是吞海洋生物吧 我说过很多次 不喜欢鱼星辈 可事到如今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吞 死灵龙神 你介绍的没错吧 主人 我的记忆应该没出问题 生命之乎下 有无数神手试海 面含浓郁的死气 生与死之间的转化 就是如此行 希望这些死气 能给我带来惊喜 昂三星爹吞吞 妄独称霸整个大陆 处风成为最后希望 等主人吸奈完死气 依然能打破枷锁 买出哪一步 那就借你吉言了 去帮我护法 我要专心吸奈死气 是 主人 死气 来 死气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浓郁 主人的气息 正在稳步提升 应该能走到那一步吧 不少小可爱感受到机缘 都想过来分一杯羹 真是可笑 滚开 我看到枷锁了 是他在束缚给我破 恭喜主人突破 成了 这股力量好强 不是神王能够比你的 往后哪怕几大神王围堵 也奈何不了我 神王在主人面前 啥也不是 带我来此 我便送你一场机缘 死气灌点 多谢主人 等剩余的死气打入我体内 我一定能到神王后期 别说话 专心吸收死气 待会还得去对付吞吾 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的情况 吞吾实力暴涨 爪牙已经能延伸到海边 并且随意吞噬人 如今神界不再插手此事 我们是大陆最后的防线 必须守住了 死守 死守 因为寻击的事 我一直对你有成见 尽管我知道他做的不对 但我还是跨不过去 可今天面对共同的敌人 我听从你指挥 那段记忆不堪回首 我不想再提 吞吾的进攻开始了 身后是我们的家园 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守护 战 无自量力 皮肤汗术 罗刹磨脸 笑话 敢在我面前亮武器 你有出手的机会吗 没用的 放弃抵抗法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只要沉浮于我 便能获得活命机会 我们命子不叫 战 那就全部成为我的养分吧 整个大陆即将失陷 那些神王 真的不出手吗 吞吾本体恢复的不错 照这么下去 他怕是迟早要脱困 到时神界未瘾 我们真的不管吗 不是不管 而是管不了 我们五个家长 创始神矛 能有多少神算 两成 再加上一类神王呢 不算上死神 能有三成胜率 我们上次就不该 对死神出手 应该先让他灭掉吞吾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还是想想怎么保住神界吧 人界生灵孱弱 纵使吞吾吞下整个人界 也未必能恢复多少实力 你们的抵抗毫无作用 我甚至不用触动本体 这就是绝望 看着熟悉的面孔 一个个倒下 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手段进出 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嘛 根本战胜不了吞吾 比比东 现在后悔了嘛 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 居然跟楚风战同意阵营 总比你强 你看看身边有一个同伴嘛 而我有浴血奋战的战友 你真是个可怜虫 你也可以笑本神王 现在就把你抓回去暖床 紫神摸连 坦坦 卧槽 楚风 他怎么又出现了 吞星盘 坏了 他的实力又变强不少 怎么成长得比我还快 黄疤铁皮 你挡得住吗 滚开 完了 这次伤得更重 而且我连楚风一招都挡不住 他到底 修炼呢 紫神大人来了 我们有救了 紫神领域 有的人怎么没复活 试出什么问题了吗 楚风 你还敢出现 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连他们的灵魂都吞了 真是够狠了 没错 灵魂也是能量的一种 想拿回他们的灵魂 就必须击败我 可你连我的本体都未必能见到 那就试试看 急速神迹 吞噬束缚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就这点实力吗 好快的攻击速度 我都只能看到一抹残影 死神大人太大了 这都没反抗一下 就被制服了 耐心观战吧 我能感受到 死神大人很强 战斗才刚开始 死气暴动 过 怎么跟唐三带一起久了 也学着玩偷袭 死神魔帘 魔佛破 这股气息 你突破了 成为了至高神 没错 这还得感谢你 在你营造出的巨大危机感下 逼得我寻找快速变强之法 我在海神道等你 千万别让我失望 这就被死神大人打退了 死神大人到底有多强 仅用出一镰刀 便打乱七根神王级的分身 战力恐怖如斯 你们原地休着 接下来的战斗你们插不上 死神 你来了 胆子还真不小 不怕我一口吞了你吧 就怕吞下我 你会消化不良 吞噬大人 他破坏你的好事 赶紧把他打了 以绝后患 如此人界便没人再来阻你 我说话你差什么嘴 一点礼数都不懂 滚 可恶啊 动不动就打我 现在你强 我先忍着 早晚会有你好果子吃 成为我的奴仆吧 我带你打下人 神两戒 道时你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村无在做什么 居然拉拢楚风 以后我岂不是报不了仇 我拒绝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你会后悔一辈子 脏什么我可没比你过多少 死神磨脸 你觉得实力差距小吗 吞灭八戒 谢 楚风成为至高神 对付吞吾又多了几分把握 但难度还是不小 吞吞吾开启最终决战 杭三在世新滴雨 死神的味道应该很美味 吞灭八戒 一剑穿心 死神磨脸 碎 别试探了 这点力量还不足以对付 的确有点东西 回来 再来两剑 神技 磨脸十字斩 你就这点手段吗 是我高看你的 看把你狂的 你又取死之道 八剑齐出 毁天灭地 他以为自己在巅峰期 此神所恋 舒服 楚风能把寻常神技 用到这番地步 真是个天才 我们要跑吗 万一楚风能出手来 局势就不妙了 他想迎主人也没那么简单 而且这是你的机会 果然跟我一样坏 都打着做出渔翁之力的把戏 最好两人同归于尽 老东西 看来你潜力技群了 那我赏你几下 真憋屈 要不是创世神链锁着我 束缚了我的手脚 你人扫没了 老东西下去慢慢憋屈吧 至尊神技 死亡龙神魄 这 这就输了 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死神大人赢了 死场浩劫 总算是过去了 尽快有死神大人 否则整个大路都得完整 我没感受到死气的诞生 吞吾还活着 什么 都爆炸了 居然还能活 没错 我是不敢置身 楚风 多谢你将我打爆 让我脱离创世神炼的进步 如此我终于自由了 怪不得你完全不抵抗 作为答谢 我会将你吞噬 让你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这话说的真恶心 死神领域 看 吞噬领域 开 不错 领域跟我不相上下 可我比你高一个小竞技 你依旧不是我对手 天赋神机 吞噬黑洞 好可怕的神机 我完全含抗地 不愧是跟创世神异平 诞生的生命 不过这样的 能把我逼到这一步 你足以自傲了 打得好 楚风这个卑鄙无耻小人 终于打了 苍天开眼啊 死神大人 这 你赶快飞升神阶吧 我们深远还有复活的希望 可你若是出了意外 将会消失在天地间 我不会走的 虽说我们有时意见不合 但我对五魂殿的情感 丝毫不比你少 再者 我要为死神大人报仇 好 好 有情有义 我这就送你去见他 真奇特 都如体内自成一方空间 好像是一个残破的世界 难道是他以前吞进来 能量 汲取 神古记 死神永生 想辟吃 这段时间内我不死不灭 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等你神技释放时间结束 我再来榨干你 待会再见 创世神说过 东吴的弱点是一枚金盒 他肯定会把弱点藏好 仔细化行 亡灵重现 亿万亡灵 听吴号令 去 把金盒藏在毛坑里 真有你了 你怎么知道这东西 肯定是创世神那老狗 他出卖我 只要我把他打碎 你也就完蛋了 就你那点别小实力 随便打 这可是你说的 天赋神技 灵魂枷锁 卧槽 糟糕 怎么忘了他还有这招 快点给我住手 吞吾大人 是犯了昆颖吗 难不成是碰瓷 还是乱吃东西 未定犯了 是死神大人的气息 他还活着 给我出去 情况不对 吞吾大人要败了 何止要败呗 他还想控制主人 但吐风暂时没余力出手 这是偷袭他的最佳时机 你别错过了 博一博 单车变摩托 吞星盘 碎星报 死呗 你不是偷东西就是偷袭 可这样就想打我 未免太过天真 死灵龙神 神祭 死灵龙都 还有个帮手 大意了 笨货 你浪费了最佳时机 往后再想打触风就难了 一个只会偷袭的憋三 看咋 滚开 别缠着我 死灵龙神和唐三战斗之时 楚风施展神迹 也接近了尾声 灵魂加死 成 拜见主人 可恶 我被这臭龙缠住了 根本走不了 唐三 你好大的狗胆 刚才敢偷袭我 现在轮到我收拾你 死神魔怜 斩 吞星盘 我的眼睛 还没完呢 看哪 楚风向我们迈出那一步 如今又收服吞吾和怨念龙神 以后来神界怕是得横着走 不行 神界只能由我们说了算 他的几个女人不是在死神殿 我们可以把他们抓了 然后引诱楚风去那个地方 同意 风哥怎么还不来接我们 不会是出事了吧 肯定不会有事 楚风不会来了 创始神王 这是风哥的地盘 你们来干什么 笑话 整个神界都是五大神王的 跟我们走一趟吧 姐妹们 准备战斗 糟糕 身体动不了 是时间神王和空间神王出手了 两位 把他们带走 只要这件事做成 往后神界就是七大神王 多谢修罗神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风哥 救我 楚风 得饶人出警了 在我眼里都不能算是人 死神摸连 锁头 不对 来自血脉深处的那 是古约纳出世 那小五他们 这是创始神毛的气息 五大神王 你们很好 创始神 你给我出来 你如此称呼我 可不礼貌 赌风决战五大神王 绿小刚进意外成神 你让我怎么客气 我在人界与吞吾大战 守护了人神两界的生灵 有五大神王却偷我的家 他们在神隐战场 你去救人的时候当心点 说好的给我奖励 创始神器 这位你放心 我可从来不骗人 创始神火 绿花周天 创始神器 剑 拿起来 创始神器果然不同反省 五大神王 洗干净脖子等他 时间神王 空间神王 你们去阵眼处 着手启动 那个上古阵法 是 我们走 现在就等 楚风过来受死 那这几个丫头呢 要先宰掉吗 来啊 我才不怕你 风哥会替我们报仇的 牙尖嘴利 刚真以为我不敢动手 第一个拿你开刀 慢着 先把他们留下 会万一出现状况 也好有个后手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小心 可来到这个地方 就不可能出现意外 楚风今日必达 嘎的人不是我 还是你们 大神王 你们五次三番找我麻烦 此次甚至抓了我的亲人威胁 你们也有取死之道 楚风来了 准备战斗 纵使你成为了至高神 我们也不怕你 死神领域 死灵吞吾 谢 参见主人 死神的灵魂枷锁好逆天 真把吞吾给收了 吞吾 撕碎他们 是主人 吞灭八戒 八戒齐突 他的境界比我们高 单独一个人是挡不住的 大家一起出手 神力融合 无色不灭顿 有点意思 他们五个神王联手 爆发出的神力 比五人的神力 还要强 类似于五魂融合计 可也太小看我 死神力 曾 多谢主人相助 我感觉到了力量正在变强 八剑合一 三连天叫 生命不息 生命回复术 随禀主人 任务完成 连我的仆从都打不过 也可以跟我讲笑 主人 我已救下几位主母 你带他们退远点 风吾 把五大神王解 我们用逆转时空之法 以修复好大阵 一天图神阵 开 融合 五魏一席 终极律神王 这不是融合计 而是真正的融合 五个神王融为一人 从没见过此等手段 另外有逆天图神阵的加持 担心 装神弄鬼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虚无措手 创世之谋 罪 主人 这阵法属实太强 哪怕是我全胜时息 也没法在这阵中讨到便宜 回去休息吧 死神领域 收 楚风 周围已被布下时空禁止 你这次插翅难逃 我没想过要逃 你们为了神界的统治 对异类神王进行打压 消灭 没觉得不妥吗 我们就是秩序 唯有消灭异类神王 神人两界才会安宁 创世神器 死神魔帘 来吧 做个了解 创世神器 永恒之盾 阵法之力 矛断星海 死神力灌兵 魔帘横空 没吃饭吗 打人都没力气 死气躁动 破 好强的死神 难道他同阶无敌的神话不可破 外加一个阵法都打不过 反手啊 刚才不是挺能好的 怎么当缩头乌龟了 神王不可辱 当心我打掉你满口牙 两剑创世神器很强 但你们不行 楚风 是你逼我的 燃烧神源 全开逆天图神阵 神力灌兵 来了 我们能调动的神力源源不绝 你输定了 死神力来自人神两界 只要有死亡 我的死神力同样用不完 看谁更能好 风哥会赢的吧 我也希望主人赢 可他们如今的神力五五开 还是那阵法太凶 否则主人早赢了 这样下去不行 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最好别那么做 连我都插不上手 你们上去只会让主人分心 与此同时 此战中最痛苦的人 当属死神地狱内的预想 他正被两股强大的神力疯狂撕身体 不行了 浑身疼 连灵魂都疼 楚风真是个变态 向着法子折磨我 不对 在两股强大神力的作用下 我好像成神了 而且力量在不断提升 天不忘我玉小刚 各位 出全力了 人连合一 向此而生 我们还是败了 玉小刚跑强的神力波动 打起来应该会很有意思 我自由了 我感觉自己强大到没有朋友 玉小刚 是我一镰刀 卧槽 再见 不 是再也不见 已是炼体至高神 还这般阻 真是少见 我们也走 你们走得了吗 成为我的奴仆吧 灵魂加速 控制 不 你不如嘎咯我握手 赌风一人独战创世神 伪君子唐三的报应 创世神 此何意 大胆 敢这般跟父神说话 你有取此之道吗 父神 他对您不敬 就该把他毁灭 闭嘴 收起你们那点小心思 真以为我蠢 不知道你们想借我的手 扶掉死神 该把 别言土肉泄了 古大神王排除一几 为了对付我更是不得手的 我不信你一点都不知道 既然你爱装瞎 那就一直装 大胆 敢对创世神不敬 简直是闲命场 他还真以为死神死不掉 在创世神面前 其实跟楼一样 你做事不攻 我不服 死神领域 他 他铺开了创世神的胃压 这怎么可能 有点意思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只用武藤力量 你打败我 他们五个交给你处置 但你输了 就得听我干 好 你可别反悔 输了算我没本事 自然没资格提任何要求 出手吧 否则你没机会的 让我看看你有多强 死神魔怜 神王剂 死黑龙 创世神雷 一指最万物 好强 这就是创世神的力量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极限 死神 你赢不了的 带着你的妻子们下界去吧 我还有一招 吞吾 合体 是 主人 有创意 力量也变强了 但还是不够 接下我这招再说 双神力融合 死亡吞天破 竟让我感觉到一丝危机 规则之力 雷海阵压 我败了 你拳头大你说了算 但是他们五个往后不能再来惹我 那是自然 他们再敢去招人 我会自己出手 将他们抹死掉 另外 你可以带神奇自由出入神界 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死神专属通道 随便插手别人的事 的确不对 但我得维护神人两界的平衡 创世神留下一句无奈的话语消失了 而另一边 玉晓刚逃到了尹一寺 中途硬是一口气都没感谢 虎风实在是太恐怖了 还好我跑得快 否则小命不保 我们的藏身帝被发现了 攻击他 你们不要打我 我只是路过 我居然没事 怎么是你们 大师 你逃出来了 还成为了很厉害的神奇 能挡下你们三人联手一击 我好像真的很厉害 大胆 竟敢偷袭我 刚才是误会 由于我们没完成几大神王的任务 便来了神界 结果被他们派神指到处抓捕 刚才以为你是他们派来的人 我们才会出手 原来是这样 但你们刚才打了我 总得付出点什么 来吧 陪我练练手 不用练了 我能感觉到 我们三个加起来 也不是你的对手 不说话 我就当你们答应了 看我无敌王八卷 下手还真狠 好歹我们也共患难过 胖子 小心 好快的速度 来不及了 神力护体 就这 没用的 对手太弱 索然无畏 老知道我这般强大 当初就不该战术撤退 而是该把楚风顺手收拾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玉小刚突然只冷起来了 看他爆发出的战壁 丝毫不落于五大神王 往后我是你们的主子 你们跟着我混 有问题吗 参见玉主 等我调整好状态 找个黄道 即日下界 把楚风宰了 再把他的女人抢来暖床 我们到家了 参见死神大人 我有一事相求 什么求不求的 有话直接说 与吞吾一战中 众多魂师的灵魂被吞掉 他们为保护 斗罗大陆而战 我希望死神大人 能复活他们 小事 吞吾把吞掉的灵魂吐出来 是 主人 魂归兰西 大复活术 我们又活了 多谢死神大人 我再次宣誓 永远效忠死神大人 死神大人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 赶紧说 我时间有限 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平静 我建议整合全大陆的力量 成立圣灵帝国 往后才能抵挡更大的冲击 武魂殿怨奉死神大人为主 如此也好 宁风之管天斗 千道流管武魂殿 至于新罗 就让圣灵教的大长老管 你们三个直接向武负责 其余神奇就驻守圣灵教祖父 尊命 吐风吩咐完 便开始了养老生活 还带着陈星 武荣 千道流 惊恶前往神界 寻找合适的神器传承 武大神王看到也只能干瞪你 不敢多 和海神党周围去发生了局 我脱困了 耗费大量神力 终于摆脱了深海全屋 主人都被楚风收服了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们肯定能翻身 你不懂的 楚风已成为强大的制高神 我们没机会了 还有你说的强大 咋不出现在我面前 唐三 你在找我 当初我有急事去了趟神界 真以为我把你忘记 你怎么找过来的 你释放神力 有神力波动 我自然能找过来 楚风 我错了 我不该与你为敌的 给我条活路吧 我发誓 从此以后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你的话跟放屁一样 我怎么可能相信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自爆 二是我打棒 是你逼我的 既然你不给我活路 哪怕市长 我也要从你身上咬块肉下来 吞清盘 去 让你见识一下创世神器 死神魔怜 我得本命神器 碎了 结束了 不 我是穿越者 是天之交 卧槽 出现了 那就留下吧 新任死神手下留情 我跟老死神可是朋友 如此你们便探查不到我 善念 我又回来了 够了 玉小刚竟然成神了 风如的气息彻底消失 莫菲被消灭掉了 救我 求前辈救我 我快消散了 新的吞噬神王 若菲你进入海底 被我感应到你身上的恶念 我也不会苏醒 咱俩也算有难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便复活你 你说一个 只要前辈可复活我 动使签个 万个条件 我也答应 好 我正好缺个跑腿的 极恶的狱 万恶之使 恶人心生 恶人复活 我不活了 而且实力比以前更强 多谢前辈 你刚才叫我什么 多谢主人 乖 当狗就得有当狗的样子 送你件礼物 接着 狗 狗象圈 没错 以前我的阿皇带 能够隐秘气息 现在送给你了 望你继承它的意志 继续为了效率 让我带狗象圈 万万不可能 我哪怕是嘎 嘎外面 上到海里去 也不会带狗象圈 你别小看这象圈 它可是创世神器 必要是可取下来战斗 要是不喜欢 还给我 创世神器 喜欢 多谢主人 不知主人事和身份 人有善恶两面 神也是如此 可创世神为了追求完美 便把恶念分离出来 而我就是创世神的恶念 是吧 帮我抓一批 最大恶级的人回来 遵命 主人 好奇怪 有种不祥的欲 却说不上来 神器的第六感象横子 应该不会平白无故的如此 无敌王八拳 看拳 毁灭前章 糟了 糟了 就这 战五渣 做好旗鼓相当的对手呢 还有谁 好强 至高神级别的战力 根本就大不了 他又是哪里冒出来 又开始装了 说到底李斯还是放屁珠 你跟楚风交不少 那我问你 我和楚风比哪个更厉害 当然是王八神大人更厉害 哪怕是和楚风一起上 也不是您的对手 都听到了 我如今的实力 已经超越楚风 这就下界找他算账 主人此去 一定能齐开得胜 我这就去摆下庆功宴 等王八神大人看拳 富山 我要下界出海 还望打开两界通告 是吧 千道流打得一手好算盘 自己去闭关接受神奇传承 让我帮他打理事务 来 东东 好久不见 岳小刚 是你 你别那么称呼我 让我觉得恶心 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独特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若你回到我身边 我会像多年前一样宠你 就你 一个残破的老男人 还在那白日做梦 傻胆 是你自找的 王八踏天 你回我叫皇殿 我要你的命 罗刹摩连 破魂斩 你没吃饭吗 打人都没力气 好强的防御力 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别发呆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要好好把握 满足你 罗刹绝技 罗刹贯穿炮 中了 可他好像没事 给你机会了 可你不中用了 无敌王八拳 好快的速度 而且他没用神技 全靠肉身的力量 不行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死神大人 救我 楚风来了也好 待会你就在一旁看着吧 看我怎么虐他 钢子 你又疲痒了吗 杰杰杰 楚风 我们又见面了 你看他笑得多见啊 风哥 我去收拾他 别轻举妄动 他如今是炼体制高神 连神王都不是他对手 你们退下 我来对付他 还不是托你的福 我也算苦尽甘来 为了报答你 我会送你归西 还是你的表演 让我看看你哪来的笔记 我会把你垂成肉泥 无敌王八拳 你忧众别躲 是怕了我的强大战力吗 我只是觉得遛狗很好玩 既然你对自己的战力十分自信 那我满足你 死神龙群 在我面前完全笑话 打成平手了吗 这老东西好强的实力 怎么可能平手 你忘了 风哥的合体术都还没用 对哦 风哥加油 楚风 你的时代过去了 往后大陆便由我来主宰 乳妻女 无养之 滚 他怎么突然变强了 还是说他之前在戏耍我 压根没用权力 主人 要合体吗 打个玉小刚还要合体 我先丢人 看不起谁呢 我非得用拳头砸烂你 炼体而已 说白了就是挨打 典型的人肉沙包 死神魔帘 无限机 不行了 这是创世神器 攻击还附带神魂灼烧 我扛不住多少下的 你不是嘴强王者吗 继续叫唤 这次人丢大了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烧 飞升 神界 飞升的瞬间是无敌的 给他钻了空 虎风 我还会回外的 不对 我怎么飞升不上去了 复神 快开神界通道 你的戴争是个意外 不归我管 上来神界会破坏平衡 还是待在下界吧 看鬼 一个老六 坑我 玉小刚 创世神摆你一道 看来你没救了 独风大战创世神恶念 唐三玉小刚再提新爹一门 我的肉身很强 你不可能卡掉我 王八不灭身 看你有多强的防御力 死气 神魂腐蚀 这些死气在侵蚀我的神魂 该这么下去 纵使神体能抗住 神魂也会被心撕碎的 玉小刚 挣扎吧 豪笑吧 但是没有用的 当日众恶鹰 机遇长恶骨 死气葬座 好强大的神力 你到底是谁 这一代品神的实力很强 可愿当我的仆从 会赐予你无尽好处 往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这人喜欢自在 没有给人当狗的习惯 玉小刚是我的猎物 把他还给我 不臣服就得毁灭 免得日后找我麻烦 死电破灭 死气乱打 这家伙实力不俗 境界不在我之下 到底是什么来路 没听过人神两界 有这种强者 低估你了 那我稍微认真些 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力量 雷霆一闪 哇 死亡领域 如此攻击 如此威压 我唯有在面对 创世神的时候 才有过这种感觉 你到底是谁 一个将死之人 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东西 此神雷报 孙无 双神力融合 死亡吞天破 吞武 他居然认你为主 是你控制住了他 好厉害的手段 你也成为我的亡灵奴奴吧 可恶 不能用出全部力量 否则会被发现的 雷闪 跑得真快 连气息都没留下 合体 解 主人 刚才的黑袍人有古怪 我感觉到他身上有熟悉的气息 但是又想不起来 这个人属实不简单 而且站在我们的对立里 早晚会是个麻烦 我们要追吗 他好像有某种 引力气息的办法 先回去再做打算 再说天大的事 创世神底 刚才人界的神力波动 炮墙 但爆发的时间太短 没能够及时捕捉到 却让我心神不宁 得探查清楚 五大神王过来见我 可算是回来了 刚才被那小子做伤 真是憋屈 醒来 我是谁 我在哪 你又是谁 看起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 难不成是个弱智 老师 你也是前来给主人效力吗 能再见到你真好 玉小刚遇到的机缘也不小 观察他的气息 境界不在我之下 但他的样子 好像刚被人揍过 小三 你叫他主人 拿他配吗 我如今的实力在神王之上 往后我罩着你 主人息怒 我老师刚醒过来 可能脑子不太清醒 看出来 有点弱智 我不会跟傻子一般计较的 你才是傻子 你全家都是傻子 不谨蠢 还装枪做事 那我一次教怪你 免得以后麻烦 没落 好唐 这到底是什么雷电 主人 我愿意臣服 小刚不敢了 早点拾去 我就没事 你跟着唐僧外出办事 他知道我想要什么 是 主人 不知主人是何许人也 创世神 乐乐 我会带领你们 打造全新的神界 往后人界便交给你们打理 谢主人 那个人到底是谁 为何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 创世神的气息 但创世神不可能就运行吗 此神大人 会是唐三吗 他就与小刚 就合理的多 唐三已经被我嘎了 不可能是他 况且那股神力波动 也不是唐三的 风哥别烧脑了 下次遇到再收拾他旧事 看他落荒而逃的样子 对风哥和吞吾的合体 有所忌惮 不见得 总觉得他在压制力量 我不一定是他对手 往后还得继续加强修炼 美女相伴 生活还挺介意 怪不得连神界都不去 你找我有事就说 我可没空跟你闲扰 这次上次的事还在恨我 我问你 你刚才是跟一个强者 交过手吗 对 很强 真实的实力应该在我之上 全球没用过神器 使用紫色雷霆攻击 我感觉攻击手法跟你相似 紫色雷电 也不是他 而且他的实力 也不改这番弱 难道是我想过了 你知道他是谁 那交给你去处理 免得还要麻烦我 这只是投影 本尊有事走不开 我待会让修罗 毁灭下界调查 还望你不要对他们出手 他们不惹事 我也懒得管 就这样 来了在人界就给我规矩 只调查神秘人一事 否则你们有命吗 没命吗 我们此次奉创世神之命办事 做什么你管不着 难不成创世神 还得看你脸色办事 狗杖人士的东西 死神领域 镇压 手下败将也敢跟我叫嚣 我看你们是闲活的太长了 黑袍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先找到他才是重点 求死神大日饶命 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滚 记住斗罗人界是谁的地盘 奇怪 最近灵魂总数怎么变少了 哪怕发生战争人嘎得多 那些灵魂最终也该来我这才是 死神大人 武魂殿也发现一个怪现象 有人劫狱 专门把最大恶极的邪恶魂师带走 前都有神秘人出现 这里最少是封号斗罗 只掳掠恶人 他们最后一次行踪 出现在诺丁城 有意思 难不成斗罗大陆还有黑夜骑士 盯着恶人重置 我得去看看 小三 我们抓的恶人数量不够 恶念主人是非生气 我想到个办法 把正常人逼成恶人 他便有了邪恶的灵魂 再把他抓去献给主人 任我不就轻松了 省得还要满世界去寻找 妙啊 所以你带我来此处 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 但由于后子的缘故 村子里的人表面对我好 实则被地理说我坏话 今日我要他们全部付出代价 假如成神后的唐三回到圣魂村 会发生什么 小三是你吗 你回来看我们了 是我 太好了 小三回来了 大家快出来 小三刚才说 这村子里的人很歹毒 可这老头明明被他很热情 小三 你当初可是先天满魂力 不知成为魂圣强者没有 魂圣 蝼蚁一样的存在 老东西 你别叫那么亲切 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企图 当初把我去诺丁学院 还不是看中我的天赋 想等我强大后来获得好处 你怎会如此说 这些年来 我有从你那拿过一枚金魂币吗 你有回圣魂村帮过任何人吗 散了 都回去做饭 简直是个白眼狼 站住神力威压 唐三 你想干什么 圣魂村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村里当年欺负我们父子 今日该付出代价了 送你的几个儿子上路 我就放过你孙子 不 绝不 你有什么冲我来 不能狂怒是没用的 我帮你一把 吞噬之魂 霍乱心智 瞎 瞎 醒来 不 我的儿子 唐三 我要嘎吊你 再见了 看戏 就按照这个模式来 这就方便多了 不用去找恶人 还得是小三有办法 唐三 欲小刚 最近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应该跟你们有关吧 快说 就你走的黑袍人是谁 两个神王也敢插手我们的事 无敌王八卷 修罗魔剑 魔神斩 毁灭全长 毁灭极光 两只苍蝇真烦人 嘎了他们 唐三 你又活了 是跟用紫电的黑袍人有关吗 惊不惊喜 你意不意外 我又有高人相助 有些机缘是你羡慕不来的 没什么好羡慕的 我为自己而活 而你只是别人养了一条狗 说出黑袍人的身份给你个痛苦 我唐三出来混 最讲义气 不会出卖主人的 我们两个打一个 不见得会输给你 是吗 谁给你的勇气说这种话 死亡之气 葬送众生 神语 这就结束了吗 他好像更强了 武神王统治神界的时代 已是一取五伏 结束 他们应该没那么弱 也都还没发力 王八霸气破 创世神器 神犬项圈 这对师徒有够奇葩的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 老师 楚风有点实力 我们单打独斗不是对手 用主人教的招数 一次把他揍点 看样子有新花样 不用那般无聊了 吞是神 玄归神 合体 不行差点笑差起 这是变身归成像吗 笑 该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神犬项圈 捆绑万物 大进步 哥 这跟我玩捆绑吗 别叫唤了 神犬项圈不是寻常神器 另外有我的神力加持 你是没法正做束缚的 死亡领域 给我破 古空 没想到你也有金剑吗 我终于翻身做主人了 昏是王八神拳 试试你的手段而已 看把你得意成什么样了 万古亡灵 听我号令 死气凝聚 竟加无声 破 他竟然正脱了禁锢 哪来如此多的死气 好在我身体强大 不然你刚才已遭到反射了 接下来怎么办 跟主人求援 主人 救我 看来是没招了 那就等着吃我的镰刀吧 死气腹着 顺着 那两个卧龙凤徒 搞什么东西 都说了行动是地质处封点 若不是我在用人之际 谁管你们此活 可善念肯定盯着那出战场 我不能露面 只得使用禁忌之法 创世禁忌术 神奇转升 本作的刺激是 虚空神 地狱神 漫夜神 混沌神 给我转生回来 不好 时间来不及了 只能先转生一个虚空线 主人 我回来了 很好 先替我做事 等我打架创世神山 会用那里的创世神经 将你完全复活 多谢主人 去吧 将那两个废物带回来 跟楚风交手不得缠动 虚空穿梭 好凶猛的攻击 黄金王八壳 玉 死神摩连 放世之力 给我破 抓了这么多灵魂 我就说怎么人打了 灵魂跟着凭空消失 唐三尼又取死之道 老师 救我 你先挡住他 我去找主人来救你 死神力 淹灵 虚空穿梭 虚空神力波动 虚空神不是在上古大战时 陨落了吗 怎么又出现 我当是谁 原来是个小小的死神 看来主人太小皮大做了 等我尬了你 一切问题都将解决 快带我走 别跟他打 他是至高神中期 死神在同境界中 号称无敌的存在 无敌 那个敢言不败 何人敢称无敌 一个死神而已 新杀包来了 神技 锁头斩 好快的攻击速度 神技 虚空盾 还真的伤了我 攻击附带死气侵蚀 看来我不在的这些年 死神已经不一样了 看样子 你也是黑袍人的手下 气锁链 舒服 大爷没恐陪你玩 虚空穿梭 死神领域 竟然是虚空神 他当年身隐 神尾被封印 怎么又活了 难道他真的回来了 你敢信楚风 竟然要陨落 五大神王 归位 参见父神 父神 我和毁灭的行动失败 没能打探到黑袍人的消息 还败给了唐三和玉小刚 请父神责罚 不怪你 神人两界发生巨变 个别神奇境界快速发生 你们应付不了也正常 所以我想解除对你们的限制 并送你们进入创世惊风修炼 多谢父神 创世惊风通道 开 时间有限 你们务必尽快变强 紧急父神降会 没办法 现在只能用他们五个 我最看重的还是楚风 可他不是能被人控制得住 希望他能多挖些信息出来 奇怪 气息完全消失了 周围全是海 他不可能有地方藏 主人 那边有古怪 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海神岛嘛 看上去还是一如既往的死记 我用神念探查过 没发现一样 要不登岛查看 总觉得怪怪的 不好 是静置 对方竟能布下迷惑我的静置 我能想到的唯有黑袍人 死神领域 死灵龙神 主人 有何拆遣 全力出手 攻击禁止 死神领 死气黑龙 龙神领 死气龙颜 吞灭八剑 八剑齐出 可恶 被楚风发现了 如此攻击下去会有麻烦的 主人的手段神诡莫测 亲自布下的禁止牢不可破 楚风不过是徒劳罢了 小三说的对 主人只要会一挥衣袖 楚风必然灰飞烟灭 必然还好意思说话 若非你们办事不利 又岂会将楚风引到此处 此电落雷 我知道错了 还请主人给我个机会 好疼 还请主人收了神通 这是真不怪我们 是楚风的神纪太变态 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 别电 收 狗药总想着开马屁 有那功夫拿去提升实力 主人 那我们不理会楚风吗 以此禁止的强度 他们没个把约破不开的 他们都打上门来了 我又岂会当缩头乌龟 神奇转生 暗夜神 混队神给我醒来 拜见主人 你们军事至高神中期的实力 还会合体数 联手对付楚风 绰绰有余 现在去拿他的头来见我 此其是顶当完成任务 四个至高神中期 这次碰到硬查 看样子是黑袍人的手下 他到底有多强 我故意顿逃 不与你纠缠 没想到你还敢追过来 是真觉得命长吗 手下败将也配叫嚣 此气锁炼 束缚 死神力 可死神为何会如此强横 他很强 不可小觑 知道已经不是多年前了 战斗必须全力以赴 破 他们都不是寻常货子 看来一般手段没用 超神器 虚空缩 超神器 龙颜珠 超神器 永夜三 超神器 混沌灵 创世神器 死神魔帘 巨化斩 这些远古的老怪物浩强 好在我兵器占据优势 否则面对四人合击 怕是以重伤 是那些死器 以及信仰之力 看来他在人界的信徒很多 增强了他的实力 这样打下去不行 还是速战速决吧 合体 吞吾 合体 双神力融合 死亡吞天破 看你如何应对 四神力爆发 刀碎星辰 斗罗的规矩 果然是融合的越多越厉害 死灵龙神 合体 是主人 郭阁神王后期 有毛用 虚弓大刀 斩首 三神力爆发 死神魔帘 给我挡住 别死撑了 你扛不住的 不愧是四骑士 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你们两个学着点 别跟个废物一样 主人教训的是 城王败寇 只要楚风能嘎掉 替我报了大仇 我当狗又有什么不好 等主人一种人神两见 肯定少不了我的好处 发力 给他个痛快 他们还有余力 我挡不住了 创世神 还不出手 短生术 自己是全部复活 看来恶念真破风了 整个世界将迎来浩劫 当年有巅峰期的村民相助 我才能将他封印 楚风 你再撑一下 我暂时还没法出手 海神岛方向 有很强的神力波动 应该是至高神强者 在战斗 风哥 没错 就是风哥 我能感受到 他的气息变弱了 得去救他 姐妹们 出发海神岛 我们去帮风哥 大不了一起陨落 好兵 好了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死神马上就要死了 真是否则 向死游生 破后而立 初代死神早就留下真言 只是我不敢去尝试 想起来了 我就封一次 彻底坠入死亡 我姬主宰 向死而生 战斗结束了 楚风的生机基本消失 我能感受到 他的生命力 只剩下一丝波动 可惜了 不能为我所用 搞得好 要是没有楚风 这个绊脚石 我早就攻城名 就飞神界了 终于嘎了 老天开眼 使他施加在我身上的酷刑 没法全部还回去 若非楚风跳出来捣乱 我早跟着小三去神界想清福了 我帮你们报了仇 往后就好好干 有的是出名的机会 生死一线间 悟到呼吸间 死神永生 不过了 这怎么可能 刚才你的生机 明明在快速消失 脱你们的福 我是死神 怎么会死呢 楚风 他又活了 说好的嘎了呢 我的心好痛 祸害一千年啊 这都灭不掉他 难道他是鼠蟑螂的 嚷嚷什么 闭嘴 可这命也太硬了 没有死神不会嘎的说法 准备好了吗 感受一下我的全新力量 罗创是神善恶之战打响 究竟谁才是最强王主 我承认你很强 但以我们四人合体的实力 也不虚拟 是吗 死灵法则 无间地狱 卧槽 法则之力 这是至高神能掌握的吗 必须避其锋芒 我已出手 你们还能逃得掉吗 死气加持 范围扩大 什么情况 一点光亮都没有 被传送到其他空间了吗 这不过是开始 慢慢想揍吧 黑暗中有东西攻击我 我的神石被屏蔽 什么都感知不到 还有这浓郁的死气 长时间待下去会被侵蚀的 不过 你的虚空神力呢 赶紧用啊 虚空神力全开 虚空盾 闹了 出不去 连虚空都能隔绝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看样子是彻底慌了 给你们加点乐趣 死气化亡灵 去 如此下去不行 攻击四周 打破这方空间 还算有点脑子 但想破开无间地狱 至少需要几个时间 神迹 无限制 武人 吐风太可恨了 你直接出手灭了它吧 我觉得也是 黑球内情况不明 他们四个怕是会吃亏 望主人出手 诸灭楚风 瞎带什么节奏 若是我能毫无顾忌的出手 早就灭了主风 又何须等到今日 主人 快帮我们脱困 这个地方好诡异 我用紧浑身解数 也只能传一段声音出来 出手 还是不出手 先让他们去试试吧 大恢复术 诸谢主人 唐三 你号称大陆偷袭第一人 现在去偷袭楚风 只要他一分心 他们就有机会逃脱 我腿软走不动的 要不让我老师去 他请抗揍的 三 尊老爱又不知道吗 主人让你去 就麻溜的去 少在那叽叽歪歪的 我这是收了两个什么玩意 一起上 老师 何体 这次我来主导身体 再给你上一课 让你见识下 什么叫战术 不灭王八体 规划流星王八基 造型挺别致啊 死神领域 还会回来 老师真机智 佩服 被打飞就不用战斗了 对上如今的楚风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别说话 我浑身骨头都断了 不是我想逃 是真的打不过楚风 玉小刚又自作主张 让他们偷袭 结果正面冲上去 这不是白给吗 不管了 我必须出手 四骑士是我的臂宝 没理由让他们嘎这么快 子雷 木娇 是那黑袍人的气息 全力出手了吗 不见地狱 收此神力 十二罗生门 你 我的门怎么跟纸一样脆 不错嘛 能抗住我一击不甘 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加入我的阵营 我还那句话 没有给别人当狗的习惯 你要占尽管来 我不拒 黄望 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 创世神的恶念 拥有体骑创世神的力量 凭你也可以吊销 一体两面嘛 跟双面佛一样 但你好像是被抛弃的那一面 抛弃 我讨厌这个子 子神 你彻底激怒我了 然后呢 今日过后 世上再无死神 雷法 灭神枪 嗅觉挺灵敏啊 我刚出手 你便下界了 恶念 收手吧 你所做的事毫无意义 只会让世人憎恶你 少来这套 又想忽悠我 当年把我从你体内锅里 还联合吞吾将我封印 后来又把吞吾封印 你真是打敌一手好牌 不就是担心我们太强 会威胁到 你对神人两界的整治 你们想蔑视 我只能如此 放屁 你在这奖项上呢 傻子才会信你的话 打扰一下 要不别叙旧 商量下此事怎么解决 退回海底深渊 永远待在那就没事 别逼我出手对付你 最烦你高高在上的仪器 让我回那鬼地方 是不可能的 你能拿我如何 那就打扶你 没法 创世神权 怎么回事 刚才的碰撞 没那么大的神力释放 感觉整个世界 都像要被撕裂一样 无知 创世神善恶念战斗 相当于自己打自己 而创世神代表这方世界 若他没了 奏罗世界将会爆炸 唯有二级 及以上神奇能逃脱 那他们还打个锤子 发现怒火吗 实力已恢复到 如此地固了吗 看来单靠我一人 无法再将你封印 还想封印我 如今昏无弱的可怜 你拿什么封印我 做梦去吧 当然 以你的实力 可以杀了我 但我就是你 你敢吗 往后你不出海神岛 我便不找你麻烦 但你敢乱来 我会一直缠着你 并杀掉你的所有手下 曾骄 其实我也不想搞事 被封印多年 对不少事都淡了 只想过安稳日子 如今不足以 跟善念正面口罩 我得先狗起来发育 用机会出现在应那一招 就这么定我 先让他蹦打一段时间 等找到解决的办法 再回来收拾他 大战落下帷幕 三人各怀鬼胎 都有着各自的算计 楚风也表明他的态度 往后你的人再敢去陆地上 我逮到一个砍一个 别说我没提醒你 你敢 那有什么不敢的 我玩的就是真实 事到越来越乱 仅靠别人是不行的 还得自身强大才行 此处的死气正好用来疗伤 死神领 恭喜主人痊愈 主人的实力比以前更强了 神隐战场对于我 对于你们简直是大不 吞吾 把这些死气全部吞入你体内的空间 是 主人 你这又吃又带的不好吧 神隐战场本是禁闭 我对你已经很照顾了 别抠门 我打你的恶念为了谁 这些死气你们又用不上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送给我 好了 拿去吧 楚风 你可愿加入我的阵眼 一同对抗恶念 说实话 不想 总感觉你做事不正常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路 主人 搞定了 去神界一趟 顺便去见几个人 命苦啊 这东过西藏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都怪于小刚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有点实力便四处招惹神王 如今他被困下界 其他神只疯狂搜捕我们 得想办法下界 继续待在神界会隔屁的 想下界 我帮你们 是楚风 准备战斗 别折腾了 放弃抵抗吧 你们的实力在我面前完全不够看 打不过又如何 总是千万人在前 我要战 那变战 向来 动手 出绝招 神技 神虎吞日 神技 超级金屋 神技 异想定昆 完美命中 他太拖大了 浑身上下都是破绽 成为本锤神的锤下王魂 他也该知足了 说够了吗 算 这 他一点事都没有 连防御都没能破开吗 他的肉身跟玉小刚一样强大 竟然拿我跟玉小刚比较 死神魔怜 快跑 结束了 药下要寡飞一遍 我从来没怕过你 楚风 我们是有过节 但没有生死大仇 你没必要灭了我们 好歹是三个一级神奇 我没那么浪费 只是想排除隐患 死神转化 外界主有人 乖 这不就皆大欢喜 放弃神恶念的气息 难道他离开了海神岛 我得尽快回去 我的宝贝出事了 等拿到手 我的实力会变得更强 你的宝贝 难搞你跟我一样 也是阉人 你脑子短路了吗 给我滚犊子 让你别说话不听 现在挨揍了吧 唐三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打算滑水吗 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 主人 我没有不尊敬你的意思 既然主人的宝贝出现 我们去拿回来就是 这还需要你说吗 自己是精力 你们跟刚三组合 前往极北之地 把我的武器拿回来 落遇到楚风 能灭掉最好 是主人 恶念的武器出事了 一旦武器到他手中 他的实力还会墙上三场 教我跟他有约定 都不能出 五大神王 参见妇神 不错 实力提升都很快 多亏了创世神经 那东西对修行大有益处 神经内涵本人的力量 对任何神奇都是大捕之物 如今恶念的武器 出现在极北冰原 你们下去一趟 把武器拿回来 切记不要跟古风 发生正面痛哭 一年不见 看来大家过得多挺好 姐妹们 风哥回来了 上位一年的作业 这次你有的补了 你们说的都不教室 难道最近没感到异常吗 你说那道子光啊 我妈说你不在 让我们别惊举妄动 免得出了意外 没人迟援 现在我回来了 一起过去看个热门 医保现世 过来探查的浑尸越来越多 我们得早做准备 一群弱小的人类而已 来多少下多少 不过那医保甚是诡异 还会灭掉一切靠近的生灵 静革绝了神石探索 说你们口中的一宝在哪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可恶的魂尸 滚出我们的领地 神威 压迫 请神奇大人度 我说一宝在 不好意思 手滑 把三条爬虫打炸了 来得真及时 那此事必然与 创始神恶念有关 怎么不见唐三和玉玺 他们一下破了胆 不敢出现在你在的地方 怎么说也是治高神强者 简直怂死了 用不了多少时间 你们也会像他们一样 死神领域 这个人 当着我的面出手 将三头魂兽打爆 想给我下满威 真是无聊的手 都说了我不怕你 虚空缩 无限穿梭 喝到了 死神锁链 束缚 死神魔怜 十字斩 没武器根本挡不住 虚空盾 怎么可能 你感知到了我的气息 我只是预判到 你会出现的节点 迎接审判吧 你们三个别傻站着 合体干他 一宝 武人的武器 武大神王 气息比以前强了一几 看来创世神出手 武大神王降临 我们不要胡乱出手 先看清情况 走 与此同时 在极北冰原的边缘地感 唐三和玉小刚正在偷发力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这里的魂兽又多 我得尽可能吞噬 变得更强 收到传音 虚空神让我们过去支援 我们要过去吗 附罗一宝出现 三方势力汇聚海参 伪君子唐三沦为版本器 张子你走来走去的干嘛 晃得我眼睛疼 小三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不过去 他们四个贼人 肯定会跟主人打小报告 到时候咱们又得挨揍 我已经想好了妙子 等下他们打起来 我俩就去抢主人的武器 妙啊 拿到武器是头功 说不定主人一高兴 会赐给我们金人 助我们完成境界突破 两人傻笑之际 三方势力围在雷神之锤周围 大战一触即发 我们凤创世神之命前来取宝 不想与任何人发生争执 我们也是凤创世神之命来的 你们咋不让开 放屁 区区恶念而已 也配称创世神吗 参加是迟早打起来 你们没法插手这个层面的战 我先送你们去死神殿 风哥 你要当心点 小场面罢 神迹 无处不在 既然你们都不想共手 那这锤子就归我 你敢 七空缩 修罗魔剑 过灭斩 死神 我们无意与你为敌 但创世神下令了 此锤必须带回去 各评本是吧 这子电锤应该是创世神恶念的制度 我也想要 没法迁让 终极武神 合体 合体 四季之士 吞武 龙神合体 死神力强化 死神八毛 创世神毛 刺 骑士大刀 独要联 你们竟联手二打一 打的就是你 不过你的神体很强 就刚才的攻击强度 起码得来十次 是高神基本脱离的神位 主要神力来源于体内神格 若击碎神格便可一击毙你 快拦住他 无限追踪 还想捧我 可能吗 生化死气 楚风的境界高于我们 不好对付 只能先对他动手 东西是我的吗 忘了还有我吗 骑士大刀 虚空燃手 你有毛用 六重罗生门 放住 创世神毛 临天一击 没完没了是吧 创世神 你管不管 你们之间的战斗 我不会插手 他从没把我当作自己 那就把你们一手会 你小心点 别开玩笑 得发现就麻烦了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说到偷东西 我可是专业的 去吧 老师相信你 我给你把风 得手了 一群傻子就知道打架 连点智慧都不会用 别在那嘚瑟了 拿到东西就赶快过来 我们溜回海参岛 陪主人交差 虎风 等你待会回来 看见垂妹了 不知会是怎样的表情 你刚才在叫我吗 小三 我操 虎风 老师接住神器 快跑 小三 快过来合体 不然跑不掉的 合体 除了抗奏 还有什么用 死神魔怜 玄规壳 超级硬化 这宝是我的了 强盗 竟从我手里抢东西 连脸都不要 还真敢说 东西还不是你偷来的 就你这张破嘴 该打 虎风 你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这锤子看起来不错 里面还蕴含庞大的能量 能爆发出的威力 应当不足 虎风 交出主人的武器 那东西不是你能够驾驭的 交给我 让我带回创世神山封印 不可能 到手的东西 哪有再拿出去的道 我们也要拿东西回去交差 那就怪不得我了 武神力融合 永恒一击 神力冠冰 剧刀分天长 正好是下子雷锤的威力 我们败了 还是低估了 楚风的实力 本以为变强后能找回场子 可依旧不是楚风的对象 区区死神能成长到如此地步 只能说楚风的天赋 带过妖物 他的强大有些超乎我想象 可惜他不愿加入我的阵营 不过紫雷锤在他手里 总比落到恶念手风墙 可恶又是楚风 每次都是他出来的小鱼 搞得像是我的克星一样 还有唐三 又说自己是偷东西关业部 结果失手了 主人我回来了 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我他们四个太拉胯 没法牵制住楚风 对 我做账 闭嘴 真以为我傻吗 拿到东西不走 非得在那说废话 当发 主人息怒 我真的尽力了 我也想硬钢楚风 说我打不过他 先解决紫雷锤的事 日后再找你们算账 紫雷 无限前天 本面动手了 他想做什么 真以为我不敢与他同归于尽吗 你们还不走 等着吃锤子吗 终于完蛋了 等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我先让你消失 真的 这股令人不舒服的气息 是创世神乐念 他想违背誓言吗 破坏力太强 不可硬喊 你逃不掉的 这是我定位神迹 不达目的绝不会停下 还真的追上了 现在怎么搞 三重十暗器 想要再现前世荣光 起料下一秒 试图二人就踏上了逃亡之路 微缓紫雷锤 答应坐我的路下 否则让你神情俱灭 好 我答应了 楚风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竟敢投靠恶念 少在那跟我哇哇叫 刚才我被攻击的时候 也不见你出手 古人 此子心怀不轨 不能让他加入我们 还是尽早灭掉的好 不须多言 我自有定夺 楚风交出你的魂血 往后我们共享整个世界 怎么还要交魂血 一旦交出就得受他控制 他来互弄我过去 我得想个办 快点 别拖延时间 快看是原始人 此神专手听到 耍我 因为你逃得掉满身边 无限延伸 还来 无见地狱 给我困住他 可恶 被他拖延到了片刻时间 好险 可算是到神界了 不对 这是紫电的气息 还敢追上来 楚风真是个小机灵鬼 把人朝我去变引 但恶念做的也太过了 正好给他点警告 你还真沉得住气 派五个杂毛下去捣乱就算了 恶念已经动手 你还打算忍下去吗 我自有安排 你说话越来越没规矩了 规矩 你跟他讲去吧 放肆 你胆敢无视当初的约定 雷阀 破 好恐怖的破坏力 以我现在的实力来说 也不知多久能感受他 竟让你逃到了创世神山 你最好一辈子别出来 你当我不存在吗 创世神阀 天谴降世 针对我出手了 可我也不是宁捏的 此剑横空 万法不清 走 跟我下界 哎 一定去 我最喜欢看热闹 他来了 可他不敢灭我 恶念 当初的约定你忘了吗 胆敢干预海神岛之外的区 没忘了 你让我待在海神岛上 我可一步都没离开 想词夺理 你想试探我的实力 我的底线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神雷 灭世 疯了 你怎么能用出这一招 紫电光波 整个世界都在震动 创世神山恶念大战 只要嘎掉一个 另一个也会消失 疯了 绝对是疯了 创世神嘎掉 整个世界都会崩碎 唯有部分神奇能够存活 风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句两句说不清 你们随时准备撤离 我认输 如今没武器再手 我实力也没重回巅峰 不是他对手 创世神雷 大风尽数 你敢用这招 我直接自告 那时整个斗罗世界都会崩塌 曾经拿此事来威胁我 觉得还有用吗 我活了无尽 岁月也挺累 毁灭吧 不如我们打个赌 那地方就要开启了 若你的人和楚风拿到东西 我听你处置 可我的人拿到东西 你就得听我的 好 一言为定 再赶乱来 当心你的狗命 什么东西 可让他们放下仇恨 大家来得挺早 唐三 你也在啊 叛选 你别欺人太甚 住手 你们之间有仇怨 可以去到里面再清算 本次进入的人员 元武大神王 四骑士 外加楚风 玉小刚 唐三 进入的人挺少 话说我们要去呢 进去做什么 进去后 我自然会告诉你 通道开 你们身处的卫面塔 一共有九层 而你们要取的东西 叫卫面之心 此物位于第九层 卫面之心 听起来很厉害 等等 感应不到神力的存在 倒是让唐三占了便宜 天助我也 玄天公 紫棋魔童 暗器都能用 没有神力的情况下 我将是此处的王者 小三 你可得帮衬着老师典 刚子 小三也是你教的嘛 做人得认清局势 识识识者为俊杰 又开始了 直立一比我强就白补 非连真命人恶心 知道了 三眼 我们走 去找楚风 等待到他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感不能 一辈子活在绝望中 吵死了 连睡个午觉都不得安宁 是外来者 看来创世神 又派人进来送人头了 还偷袭 连我的眼磨都剖不开 黑毒罩 鬼影迷东 看来你心里还是有为师的 万一下层能用神力 合体生存的机会打血 还是得带着 其物了 还是黑色的物 不对 是毒气 今天运气真好 遇见一个外来者 成为我的午餐吧 一头百万年神兽 最弱也得有三级神器实力 不能动用神力 你啥也不是 你折掏心 历来就掏心掏肺 你祖籍哪里 问命吧 无论你在外面有多强 今日都注定陨落 此处死气补充困难 本想什么的点用 可你非得凑上来 死气侵蚀 好诡异的能量 是死气 你怎么还能用出来 因为我用的是死气 而不是死神力 说轰往第二层的入口在哪 在那边 有一个狠角色守着 前辈 修行不易 求你饶我一命 你又可曾想过饶我 死气 话 老开 滚 好像有人在战斗 是混沌神 真是冤家路者 可恨 我堂堂至高神实力 却跟一条毛毛虫 打得五五开 你看不起谁 毛毛虫 也是有梦想的 魂技 分割四线 很好 轮到我动手了 今天白剪一大片 你敢信唐三在线 最强暗器官英有位 竟想将玉小刚一同抹住 可恶 神力完全用不了 只能用混沌 提挡一下 好诡异的手段 看来你在外面 也是一方强者 但在不能用神力的情况下 你不是我对手 我为什么要是你的对手 打不过 我可以逃啊 你逃得了吗 永远留在这里吧 死神魔怜 他的气息怎么比我强 混沌体化 没打中 好特殊的体质 纵使不能使用神力又如何 能成为至高神 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 有的是底牌陪你玩 死气包裹 你哪来的死气 不应该能带进位面塔才对 之前存在吞吾空间里的 吞吾作为最古老的神奇 此处对他的限制没那么大 修炼到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可惜我们是敌人 还有你 想怎么死 大大人 我跟你无冤无仇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去下层的通道 在那边 滚吧 也不知进来的还活着急 虚空神 赶紧出来吧 躲起来是没用的 唐三 你欺人太甚 虚空梭 没有神力加持的神器 又能有多少威力 老师 挡住 人体盾牌 这难道你没受到影响 防御力没有在外面的墙 但足够了 我也很意外 玄御守 姿母追魂弹 饶我一命 我投降 大家替同一个主子办事 没必要斗的你死我活 以后全听你们的话 以前仗的修为高 对我们一五和六的 现在知道厉害了 是 是 以后再也不敢了 胜利的感觉 真好 现在的我们很强 等遇到楚风 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 邪雾又来了 快跑 而在另一边 楚风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还挺好奇 白雾里到底有什么 主人 里面的东西让我感到不安 我们赶紧走吧 我又不 什么都没有 还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来了 主人快走 这是施神风 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像也不是太强 死神魔怜 好东西 还能滋养神魂 四周全是施神风 数以万计 今天怕是走不掉了 有我在 你慌什么 来得好 全称为我的养料吧 死气风暴 神魂正在迅速变强 天大的机缘 真是太残暴了 在没有神力的情况下 硬喊施神风 就是创世神也做不到吧 卧槽 喂 别走啊 回来 主人太凶残了 别人必知不及的生物 他竟追着喊话 由于楚松的出现 白雾快就一配去 进入卫面塔的强者 集合到了通道处 却唯独少了混沌神 他怕是陨落了 我们快去下一层吧 不急 我先收几个小弟 修罗神 你们五个可愿臣服我 搞笑 就你也配 也不撒跑尿罩找你的样子 不过是恶念身旁的一条狗 还敢笑我 你们不也是善念的狗 大家半斤八两 我们进通道 别跟他在这浪费时间 不许走 紫急魔童 不好 是幻术 他竟能用这等手段 老实准备 人形暗器 走你 他们有特殊手段 在这里占优势 最后一次机会 说出你的选择 怎么办 不将会嘎的 可我又看不惯唐三的嘴脸 挺热闹 大家都到了 楚风 地狱无门你闯下来 你施加在我身上的痛 今日我会全部逃回来 楚风 你不知道 我们在此处有多强 遇上了算你倒霉 等抓住你 又一好果子吃 两个二傻子 你们是想笑死我吗 来 有本事尽管出手 老师 我们上 你打正面我偷袭 身法 鬼影迷宗 来 打我呀 让你见识一下 我有多硬 暗器 子母追魂胆 死去护体 花里胡哨的 两个铁球有啥用 不拿我当人吧 我暴度了 连我一起攻击 这些暗器 我让主人计恋过 楚风 我看你怎么抗 暗器 一千零一夜 起大爆炸 楚风怎么能用神力 不对 是死气 两人都是怪胎 若非唐三被楚风压制 那没我们什么事了 唐三 你就这么点手段了 太让我失望了 小三 别挂傻了 赶紧用你最强的一招 不用提被师考虑 老师一路走好 玄玉手 暗器 光阴有泪 我没事 看来我的防御力比楚风强 真是的 没点实力装什么 我还以为他能无视唐三的攻击 没了楚风这根嚼屎棍 东西肯定属于主人 你们输定了 小三 你看到了吗 我们赢了 老师 都多少年了 我连做梦都在想今天 终于实现了 就是楚风噶得太便宜 起码也得折磨他几万年 喂 你们这么高兴干嘛 要不要开个香槟庆祝一下 有啥好大惊小怪的 我制造出的死气分身吧 否则又岂会傻傻的挨打 死气分身 有没有搞错 我们打了半天 竟跟分身打得五五开 也太侮辱人了 看来你们也没其他招数 那我出手了 死神魔帘 二段转 还有死气加持 爆发力惊人 我不是对手 鬼影迷踪 走得了吗 死气束缚 有你 情况有变 千进通道 楚风性格乖张 不好区分敌友 我们也走 小三 我会为你报仇的 张子 你不到意 怎么能丢掉我自己跑掉 杭三 等等 不对劲 莫名感到一种危机的 我早猜到你是个变数 接下来你就留在原地吧 化地为牢 你敢信 伪君子杭三竟然妄图灭杀修罗神 死神魔帘 破 没用的 化地为牢乃上古阵法 你短时间内破不开 我今天还就不信心 此夕爆发 主人 别挣扎了 他所言为真 纵使你有神力在身 也没法破开 恶念 你挺不要脸的 你们说也是半个创世神 竟暗中出手偷袭 姐姐 因为我坏嘛 张三 你还在那看戏 赶紧进去第二层 记得别再出纰漏 一定要把魏面之心拿来给我 是 主人 小三子保证完成任务 楚风 你看到了吗 跟对人很重要 我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这是来自狗腿子的自信嘛 也不知谁给他的勇气 你老实待着吧 在魏面塔内 我暂时取不了你性命 等魏面之心到手 第一个拿你献祭 真可恨 被阴了一手 但我不能坐以待毙 创世神 这是你不管管吗 恶念公然插手鄙视 真是太过分了 何止过分 简直是不要脸 你先别说那么多 赶紧把我放出去 最后问你一遍 可愿加入我的阵营 不加 我只想一个人 但恶念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你没理由不帮我 自求多福吧 想通了再喊我 主人 龙气和化地为牢相克 你可以用龙气慢慢剖开 就是需要时间 也只能如此了 希望能赶上 第九层 到了 一路走来 真是辛苦 以辛苦个屁 全是我在前面开刀 未免之心啊 未免之树上结的果子 不就是了 是我的 捕风 你注定是个失败者 想拿未免之心 你问过我们没有 老师 虚空 地狱 暗夜 你们四个拦住他们 我去取未免之心 交给你们了 我必须去阻止唐三 未免之心不能落到恶念手中 修罗魔剑 我当初瞎了眼 看错人 还把你当作传承者 幸好没记成修罗神尾 否则这辈子就毁了 其实你也就那样 玄千功 爆发 太可恨了 若是我有神力在身 他绝不是我对手 创世神大人 你快想想办法 除了吐风 没想到唐三也是个变数 可现在放吐风也来不及了 算了 顺其自然吧 还差一块 龙神器 给我碎 不愧是天之骄子 竟连化地为牢都能破开 的确令我很意外 但那有什么用 唐三他们已到第九层 开始争夺未免之心 可你还得爬他 打每层的镇守着 很难吗 不过一盏茶的是 等未免之心到我手里 你可别来求我 我这一关的规矩很简单 你逃 我追 追到就要你的命 这么大的螃蟹得有多少蟹黄 根本吃不完 气死我了 还想吃我的蟹黄 看我不加碎你的脑袋 魂记赤红飞浅 死神魔怜 四季 你居然有神力之外的力量 不 我不甘心他耍赖 镇守者 就这 打起来完全没压力 你就嘚嗦吧 下面的镇守者 一个比一个强 未免之心没你什么事 吞吾 注意吞吾空间内的死气攻击 我要全力爬他 看样子是赶上了 玉小刚 是我一脚 好汤 每次见面先打我 怎么不去打小三 就因为我抗奉吗 楚冬 你不是被困住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问的真奇怪 破开化地为牢不救出来 不过你是真没用 提前出发半个月 都没能拿到未免之心 这次麻烦大了 暗器基本耗尽 我完全不是他对手 或者说我们全部加起来 也打不过他 杭三 接招 死气成剑 去 身法 鬼影迷踪 看你的玄天功能撑多久 剑语 行 这样消耗太快了 老师 快来帮我挡剑 我也是服了你 有事叫老师 没事叫钢子 你先撑着 我休息一下就过来 他们正在交手 这是个好机会 只能动用最后底牌了 等拿到未免之心迅速离开 无以生命献祭 幻化虚空 虚空闪 不好 虚空神还藏有后手 快点拦住他 真漏火的 就这么过去了 没察觉到危机吗 危机 什么危机 少在那危言送听 未免之心是我的 虚空神抬手抓向未免之心 只见一条碎绿小蛇 从树上爬出 直凶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了 主人好不容易将我转生 就要结束了吗 路噶了一个指高神 幸好我实力强净 否则也是如此下场 修罗 我们过去去未免之心吧 再等等 不要轻举妄动 你看楚风都没有出手 唐三 你不是想要未免之心吗 过去拿呀 我现在不想要了 你要是喜欢 我让给你 未免之心就在眼前 你们等着知习吗 唐三 我命令你过去拿 这让我去送人头 可他的话我无法无意 完犊子 这些蛇的实力不足 根本没机会取未免之心 这是同手窝了 绿蛇攻过来了 黄玉 楚风 你不是还有紫雷锤在手 赶紧用出来 你没察觉到吗 这不过是开始 一旦信唐三夺宝禁律老同学 本想凭借主角光环让其放手 结果师徒二人反手 就被一棒锤进地 性命又关 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我们必须联手对敌 我随意 不过有些人不合群 怕是不会答应 带阴阳怪气 我先收拾你 别吵 绿蛇大军过来了 修罗魔剑 神犬象圈 死神魔灵 来来 咬个够 我就站在这不动 刚子的高光时刻来了 没想到他还能有用 老师 别嘚死了 赶紧去拿未免之心 差点把正式忘记了 最终还得看我表演 我才是主角 把他给算漏了 死戏爆发 一步慢 步步慢 楚风 已来不及的 未免之心终究属于我 我是守护者 王胜 想要拿到未免之心 就必须击败我 这个王胜 是那个王胜吗 七射王胜 真的是你 能再度看到你 真的太好了 是啊 好久不见 当年同住一间宿舍 你对我的照顾 我全部都记在心里 糟糕 唐三竟认守护者认识 岂不是要便宜他 王胜 为了天下苍生 你能把未免之心给我吗 当然 你过去拿救世 唐三高兴的走到树前 可不等他身手 王胜 王胜 你做什么 我们当年可是兄弟 小王胜 还记得本大师吗 我请你吃过饭呢 记得 就你们这对虚伪的师徒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 以前对我爱搭不理 如今你们高攀不起 等等 你请我解释 听你大爷 当初你是怎么折磨我的 我便如何收拾你 看棍 这一棍 是你抢我的车掌 这一棍 是你对我的鄙视 这一棍 我替观众打低 老陆 实力压制 完全还不了手了 老师 助我 来了 休要伤我徒弟 最可恨的人就是你 眼里看不上别人的武魂 嘴里却说没有废物的武魂 说不知你才是最大的废物 中棍一击 打不了 连一招都接不住 让他们先玩着 我搬正式去 想在我面前简陋 可能了 棍法很早 四季 有点意思 你应该是他们中最强的存在 让开 看在你做唐三的份上 我不想吹你 好大的口气 也不怕告诉你们 自从我成为守护者以来 创世神 不止一次派人来死 但全被我灭了 怎么说 大家一起为欧塔 OK 真有你们的 之前说什么联手对敌 不过是想拖我下手 用不了神力 也没法合体 我们真插不上手 来战 真解棍法 力压世界 死神魔怜 温吴 不要吝啬死气 给我全开 是 主人 非要拦我 那我就砍了你 处风太可怕了 刚才的战斗 他甚至没用权力 现在有个难题 无论处风输赢 我们都拿不到未面之心 的确如此 必须先下守围墙 身法 鬼影尼东 我们也上 给我站住 一群卑劣的偷盗者 一棍破空 死气束缚 主风 你别捣乱 闭嘴 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真把我当大渊种 把未面之心放下 棍来 大渊魔棍 没空跟你号 子雷锤 好奇怪的生命体 看来仅是王胜的灵魂 被改造成了守护者 未面之心被他拿到了 真可恨 以处风的实力 我们连抢夺的机会都没有 放射神 快点打开通道 通道将在一刻钟后打开 一群饭头 废物 我给你们争取了一月时间 结果还是没能拿到东西 你那些肮脏的手段 是没用的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太天真了 故身术 老人 我这不就进来了 虎风 把东西交给我 你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我做是不择手段 你做是假公理正义 所以你永远都不够我 但我还有最后的底牌 大家一起毁灭 你舍得这个世界吗 聊吧聊吧 最好聊到通道开启 不臣服就只有死亡 子电 破 好虚弱的紫电 死气 三 以前对我下重手 金玉送上门来 那就怨不得我 死神魔怜 斩 有电盾 推演错误 卫面塔对我压制力更强 麻烦大了 别走神 你不是挺狂的 反击啊 此夕祭灭球 去 真解气 整天被他追着打 金玉终于能反击一次了 楚风 你很好 等你离开卫面塔 我一定取你性命 你的威胁对我没用 这几把神器别浪费 收 我提前打开通道 快滚 老师 我们走 好抱歉啊 你这是帮唐三 还是帮我 我们也走 里面好像也没其他东西 外面还有个恶 吼 楚风 把我的东西拿来 外面之心何止为锤 放肆 你一再违反承诺 当真以为我不敢收拾 别以为能跟我同归于尽 我就怕你出过话说回来 楚风 外面之心对你没太大作用 还是交给我吧 我靠 两个都想要我的东西 有没有搞错 可把东西拿出来 我会很危险 只能这样 不好意思 被我吃了 吼罗创世终局之战打响 楚风成为新任创世真实 那是我的机缘 你一个低贱的神器 怎么配想用外面之心 死电雷电 死神领域 温无龙神 现 合体 实践地狱 对面之心果然是好东西 这才刚吃下 实力又变强一几 依旧是蝼蚁 紫电 雷铁海洋 紫电的速度好快 必不开了 打得好 批死这个龟孙 让你装备 被雷批了吧 任务失败还敢多嘴 你们两个废物该吧 糟糟 以这雷海的威力 我根本逃不出去 交出外面之心 以你现在的神体强度 是撑不了几下的 死神力 对 无谓的挣扎 很快 你便会被死电击穿肉身 击溃神魂 这可是创世神山 你不出手了 就任凭他为所欲 我们做个交易吧 老坚俱华 在这个时候谈交易 行 谁要不让我做你男朋友 其他的都能接受 我帮你化解危机 你帮我镇守 创世神山 守护一百零八的小世界 腾娇 你快点出手 我真的扛不住 恶念 今日便做得了结吧 雷法 雷承进士 不好 当年把你从本体内锅里 我继承了主要力量 你不可能是我最省的 雷法 雷电加锁 混 比我强又能如何 我知晓你的软肋 你舍不得蔑视 活的时间久了 总是会改变的 永恒之火 恋化 由于创世神恶念 遭受重筐 整个世界开始剧烈摇晃 关键的神奇面积大 不好 再这样下去 神界和统治的小世界 都会毁掉 急也没用 你又插不上手 不过是精神内耗吧 还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 你指的是什么事 比如 打唐三 不错 不好 苦风眼神不上 快合体 不然扛不住的 死神魔怜 黄金黄瓜壳 还好挡住了 挡住一击而已 魔连将士 好多空间裂缝 看来创世神这次动真格 不 你别乱来 我以后会乖乖听话 待待海神脑袋出来 万一我陨落 你也得跟着消失 满嘴谎话 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楚风 他已被永恒之火 练得很虚弱 控制他 乐意效劳 天赋神迹 灵魂加速 还有 好了没有 这个世界快崩碎了 不行 法则压制 我没法控制恶你 想控制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跟之前预料的一样 不过我还有一招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和 我 不要 我不想跟你合二为一 为了压制恶念 我将陷入沉睡 楚风 等你成为 创世神山的心底人 未免潜塌便会停下 懂了 让我收拾烂摊子 等他成为创世神山的主人 我们岂不是要听他拆遣 这个玩笑开大了 在众神奇诧异的目光中 神山之灵出现 并以一种极其高傲的姿态开 狼狼们 想成为我的新主人 那就必须打败我 你没看到情况危急吗 还在那啰里巴索的 拜见主人 创世神山 听吴号令 未免之力 速速镇压 这空间裂缝消失了 整个大世界也不再崩塌 肯定是未免之心的缘故 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快掌控创世神山 还好赶上了 否则就得移民外太孤 你们五个傍拳还愣得干什么 拜见大人 行了 去做自己的事吧 往后不得再打压异类神王 更别搞扫动你 不然要你们的命 不敢 为什么感觉心神不明 好像有危机即将降临 该来的 终归是要来 别问 我不能说 还是坐高冷的山 我想解除神卫限制 到百计者接口成神 这个有难度吗 没 我来解除就好 神卫封禁术 那你待着 我去处理些其他事 你们过得还好吗 风哥回来了 独守空房 肯定过得不好 看到你们笑容满面的就好 危机暂时解决 我们回下见 你们回来了 说来也奇怪 刚才我就抖了一下 突然就一百级 突然就成神 感觉以往的压制力 全部消失 这么容易成神的吗 我以后也要抖抖 这抖不抖的 压根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会带你们 去一个地方 大家都能成神 成神的实力 可以更进一步 希望我能打破 七十九级进步 你那都是小问题 等耍几天 我们就过去 神经山通道 开启 进去吧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里面只有机缘 没有危险 风哥 为了应对你说的危机 我们会努力变强 保重 我们会想你的 你想让他们 在里面躲避这场浩劫 没有用的 谁都躲不掉 除非能离开 这一方世界 将来的是谁又说得清 我也得去做自己的事 死神领域 死灵吞吾 死灵龙神 出来 从即刻开始 你们疯狂修炼 尽可能提升实力 随命 全世界的死气 都来拥抱我 五分苦修之时 唐三和玉小刚 正在满宇宙流浪 完全看不到希望 老师 这到底是哪 以我的专业知识来看 这应该处于 空间加层之中 那该如何出去 找到新的空间裂方 我就出去了 此处被吸进来的 宝物不少 赶紧缩刮吧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此处空间风暴肆虐 你肉身强横能抗 可我抗不住 每时每刻都像被刀砍一样 钻心的疼 不破了 攻击主人修为 再上新台阶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一旦合体 应该能与 更高级别的世界神一战 或许吧 他们要回来了 这是一个预兆 刚才降临的位置 是斗罗大陆 有回来了 创世神 老子做梦都不敢想 你竟然会受到重创 陷入沉水 以老子的实力 在这方世界不得横着走 横着走 你是螃蟹吗 就在刚刚 创世神上恶念合体 陷入沉水 也就在此时 一些沉水的老怪物们 纷纷附近 小子你很狂 完全不知道 面对一个怎样的存在 我虽看不透你的修为 但创世神有限制 这一方世界最强的 不过神王 对 对 我就是神王 我今日回归心情好 你要是跪下 给我磕几个墙头 说不定我能收你 当狗腿子 我没那个爱好 纵使是创世神 你收不了我 那动手吧 我让你三招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无剑地狱 快 卧槽 不好 这高神巅峰的气息 你半猪吃老虎 刚才不是高刀在上 继续叫唤 创世神竟然放开了限制 邪神力 邪刀破尽 撞了 不对 不是实体 在无剑地狱中 我是无敌的存在 死神摩连 二神斩 不 不可能 同阶战斗 我却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神格燃烧 邪刀狂剑 死了吗 为何这空间还没消失 做梦想屁痴 不过你也够拼的 一旦燃烧神格 战后注定境界跌落 这打个锤子 怎么越打越多 根本打不完 神格爆燃 对 无剑地狱 别 别杀我 天赋神迹 灵魂加速 你想控制我 别白日做梦了 我近些年用的是外界规则修炼 你的死神力对我没用 这些我从未听说过 你是如何知道的 我当然是用了至尊法宝去查阅 这不是华为Mate60吗 家家都抢不到 你拿搞来的 这华为我左下角游戏里多的是 想要直接领就完了 反正上线升级就是手机的领取界面 有着好事你不早说 现在零也不迟啊 左下角游戏仙人 注册外还有苹果15PoMax保底福利 完成任务 苹果华为直接打包带走 谁都能领吗 刷到我视频的才能 必须点我左下角官方授权链接下载游戏 进入急速专服 每天专人捕获 苹果华为3000台 不怕零不到 我去 这么好 开局你就去养龙寺挑战神龙 带上手冲红武做棋 极品仙气爆满地 苹果华为一起了 岂不美三 长剑神 没听过静妙要拜神吗 未免之力加持 控制 主人 问你 当年为何离开神界 用创世神的话说 我们留下会破坏未免平衡 而且神位纪元也该闻流继承 其实他就是惧怕我们反抗 才敢我们走的 反抗 这又从何说起 就算在网上的世界神 也不可能是创世神对手 应该没人会傻到宋人头吧 创世神不定是发疯 他会吞噬神体 在我那个时代就发生过 同时爆发了众神严守反抗 不对 又有强大的气息过来 而且这次是很多的 所有离开的神者 他们都会回归 因为此处是我们的家 这些神奇的实力如何 有的比我强 有的比我弱 看来要乱了 神经山通道 最弱的也成为了神奇 很好 多谢死神大人赐下机缘 我进去后 五魂升级为十二宝流利塔 魂力修为 一路高高莽进 终成神闻 里面的创世神经真好用 实力嘎嘎暴涨 风哥 他是谁 我新收的小弟 往后你们就住创世神山 有事没事都别出去走动 为什么 来了 楚风抬头看向外太空 时间倒到金光滑过 降临在不同的小世界 接着是粗狂的声音响起 妖精世界 归我了 无数世界 归我了 斗罗世界 我要了 这就过分了 连斗罗世界都敢要 乱了 全乱套了 没创世神大人镇压 他们会胡作非为的 你看我也没用 如此多的神器回归 纵使我一个个去处理 也需要时间 况且有些人的境界在我之上 但斗罗世界不能让人染指 回来了 家乡的味道 和我的族人 父母何在 一切都以物是人非 回家还有何种意义 仔细寒霜 有脾气 也不能朝普通人发醒 一群蝼蚁罢了 能成为本军泄愤的工具 是他们的荣幸 我将临时感应到你的气息 别以为坐镇创世神山 就能发号施令 老子不吃哪一套 脾气够爆的 我就直说了 你现在有三个选择 一是离开斗罗世界 二是老实呆在杀戮之都范围内 三是陨落 我选次 送你龟西 砍招 眼魔拳 紫神摩连 过 不见地狱 自成世界的招数 一个至高神能领悟到 必须令我惊讶 但是对我没用 眼魔热浪 容 这就是世界神了 果然很强大 实力跟至高神不在一个平板 摸好 血晕 不好 被控住了 神魔玄珠 灭 十二重罗生门 仔细凝聚 不 还想越急战斗 在我那个时代 我是创世神之下 无敌的存在 很好 已勾起了我得战役 死神领域 昏无龙神 现 合体 看不出来还会合体系 不是心意相通的神奇 根本用不出来 可这改变不了什么 赤火 立体化身 合肌 仔细吞龙 好恐怖的实力 他手上的是创世神器 另外他身上还有其他领 你说又是什么 创世神器 别紧张 是我左下角领的手机发火了 左下角我知道 那可是急速链接快着呢 明俊 龙回头 还能这么玩 开玩笑的吧 小看对手 这就是下场 每一个失误都是致命 而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钱 少在那说脚 等我养好伤 再来取你狗命 休要逃走 此时星空深处 一位大能坐在青铜谷关下 由七条神尘拉走 生命波动 停 霍空扇 给我开 终于重获自由了 在里面每天 都像一辈子那样漫长 有那么难熬吗 我觉得没什么 你们两个聊完了吗 聊完就过来 多谢前辈救命之人 来世当牛做马 我也会报答这份恩情 不用来世 现实报更好 我前段时间跟人打架 死了两条神犬 你们给我当狗吧 前辈说笑了 我认真的 你都说了当牛做马 那跟当狗也没啥区别 还有你脖子上的狗象圈 以前不就是给人当狗的 敢得理你 别以为救我一命 都可以侮辱我 老师 我们走 是 他太没礼貌了 真不图报 两个白眼狼 可你们走得掉吗 星辰神力 快断了 我给你拉关 我也拉 这就对了 收 听说那里的创世神沉睡 我过去应该能掌控 整个卫免 九犬拉关 出发 赶路也挺累的 先休息一下 这颗星辰路 拿去补充神力 不谢主人 机缘不就来了 跟着主人可以快速变强 等回去 一定要狠狠地收拾楚空 老八 一点规矩都不懂 我都还没补充神力 你怎么先吸收上了 神探娘的老八 少给我排序号 我是人 跟你们不一样 还跟我装上了 大家给主人拉车 身份都一样 我今天就好好教你怎么做狗 气傻我眼 我再怎么落货 也不能被条狗给欺负 婚事神力 简直弱爆了 星辰神力 碎星爪 我居然连条狗都打不过 老师 快过来跟我和解 小三 这就是你不懂事了 同时间应该友好相处 老师 你彻底多落了 我还有六个兄弟 他不敢帮你的 看我怎么调笑你 狼牙疯疯拳 我知道错了 狗爷 狗老大 我不敢了 往后你怎么做 我照做 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 你是主人身边的一条中拳 记住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 看来精力都挺旺盛 那继续赶路 真期待与你们口中的 楚风见面 他应该是个不错的备杀 你压得还挺能跑 死心凝聚 左头斩 是锁定位神迹 分裂 焰魔分身 没用的 我也会 分裂着 好凶险的攻击 若不是你能合体 绝非我对手 毫无意义的假设 看来没斩到你的神格 我们再来 别打了 我投降 这就不打了 你不是还有绝招吗 例如燃烧神格 傻子采用的招数 我愿牵灵魂契约 发誓永远效果 好 我也懒得用灵魂加速 脸的你实力又得下降 跟我跟创始神山 翁哥 你可算回来了 刚才有好多神士探查我们 而且很强大 都在神王之上 无所谓 我会出手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新收的把 世界神初期 燃魔君子 见过几位独物 看不出来 嘴巴还挺甜 燃魔 你守住创始神山 我得去闭关一段时间 最近几天 整个卫面死期激增 看来各小世界杀戮四起 可面对众多归来的强者 我还没完全炼化未明之心 也是无力抵挡 只能借助死气 尽快变强 吃粥吧 最不强大的神力波动 是主人突破了 风哥的气息 感觉他变得更强了 最近情况如何 回主人 局势基本明朗 所有小世界已被瓜分完毕 我们占有道罗世界 和半个神迹 但是 说话别说半解 最近有三股势力联手 领头人皆是世界神中期 他们准备进攻我们所占领的区域 尤其是创始神山 说实话 敌人的实力有点强 我们只能坚实 顺便把他们五个叫过来增强防御力 好可怕的力量 我们五个用处和体系 也扛不住你一击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总之比你们强太多 别挣扎了 没有任何意义的 尘突吧 创始神没有打压 还助你们突破到至高神 的确挺令我意外 但跟亿万星域的强者相比 你们还是太弱 城王拜扣没什么好说的 此处留给你们了 可我们只效忠创始神 是你们自己把路都窄了 毁灭物碍 挥球破军 无神力融合 五色神光 朱迪 力量差距太大 这次真完蛋了 若是父神没成事 一巴掌能把他们强给灭了 天真幼稚 跟我以前一样可笑 我当初对创始神忠心耿耿 可我突破到至高神的一刻 他竟然放肚我 还美其名曰维护神界平衡 你就是怕我超越他 不 父神不会那样做 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个问题 给你活的机会不要 那就死吧 毁灭物碍去 神 无处不在 死神 你舍得出关了 再不出来 老窝都被端了 你们五个倒是硬气 不像唐三 动不动就换爹 实力强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骨气不能丢 死神专属通道 嗨 你们先去创始神山 如今神界面临巨大危机 唯有抱团取你 谢了 我们走 好胆 放走了我的猎物 那就把命留下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世界神出息而已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他 烟灭宝珠 杀敌 死神摸脸 压制 从无龙神 合体 为面之力 你是我一个小信件 这才是你的全部实力嘛 你又想做什么 用了全力 自然是要灭掉你 合击神迹 死气吞龙斩 毁灭不休体 虚化 看样子是伤到神阁 多给你几下 大雨了 你来被他拖停这方空间的 神阁燃烧屋外盾 在我的空间内 看你往哪后 老毁灭什么个情况 半天出不来 怕是遇到麻烦了 创世神把老挝交给他镇守 定然不是简单货策 帮他一把 动手 罗刹空间烈 祈祷 圣光降临 就差一点 我俩单挑 你们插什么手 好险 这小的手段太多 差点着了他的刀 一起出手把他灭了 创世神山就是我们的 再见 不陪你们玩了 神迹 无处不在 你走得掉吗 虎风一人独占三大世界神 斗罗未面遭遇史上最大危机 楚风 留下吧 罗刹神力 空间碎裂 好诡异的攻击手段 竟能准确判断出我的位置 我们三人联手 在此处灭了他 省得日后还要麻烦 我刚才受的伤不轻 你们两个应该足够了 真是太弱了 竟被第一个小境界的人打伤 光明圣主 我们上 此次有古怪 我们还是当心点 圣光 定故 死神专属通报 不好 他要逃跑 赶紧进行攻击 有我在 他逃得了吗 必杀 罗刹光源斩 好 终了 如今楚风已死 创世神山是我们的了 不对劲 刚才没有打中实体 是死期分身 可思你们多打手 我认呆 山水有相逢 再见 真是可恨 竟被他给耍了 这一代死神的实力 应该是有时以来最强的存在 手段更是神鬼莫测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保险起见 先让老毁灭把伤养好 我们再一同把上创世神山 主人 你伤得怎么样 正如你所见 三个世界神中期不是开玩笑的 我差一点小命过 回不来了 三 三个 主人真是神通广大 若我遇到此情况 铁定隔屁 你继续镇守创世神山 我得去闭关疗伤 必要是可以唤醒 多谢两位道友护法 如今我的实力已重回巅峰 要是没意见的话 三天后 决战创世神山 创世神山上 怕是有底牌 我们得从长击 就怕没时间了 过来的神奇实力越来越强 我们必须尽快打上创世神山 获取机缘 要是拖久了 只怕连口汤都喝不上 说得没错 那就发战书过去 毁灭老人发来的战书 如今风哥还在闭关 大家伙聊聊吧 世界神中期的毁灭老人 我们挡不住的 这次连艳魔大佬 也不够看 将法应该能换条活路 没人指挥 他们就是一盘散沙 实力本来就弱 不凝聚行程合力更弱 也不知风哥何时能出关 刚才谁说的投降 死神大人 打不过就投降 这没毛病啊 未战先妾 当初死神力 人各有志 想离开的神奇现在就走 但你胆敢传播负面情绪 就休怪我心狠手吧 神界基本沦陷 我们已经没退路了 战 风哥不走 我们也不走 对 不走 这场争斗不可避免 那就死战到底 楚风 你露面了 我还以为你会像乌龟一样躲藏 就你也配 我决定了 今日就算是陨落 也要拉着你下地狱 兵对兵 将对将 所有人都有 冲 老毁灭 光明我们也上 动用最强绝招 争取一次击溃他 想的挺美 难道我站着不动吗 神界 无数不在 光明 你当心点 糟糕 好快的速度 但想正面击败我也不是简单的事 神圣光连 进化时间 去 死神魔连 所向提名 斩 我建地狱 快 该死 你们就不能认真点 每次都在关键时出问题 又是二打一 他合体后很强 必须用全力 毁灭物碍 大藏送注 罗刹索命 幽冥爪 紫雷锤 破 虎风仪敌二苦苦之称 可在这阶段 光明圣主脱窟而出 糟糕 这不雪上加霜吗 我一打二已用出浑身解数 面对三个真不知该怎么办 圣光进屋 尽灭 此次护体 月 不好 刚才释放太多死情 风哥 想如死神大人也败了吗 那我们该如何抵挡 神格燃烧 我给你们拼了 有你他者的笨马毁灭无碍 去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归顺我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想你全家 不要给风哥报仇 一旦失去创世神山 神界再无最后净土 所有秩序都将崩塌 我们死战不退 又是创世神那一套 无聊 宿惊他们 外界战斗激烈 虎风神世则进入一个奇异的空间 还看到一个迷糊的背影 死神 你来了 是你 一道神面 把我拉进来做什么 赐你一份机缘 我且问你 可愿跟着创世神山融合 我怎么感觉你在坑我 对 就是在坑你 竟如此直白 都不带避讳 这是吃定我 一旦你跟创世神山融合 就会获得庞大的神力 亦或者说你将在创世神山无敌 可你需要将一道神面 打入创世神山 此山便会永远束缚你 我去 我从来不逼迫别人 你自行选择 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风哥 永别了 主人 我来陪你 不 我们都会死 融合 因为你们 我没束束主 这笔账该怎么算 好恐怖的气息 一起出手干它 罗刹神力 毁灭物碍 神圣光辉 让你们感受下全新的力量 死去雷霆 神陨 败了 是创世神的气息 它竟获得了创世神的力量 圣光万丈 光盾 打了我还想走 紫雷锤 雷霆冲门 雷锤破空 好可怕的攻击 光明陨落了 别感叹了 快走 锤了 裁出创世神山范围 那股庞大的神力便消失了 安全起见 还是先回去 徐子空是 这 大方脱开 星空横跨星域而来 此未免的创世神 果然陷入了沉睡 我唐三又回来了 楚风 洗干净脖子 给我等着吧 谁让你这么大声的 你见过哪条狗的声音 比主人大 主人 我知道错了 只是回到老家 情绪一时间控制不住 有情绪也给我憋着 别忘记自己的身份 主人 来到路上 一说对楚风很感兴趣 我们快去收拾他 自作主张 我让你干什么照做就是 知道了 主人 每天都做我 真可恨 手痒为什么不做钢子 此未免在排斥我 得先找个地方适应 主人 去海神岛吧 那里可是福地 带路 是唐三的气息没拓 怎么又完全消失了 难道有强者帮他掩盖气息 看来我猜测试背的 你离开创世神山后 那股恐怖的气息就会消散 楚风 你好狠的手段 净灭掉了光明 这不废话吗 对付敌人 肯定不能留守 老毁灭 我们动手灭掉他 罗刹神力 没空陪你们僧 但你们的命我预定 一定要好好过来 逃得真快 根本来不及阻止 我们也走吧 想攻打创世神山 需要更多盟友 楚风一个人 是先不起风浪的 小三 主人和那几条狗 我闭关去了 我们的机会来了 你看这是什么 我从主人那拖来的星空舟 我们苦休许久 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次一定要狠狠的折磨楚风 狗 去创世神山 古风 我知道你在 可敢出来与我一战 别当缩头乌龟 你再不出来 我们可就打进去吧 这两人谁啊 真够臭屁的 区区至高神巅峰 就敢叫板主人 也是够勇的 如你所见两个斗逼 要有兴趣 你去陪他们爽一下 那我去了 别叫唐人 别叫话了 想跟我主人动手 得先过我这一关 你算什么东西 苦风养的一条狗而已 有资格跟我动手吗 瓜嫂 燕魔大手艺 这气息 你是世界神 村是黑洞 欲 如此别角的实力 也敢打上门 你在搞笑吗 老师 打他 一不说话能死 那可是世界神 让我去送人头吗 差点忘了 还有一个 炼他 玄归体 刚回来就挨一顿动 心中什么感 以为你们境界变强了 就能虐我 真搞笑 你们的实力 都能得到提升 难不成我会原地他了 老师 合体 让你见识一下 我们全新的力量 吞噬王八拳 实验拳 老师 我们赢了 还是越界战斗 证明我们的实力不弱 燕魔 你怎么搞的 连两个废物都打不过 委主人 上一次的战斗 伤势未遇 方才走神了 虎风 世界神又如何 还不是派在我手里 下一个轮到你 成全你 死神魔帘 死其飞龙 星空洲 防御 好强横的防御力 死神力 连环斩 没用的 死乃主人炼制的 无上至宝 你破不开 真有一套 看来又认爹了 不见地狱 来 继续叫吧 此处竟让我感到不安 吞噬王八拳 以你的实力破不开 死神魔帘 大风车 无灭玄规起 玉小刚没啥战力 不过是真的瘾 古人 救我 光辉 好强大的气息 来自海神岛方向 星空洲 来 神锁链 束缚 星空洲 推动 星光绞杀 有十几道不弱的气息 锁定我 就等着我远离 创始神山 不能再追了 幸好有主人的星空洲 不然就被留下了 楚风墙的一塌糊涂 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还有空聊天 跪下 主人息怒 我知晓 主人与土风迟早有一战 所以先去探问 混账 我还要依仗一步成 还有你骗我 后我星空洲前去报仇 去再次忙口谎话 当发 主人 等等 主人 唐钻松用我去的 我也是受害者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玉小刚 你还真是好队友 此次就算了 但再有下次的话 我会让你们求真不得 求死不能 滚去海底面壁 是 是 遇到两个活宝 我也是罪了 不过那个楚风有点意思 连我都看不透 有人来了 大哥 他们就是飞进这里面的 那非洲可是至宝 东西是我们的了 里面的人听着 速速交出非洲 否则我一平整做到 不要在外面跟我哇哇叫 现在滚 能火 不要 还跟我装起来了 动手 炸掉整座岛 牵引星辰 坠落 好强大的气息 快逃 暗中窥探之人 滚开 杭三这次认得爹 属实有点凶残 变魔 就刚才那一击 你能感受到他的境界吗 察觉不出 但他至少世界神后期修为 那也管不了 我只要待在创世神山 谁都奈何不了我 等把那东西彻底变化 我再反攻收回整个位 小罗刹 你叫我们五个老东西过来 所谓何事 要五行老祖来此 肯定有机缘相赠 我们可一同攻打创世神山 又再欺骗老人家 就是五行在创世神山上爆发出的神力 我们体多少都不够松 不用见神山 我们与楚风对战之时 发现了创世神山的弱点 只需五位动用五行焚天阵 一定能炼化创世神山 五行焚天阵 好怪异的力量 感觉整个创世神山都被封锁 外面有五个老头 动用焚天阵 想炼化创世神山 但他们只痴心乱想 五个世界神中期 我出去也打不过 还是待在创世神山继续修炼吧 风哥 不好了 很多神奇出现一样 感觉要被炼化一般 看来避不开了 燕魔跟我走 神力全开 炼化创世神山 老灯 拿命来 死气吞龙子 有人 没有创世神力的加持 世界神中期果然没那么好杀 先杀楚风 用五行焚天阵炼他 别光说不炼 你们两个先困住他 罗刹神力 千丝万缕 去 毁灭物碍 毁灭魔光 或 无间地狱 现 就是现在 出手 五行焚天阵 奥子帕的力量 这样下去 我将力竭于此 看来我得去左下角 洗练出新的力量 哪里还有这等好物 就是左下角这西游 上线就送三十分钟 无限洗练 手冲的猴子 直接洗出七彩变异形态 现在新春活动 上线每天都能领取 一只绝感神兽 极品装备 高阶做齐 限定时装通通上线就能领 体验感直接拉满 放我洗练出来的这力量 赶上我 怕我把你练得渣都不胜 死气凝聚 死神冲击波 好牢靠的阵法 完全破不开 燃烧神格 全力出手 没了那奇怪的空间 看他如何抵挡五行凤天阵 结束了 创世神山很快会属于我们 不对 卫面之星好像也炼化了些许 正好拿来修炼 你笑 火烧没毛了 还有心思修炼 心也够大的 给我破 什么 竟然凭借突破爆发出的神力 破了阵法 可恶 谢谢 来 继续帮我练话 练你老母 这小子有古怪 直接攻击他 会灭物碍 灭 逢接战斗 我杀你如土狗 死神摩连 死神顺掌 除了死神力 死气 泥体内还有其他力量 我 世界神的神格 散发出的神力波动好强 老鬼灭被秒了 优火 你们五兄弟不是会合体计吗 赶紧用出来 合体五行神军 火之力 摇言 死神摩连 玉 死气 绝对灵度 灭 好阴冷的死气 紫雷锤 雷霆暴动 金木水火土 五神力合一 五彩神拳 五行 不愧是最古老的神力 幸好之前打伤一队 否则还挺麻烦 同阶战斗 面对我们五人合体 他竟有一战之力 好可怕的天赋 罗刹 速来助我 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 五次三番找上门 必须给你点厉害瞧瞧 紫神摩连 锁头斩 神格燃烧 继股神器 芭蕉扇 舍命一扇 好厉害的兵器 挨了一下 神魂险些不稳 好在他用出半条命 也就能煽动那一下 楚风 等我养好伤在战 创世神山注定是我们的 乌波又战斗 差点命没了 何体计 解 主人 保重神体要解 死不了 恩吴 这没神格是你的 谢主人 突破了 我感觉体内充满无尽力量 不愧是和创世神 一同诞生的神奇 这天赋属实骇人 吃多少就能长多少 死灵龙神 过来 主人也要赐我机缘吗 答对了 死神领域 开 死气灌给 又变强了 真好 我得禁神经山疗伤 你们两个和燕魔看好们 大战落幕 不少强者见到楚风再度变强 都按捺下躁动的心 唯独唐三暴躁的不行 海底的面壁终于结束了 搞得一身余欣慰 老师 就楚风的事 我忍一时越想越起 退一步越想越亏 你跟我想到一起了 你们两个又想挨揍吗 狗哥好 我们正在想如何除掉楚风 为主人解忧 我怎么就没想到 这是替主人 范世的大好机会 他不过世界神中其实力 而我同节战斗没输过 你们随我走一趟 看我怎么灭他 狗哥威武 狗哥霸气 打起精神 有一道不弱于我的气息 正朝神山飞来 我也感受到了 另外还有那两个 挑战主人的战武章 我又回来了 让楚风出来见我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见我主人 狗哥 揍他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 敢在这 跟我大呼小叫的 犬牙双刃去 哈你不成 吃饱岩球 你 你说外神 看出来了 就乖乖束手就紧 外地人又能如何 武神祭 吞噬 好可怕的吞吏 落地生根 神犬不动身 进来吧 老师 情况不对 要不我们合体赶紧跑 罪面两大世界神 怕是跑不掉 天赋神祭 天狗食欲 好厉害的牙口 把我的吞吾空间 啃出不少洞 又得补半天 你的能力有点意思 但放在其他未面 也就那样 创世神山上的人 臣服在我脚下吧 败了 我放两大强者败呗 风哥还在闭关疗伤 这下可怎么办 实在不行 只能跟他们听命 唐三代狗大哥妄图 称霸创世神山 其料门都没进 就被楚风一击猛杀 拼命 有我狗哥在 不管你们做什么 都是徒劳 老八 去把他们拿下 这几个有点实力的 我盯着 是 狗哥 吞噬神力 不提 大反派唐三过来了 大家准备随我出手 你实力太弱 破不开护山屏障 进不了创世神山 少小看人 区区神山之灵 也想赌我 昆是神力 吞天掌 废物 一点用没有 连狗都不如 老师 过来合体 我今天真就不信钱 不用麻烦了 对 热谷气息 你才配做我的对手 来吧 用出你的全部实力 敢踏上创世神山 我佩服你的勇气 创世雷霆 卧 卧槽 创世神的力量 全名神力 玉 玩独子 他能动用创世神的力量 根本打不了 唐三 帮我 楚风竟如此强大 失误了 老师 尊开跑 混蛋 你们卖我 你不是要看我全部实力 死神创世神 全名神全体 别浪费 全名神 可是大火之物 我先拿去炖的 是那个方位 死心凝聚 死神十字枕 危险的气息 神力全开 昏式黑洞 现 当他的神阁逃了 海神岛似乎有些动点 老狗 你胆敢毁掉老狗肉身 把神阁还给我 他自己上门挑事 又打伤我的仆从 这没神阁就当是补偿了 好 你成功激怒我了 千叶星辰 灰星撞击 还能这么战斗的 直接拖来一颗星球杂忍 好可怕的手段 风哥能挡住吗 你的确很强 但这里是创世神山 我的地盘 紫雷锤 地锤破万 看你能出多少锤 星辰之力 该死的未免排斥 没法继续战斗了 给尽快融入这种未免 垃圾 求主人帮我重塑肉身 你带着老狗去送人头 看我怎么罚你 星辰之火 练 主人饶命了 玉小刚 还有你 别以为不吭声就没事了 星辰之火 主人我错了 是小三 是他出的主意 老师待着吧 等我出关再熄灭火焰 省得你瞎搞 岂不是又得被烧很多天 太折磨人了 而在另一边 豪脱的罗刹女皇 召集了不少回归神器 成立讨伐 从即刻起 我们将延起手来 共同讨伐创世神山 拿到好处后 大家均补 能行吗 上次围攻创世神山 搞毁灭的顺庸 肯定没问题 据我观察 楚风唯有在创世神山 才能爆发出那股可怕力量 我们在外面蹲他就是 说到底 他不过创世神中期的实力 好 再信你一次 一若再把临阵逃脱 我们就用五行焚天阵 先容了 火罗刹女在此立誓 战斗时绝不会后退半步 一个庞大势力形成 楚风又多出几分潜在威胁 而在外面镜头 属于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 同意随着大量干药武器 这一变故被不少强者感受到 曝光冲天 机缘现世 算了 君子不争 我还是专心融入这一方威脸 罗刹 你感应到了吗 大机缘 我们得尽快赶过去 去慢了 连汤都喝不上 楚风的事就先放一放 好怪异的空间波动 这条空间裂缝不一般 主人 肯定是某位大能的洞府出事了 有些老怪物鸡贼的狠 在他们重伤即将陨落时 会把洞府置入空间加层中 以免让敌人得到 众神器回归 使得这范围面低空间逐渐不稳定 去看看 想 全部机缘都属于我们讨伐吗 罗刹女 你这话何意 又把我妖精置于何处 一群小妖精而已 你不过控制几个小事件 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借来 妖龙 罗刹神力 汉氏力掌 主人 这火气息波动没错 就是某位大能留下的洞府 既然确定了 那直接飞进去 不可 洞府位于空间加层中 随时会发生变故 而且上过大能手段 神鬼莫测 梦主人不要轻易涉险 在外面捞取掉落的宝物 才最安全 楚风 你不在创世神山待着 还敢到处乱跑 都说楚风如何强大 我偏不信邪 毕竟老子 只能越街战斗的 吃我一将 不见地狱 随手一击 困住世界神初七 好可怕的实力 他不是傻子 以为他是天之骄子吧 楚风可是连老毁灭 都能轻松解决 神格储物器 收 主人 你放心大胆的战斗 我在后面 帮你收集战利品 也行 你没法跟我合体 帮不上手 楚风 你也太狂了 完全不把讨伐萌放眼里 地群乌合之众霸 深以为聚在一起 就能对付 还是那句话 红街战斗 杀你又粗口 龙皇 我们联手对付他 若能将楚风留在此地 创世神山就有着落了 好 正合我意 优火动手 无形神军 合体 独惨神圈 芭蕉扇 隐蔑公报 金军 黑人 龙皇 你为何不动手 无嘴上说说 难道不行吗 可恨 言而无信的小人 死神领域 吞无龙神 合体 糟糕 他的气息又变强了 世界神后气不出 何人是我敌手 怎么办 他的实力比之前更强 这下麻烦大了 西方势力对峙之时 楚风感受到危机 抬头看向空间裂缝 这信息 有东西要出来了 很强